大哥 你打算怎么办 关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 洛景仁温生的 不用担心 他很快会来找我的 为什么 不等洛景仁回答 门外牢房看守 就推门走了进了 洛将军 那位萧公子来了 说是要见你 看到坐在里面的洛君尧 看守也是一呆 似乎不明白摄政王妃 是怎么打开门进去的 洛景仁毫不心虚地对他笑了笑 看守这才回过神来 洛将军 他也没有想到洛景仁身上去 只当是洛景仁自己开的门 不过上面吩咐了 只要洛景仁不出去 就不用管他做什么 他自然也不会多管 洛景仁倾笑了一声道 让他进来 是 洛景仁有些诧异 大哥 你不行啊 他竟然今天就能出来见你了 看来是伤得不重啊 你先去隔壁 好 不一会儿 牢房的门再次被人推开了 一个二十上下的年轻人 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 他身上穿的衣裳不差 却也并不高调 会有几分书香门第 世家公子的风云 他原本的相貌应当也不差 只是 此时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一边眼睛还肿了起来 看起来着实是有些让人不忍之事 萧红从小到大 哪里受过这样的罪啊 此时再看到坐了一夜牢 却依然衣冠楚楚的洛景仁 再看看自己 心中更是怒火中烧 他站在外面的走道里 怒瞪着洛景仁 有些阴阳怪气的道 洛家大公子 又见面了 洛景仁侧目 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眼神平静无波 这样平静的眼神 更加刺激了萧红 他忍不住上前一步怒道 洛景仁 别以为你有洛家撑腰 就能为所欲为了 昨天的事 你若是不给本公子一个交代 休想善了 面对萧红如此气势汹汹的模样 洛景仁只是轻笑了一声 你笑什么 萧三公子 想与我对不公堂吗 你以为我不敢呢 你若是敢 直接上堂便是 何必来见我 萧红脸色变了变 瞪着洛景仁沉默不语 洛景仁淡定地 咧了黎衣袖 道 苏家还不知道 萧三公子来上庸了吧 他们今天不知道 你猜明天后天会不会知道 萧红强作镇定 知道了又如何 萧三公子莫不是忘了 你昨天说过什么话 萧红却并不害怕 仿佛早有预料 对待几分得意的笑道 我什么都没说过 你有什么证据啊 洛景仁摇摇头 不知是在表示自己没有证据 还是在叹息萧红的天真 洛景仁也并不在这个话题上 与他纠缠 直接问道 萧三公子既然来见我 想必是想私了了 说说看你的条件吧 萧红以为他是妥协了 微微眯眼打亮着洛景仁 眼底有几分不屑 都说洛家大公子 智谋过人 在家里 父亲还总是拿洛景仁教训他 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 冲动鲁莽 果真不过是莽夫而已 洛公子昨晚在这待了一个晚上 看来也是不想让洛大将军 知道这件事 我也不为难洛公子 只有一个条件 请说 洛景仁淡淡的道 我要洛大公子 帮我保护一个人 直到我和苏姑娘成婚为止 不能让他洛到萧家人手里 洛景仁淡沟沟唇 我怎么觉得 拿他跟萧家做交易 抹平这件事 更容易一些呢 萧红神色变了变 冷笑的 萧家就算再快 感到上庸处理这件事啊 也需要时间 只要我将昨天的事情放出去 盛庸总有看洛家和摄政王府不顺眼的人 到时候 就算萧家出面说是误会 恐怕也没用了吧 再说了 洛大公子就确定 苏家希望洛公子多管闲事吗 只要将事情闹大了 无论如何苏家 特别是苏蕊都会受影响 虽然他本身是无辜的 但这世上本是无辜却受到牵连的女子还少吗 更何况 他手里还有苏蕊不能为外人道的把柄 一个归中弱女子 除非他不要命了 否则只能让他拿捏 洛景言脸上的笑意渐渐淡去 眼眸冷淡的注视着眼前的年轻人 萧红被他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自在 忍不住后退离步 咬牙道 你看什么 洛景言平静的 我见过萧成 你什么意思 萧红恼怒 他是个君子 也是个好官 没想到 他竟然会有你这样的弟弟 跟这位萧三公子比起来 洛景行简直是天下最省心的弟弟了 住口 萧红那张亲子交加的脸有些扭曲 语气也急促起来 他冷笑道 他算什么君子 不过是个装模作样的伪君子罢了 祖父喜欢他 父亲母亲也被他蒙蔽了 没想到 就连外人也都被他给骗了 他可真有本事啊 洛景言淡淡地打量着他 从那张年轻却扭曲的脸上 看到了嫉妒和仇恨 他平静地道 就算他是伪装的 他能去边关勘察民生 去穷乡僻壤的不毛之地做父母官 敢在洪水泛滥的时候 跟普通百姓一起站在堤坝上抢修河堤 敢守在爆发瘟疫的地方寸步不离 你敢吗 洛景言说这些话的时候 语气平静 并没有嘲讽的意思 但听在萧红的耳朵里 却格外的刺耳 因为他在家里已经听过无数次父母族人 用赞许的语气谈论萧城的事迹了 他们每一个说的都比洛景言更加真情实感 充满了骄傲和赞许 他早就听得烦躁不已 恨不得堵住他们的嘴 以至于此时 连洛景言如此干巴巴平铺直续的话 都觉得难以忍受 我叫你住嘴 洛景言 本公子不是来听你说他的风功伪计的 洛景言慢慢站起身来 朝着牢房的栏杆走去 萧红这才注意到 关着洛景言的牢房门根本就没有锁 他吓得连连后退 靠到了身后的墙壁上 这 你 你想干什么 洛景言并没有往门边走 而是在栏杆前站定 原本只是想看在萧承和雪阳老先生的面子上 放你一马 见他真的没有出来的意思 萧红这才松了口气 听了他的话 又觉得好笑 放我一马 洛大公子恐怕还没认清楚 现在是谁放谁一马 是吗 洛景言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萧红有些警惕 你想说什么 洛景言平静地等 萧公子 这件事对洛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就算闹大了 我洛景言向你赔礼道歉 赔你要费便是了 你没残没费 大不了我再在牢里待一个月 那些老学就再想揪着洛家不放 还能杀了我不成 你 你不怕丢脸 你莫忘了 你还有官知在身 我不怕 你怕不怕 得罪洛家和苏家呀 洛景言笑道 萧公子 出门前令尊有没有教过你 刚到陌生的地方 不要随便跟不知道底细的人打交道 你什么意思 萧红突然想起了什么 神色微变 洛景言抬手将一个东西丢到了地上 萧红低头一看 一直努力维持的从容镇顶终于垮了 他不顾自己身上的伤 俯身一把抓起地上的东西 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了好一会儿 才抬起头来 咬牙道 这 这个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 洛景言朝他笑了笑 并不回答 而是转身走回了桌边坐下 萧红却有些急了 顾不得对洛景言的畏惧 他扑过去抓住牢房的栏杆 朝洛景言道 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你 你 你手里 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 洛景言悠悠地问 萧公子 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你敢 苏家不会感谢你的 萧红恨恨地 我跟苏家有什么交情啊 为什么要顾及他们 文言 萧红反倒是更怒了 这 既然跟你无关 你多管什么闲事 看你不顺眼 萧红看看手里的东西 脸色变了又变 好半场才咬牙道 你想如何 去告诉五城兵马司的人 昨天的事 是一场误会 萧红沉默了两酒 可以 但是你手里的东西 就全部还给我 我手里只有这个 洛景言微笑 你以为我会相信 萧红怒道 洛景言分明就是在耍他 洛景言淡笑不语 那神色仿佛是在说 你爱信不信 萧红握着栏杆的手 钻得直接泛白 若不是身上的疼痛 还是提醒着他 眼前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 有着怎样的身手 他几乎都想扑进去 抓着他打一顿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安静的牢房里 传来萧红用手 狠砸栏杆的声音 同时 从他口中恶狠狠地挤出了一个好刺 骆俊瑶等到牢房木门被重重地撞上 才慢悠悠地从隔壁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真是个涉事未深的公子哥啊 他说话之前都不检查一下隔壁有没有人呢 骆俊言看了他一眼 他认为五城兵马司 不会把骆家大公子 关在隔壁有人的地方 骆俊瑶怂耸肩 好吧 回去吧 没事了 事情解决得太容易了 让人很没有成就感 骆俊瑶好奇地问 大哥 你是怎么这么快抓到萧红的把柄的 你给他什么了 萧红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用秘密到上拥还不到十天 与苏尔见面也不过是三两天之前的事 他家大哥怎么会这么快就掌握了 让萧红连讨价还价都不敢的把柄啊 就算是设着王府 去调查搜证也需要时间的吧 运气好 骆俊瑶翻了个白眼 你逗我呢 还真以为我傻 不就是因为你早就盯着人家了吗 真以为他相信他是碰巧去刘商亭的吗 说不定啊 那姓孝的公子哥还没走出阳信 你就已经盯着人家了 大哥 最后一个问题 问 你既然知道苏姐姐被他要挟了 为什么不把你手里的把柄送给苏姐姐 就算你看他不爽 找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打他一顿 也不难吧 不该打听的少打听 骆俊瑶撇撇嘴 不想理着见色妄媚的大哥了 这男人心还得真呢 出了五成兵马司 骆俊瑶心情愉悦的正要上车 脚步突然一顿 扭头看向马车的后方 王妃 见他迟迟不上车 秦瑶二从马车里探出了脑袋来询问 骆俊瑶靠着车厢指着之后方的 这旁边就是齐族质子府 什么 齐族人 秦瑶二因为讨厌穆萨 对齐族人也颇有敌意 王妃 你快上车 小心那些齐族人使坏 骆俊瑶笑着摇了摇头 还是转身上了马车 待骆俊瑶坐定 秦瑶才有些好奇的问道 王妃刚才看到谁了 难道又是白静荣那几个讨厌鬼 那倒是没有 我看到齐族九王子和阮家 二公子了 虽然跟阮月楼一点也不熟 但突然要从大公子改口叫二公子 还是有些不习惯的 不知道阮家人自己习惯了没有 秦瑶二偏着头有些疑惑的道 阮家 就是丞相家吗 他们家二公子 为什么要跟齐族九王子交往 骆俊瑶怂怂肩 谁知道呢 虽然口中这么说 骆俊瑶心里却明白 阮家八成啊 是在跟齐族人谈婚事呢 只是不知道 白静荣到底给了阮家什么好处 才能让阮家能够接受一个身份敏感的女婿 对阮相来说 女儿嫁给齐族质子 恐怕是比直接让女儿去齐族和亲还要麻烦的事 带着这个疑惑 骆俊瑶回到府中就忍不住问了谢衍 谢衍倒也没有隐瞒 将她拉到自己怀里坐下 淡淡的当 也没什么 我们正在与白静荣谈刘裕的事 白静荣愿意让步 但是 她希望能给她儿子在商用的安全多一份保障 找个人成婚 谢衍点点头 骆俊瑶有些怀疑 白静荣会相信只要跟阮家大小姐成婚了 大圣就不会对静荣如何 她说她相信 至于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 就只有白静荣自己知道了 骆俊瑶靠着谢衍的肩头 这对阮家有什么好处啊 有个奇俗王子当女婿 对阮庭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总不能是阮相声名大义 甘愿为了大圣牺牲个女儿吧 要知道 就算将来不发生任何意外 至少阮月离这个阮家大小姐 还能够为阮家创造一门实力强劲的殷勤呢 谢衍把玩着她的发丝 好处自然是有的 白静荣希望这门婚事 以两国联姻的方式进行 所以 太花公主会收阮家大小姐为干孙女 此郡主封号 其族会将刘裕父亲的碎石城作为聘礼 移交给大圣 朝廷自然是要另外再补偿阮家 嗯 骆俊瑶好奇地抬起头 谢衍的 阮家那位二公子 明年春围之后就要派官了 破格题吧 谢衍点头 至少从无品 骆俊瑶表示懂了 大圣现行的科举派官制度 一甲前三名状元 一般是从六品 榜眼探花都是正七品 而且大都呢 是在汉林院待着的 至于二甲的其他进士 就只会更低了 如果这门婚事真的成了 阮家不仅出了个郡主 而且阮月楼一开始起点 就比寻常人高了许多 七品到从无品 在圣庸看来 都是芝麻小官 就是很多人一辈子 都无法逾越的高度 另一方面 齐祖以岁石城作为聘礼 阮家大小姐嫁给姬荣 就是为国捐躯 就算以后 大圣和齐祖再起冲突 只要阮月梨和姬荣 自己不做什么 朝廷也不好拿阮家开刀 如此算来 阮家除了损失了 一门未来的姻亲 倒是没有任何损失啊 况且 阮相已经是文官之首 庆家是宁王 阮月楼也还没有成婚 阮家也不真的 就差这个姻亲 大约唯一难受的 就是阮月梨了 郡主的身份 诚然尊贵 但质子夫人 齐租皇子妃的身份 却注定了 她无法在上庸皇城里 有任何其他的指望 如果可以选择 她或许宁愿自己 早些选一些 上庸一流权贵家族 嫁过去 今天 我看到阮月楼 去了质子府 是已经定了吗 太花公主那边 已经同意 收阮家大姑娘 为干孙女了 如果没有意外 明天早朝旗族 就会正式在朝堂上 提清此事 那 阮月梨呢 贤轻叹了口气 抬手扶着她的背心道 阮相会让她答应呢 此事 你之前应当看出来了 是白金融欣 跟阮婷商谈的 没有人在意阮月梨的意见 白金融和阮婷 私下商定了 然后才在双方的谈判上提起 能够兵不血刃地拿回刘玉 还顺带一个碎石城 大晟这边自然没有理由拒绝 骆君瑶也明白其中道理 只能趴在谢眼怀中 轻叹了口气 他只是有些同情 那个骄傲的阮月梨罢了 谢眼搂着她 浮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 看来 锦言那边情况不错呀 否则 瑶瑶不会将自家大哥 抛到一边 一回来就问阮家的事情 骆君瑶也打起了精神 点头笑道 我猜大哥今天晚上就能回家 谢眼微微扬眉 怎么回事 骆君瑶将骆锦言和萧红的冲突 大致说了一遍 你说 苏姐姐有没有可能成为我大嫂 谢眼想了想 苏家姑娘 与锦言倒一般配 如果骆将军不在意萧家的事的话 我觉得爹爹应该不会在意这个事 不过 苏姐姐会不会喜欢大哥可不好说 现在都是她自己在暗恋人家 说不定 苏姐姐压根就看不上她 显示笑 原来瑶瑶对锦言这般没信心呢 倒也不是 只是说不定 大哥就正好不是 苏姐姐喜欢的那一款 苏姐姐也很优秀的 这件事你就别操心了 锦言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骆君瑶小声道 他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八字还没一撇呢 他就派人去缠家萧三公子 凑巧了 那萧红不是个玩意儿 那万一萧家公子真是个良陪 他大哥不会想当男小三吧 嗯不对不对 骆君瑶连连摇头 先前大哥明明没有反对 母亲替他选未婚妻的事 可见原本并没有破坏苏姐姐婚约的计划 啊现在看来 不用问明明要不要跟他大哥相看一下了 回头啊 得找个机会跟母亲说一声 让他别忙活了 第二天刚起身 骆君瑶果然就接到了 骆家派人送来的消息 昨晚 骆锦言就已经回家了 比较悲惨的事 是因为骆锦言无法明说 他到底为什么做了消红 回去之后 还是被骆云给揍了一段 骆君瑶想起自家大哥悲催的暗恋 以及刚刚挨揍的事 决定原谅他见色妄媚的这件事了 大哥 痛不痛 骆锦言的书房里 骆君瑶毫无形象地趴在书桌边 笑眯眯地看着端坐着看书的骆锦言 骆锦言有些无奈地放下书卷看他 你这个摄政王妃 这么闲的吗 哪里闲啊 我这不是听说你挨揍了吗 过来看看你 然后我还要进宫去看阿诚和太皇太后呢 那你快去吧 骆君要站起身来 叹了口气的 其实你这又何必呢 好好跟爹爹说 至少不用受这疲肉之苦 你觉得可以说 骆锦言笑的 你是怕爹爹对苏姐姐有意见 但是 如果爹爹去查的话 未必查不到哟 父亲那里我已经说好了 他不会去查的 只要你别在父亲面前胡说八道 如果是骆锦行的话 骆银说不定真的会去查 但对骆锦言这个长子 他一向是放心的 年轻人嘛 偶尔犯点错并不是大事 骆银也不会要求儿子 一点错都不能犯呢 骆锦言点点头道 嗯 行吧 我不告诉弟弟 不过 萧家那边 你打算怎么解决啊 很快就会有人来解决这件事 骆锦言立刻明白了过来 你派人去给萧家传信了 道哥 你揍萧红 该不会是为了拖延时间吧 看商城那样 肯定不好意思去见苏姐姐 可是 萧家应该并不想跟苏家解除婚约吧 他们大概率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处理到那个女人和孩子 骆锦言悠悠地看了他一眼 骆锦言眼睛一转 笑道 我明白了 那就祝大哥 拿到功臣 骆锦言没好气地拿书 在他头顶敲了一下 你呀 去做你的正事 别整天打听这些小道消息 骆锦言默默在心里翻了个白眼 得罪女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得罪妹妹兼心上人的闺蜜 更不会有 你等着瞧吧 这几天 宫中的气压十分低沉 让本就因为人少 而显得有些空旷寂寥的皇宫 阴沉得几乎要滴出水来 不过 这些都跟谢承无关 自从搬出后宫 谢承觉得 自己每一天都过得格外开心 昨天皇叔又将几个半读都送了回来 有人做伴谢承就更加开心了 只除了 每天早上去给母后请安 从太后宫中出来 谢承有些念头大脑的 跟在他身边的内侍宫女 也是战战兢兢的 前些天呀 王爷将陛下身边的近身内侍都换了一批 他们呢 都才在陛下跟前伺候的几天 这几天 陛下每天去给太后请安 那气氛虽然算不得火爆 却也足够让他们惶恐不安了 今天太后更是全程没有给陛下一个眼神 说话也是阴阳怪气 完全不像是对着自己唯一的儿子 只因为陈恩侯夫人娘家兄弟 被摄政王罢出了官职 不仅如此 摄政王还禁止陈恩侯府的两位小公子进宫 这事 昨个太后啊就闹过一场了 听说摄政王没有搭理 于是今儿早 这气就发到了陛下身上 谢承一路走到太皇太后的宫门口 心情也没能好起来 她不是不想孝顺自己母后啊 太父从小就教导她 摆善孝为先 但是母后总是强迫她做一些 她不想做的事情 还总是说了为她好 可是 她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好 只要她反驳 母后就会说她还小 不懂事 只要听话就可以 但母后说的话 有些即便是她还小 也知道是不对的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小小的谢承十分苦恼 阿承啊 这是怎么了 骆俊瑶走到太皇太后宫门前 看到低着头 也正要往太皇太后宫中走的谢承 只是小孩子 捏哒哒的 好不可怜的模样 谢承看到骆俊瑶 小脸不由亮了亮 小婶婶 你好久没来看阿承了 小孩跑到骆俊瑶身边 拉着她的衣角晃晃 骆俊瑶笑的 哪里有好久 我前几天才刚刚进宫来啊 那也有好几天了 小婶婶还说 要带阿承出去玩呢 骆俊瑶诗笑 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那是我不对 以后一定多多进宫来看阿承 阿承是来给太皇太后请安的吗 谢承点了点头 阿承刚刚去给母后请不安了 谢承并不希望小婶婶误会她是个不孝顺的孩子 这么晚才来给长辈请安 那就一起进去吧 听皇公公说 太皇太后一般这个时候醒着 阿承这个时候来得正好 两人牵着手进去 太皇太后果然醒着 今天天气不错 大殿外的台阶上 放着一个铺着厚厚被褥的躺椅 太皇太后就靠在躺椅上晒太阳 她一眼就看到两人从外面进来 笑着朝两人招手 你们怎么一道来了呀 两人连忙快步走了过去 谢承蹲在太皇太后身边乖巧的道 阿承在门口 逝到了小婶婶 皇祖母 你今天好些了吗 太皇太后抬起枯瘦的手 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皇祖母很好 阿承在外面习惯吗 谢承点头道 阿承也很好 那就好 那就好 阿承啊 要好好地读书 听太父和你皇叔的教诲 知道吗 阿承知道 谢承应道 太皇太后让人搬来座椅 让两人在身边坐下 拉着骆俊阳闲聊 谢承坐在一边听两人说话 她一个小孩子也不觉得无聊 反倒是太皇太后怕孙儿坐不住 让人带她去花园里玩玩 看着谢承离去的背影 太皇太后叹了口气 以后啊 阿承 就要辛苦你和知妃了 乐俊阳心中一酸 连忙道 您这是说的什么话 阿眼是阿承的皇叔 辅佐照顾他是应当的呀 太皇太后摇摇头 我若是还在 倒是没什么 等我不在了 事情 恐怕还多着呢 所以 伯母 您一定要长长久久 太皇太后笑了想 这世上 哪里来的长长久久啊 她到了这个岁数 倒还不至于连这都看不透 只是不放心罢了 骆俊阳也不想跟太皇太后 聊这么沉重的话题 编辑了一些小事 跟太皇太后说 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 她最近做的事情上来 太皇太后经历不济 大多都是骆俊阳说着 她听着 偶尔才说上一句 听骆俊阳说完 太皇太后方才道 你的想法很好 骆俊阳笑的 暗眼还说很难做呢 做成了 还会影响别人 太皇太后摇头 能不能成 我不知道 我是说 你有这个想法 愿意为了别的女子的处境出力 这样的想法 很好 骆俊阳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也是女子啊 能做的话 自然是要做一些的 太皇太后轻叹了口气 朱氏 恐怕不会同意吧 我还没跟她说呢 这种事 目前不用跟太后说吧 你不说啊 她心里恐怕更难受 骆俊阳耸耸肩 我跟她说不到一块去 她这个样子呀 倒也不能全怪她 他们朱家 从来就不惜女子抛头露面 便是在东陵朝上过书院的 那也寥寥可数 当初 我和高祖 也并非没有迟疑过 只是 当时实在找不到 比他们家更合适的姑娘 当时老朱侯还在 朱家上下看着 也没什么问题 谁想 朱侯英年早逝 没几年 高祖和皇儿也走了 朱家雁看着日落西山 她骨儿寡母的 太皇太后摇摇头 事事无常 便是身在皇家 也同样如蝼蚁 又如何能左右天意呢 这几天 她虽然竭力想教导 这个儿媳妇 奈何一来 年事已高 精力不济 二来 朱太后从小被朱家教养 那温柔弦说的外表下 竟有着几分 外人难以察觉的固执 有些事情 不是外人几句话 就能说通的 骆俊阳握着她的手 轻声道 您爹担心 事情总是会慢慢好起来的 太皇太后笑了笑 身后哪管身前事啊 若我当真撒手人寰了 这些事便是想管 也管不着了 幸好如今有了你 我呀也能放心一些 想做什么呀 就去做吧 趁着我还有一口气 若是需要什么 就跟我说 骆俊阳觉得眼睛有些微微的发热 雷王点头道 是 我记住了 您放心 太皇太后拍拍她的手 好一会儿也没有再说话 骆俊阳顺着那枯瘦的手 慢慢往上看去 太皇太后已经闭着眼睛 睡了过去 今天的早朝 格外的热闹 解眼 坐在放置在龙椅一侧的盘龙胶椅里 单手靠着椅子扶手 听着底下的朝臣 秉奏事物 单臂之上 正上方的龙椅里 空空荡荡的 小皇帝 并没有参加今天的早朝 等到最后一位官员承奏完毕 解眼方才问道 诸位还有何事 众臣坚默不言 显然是无事要揍了 解眼点点头 既然没事 本王有一事 需要诸位议议 站在文官最前排的阮庭 抬头看脸上位的解眼 若有所感 王爷请说 诸位想必也听过 宋文月宋先生 还有萧远侯玉明秋 崔将军之子 崔子颖都回来了 他们如何安置 还需诸位给个意见 文言 原本安静了大殿上 顿时有些热闹起来 站得近的大臣们 交头接耳地交换意见 站得远的 只得以眼神示意 谢言也不管他们 只是坐在上方 目光平静地 注视着殿中众人 过了半晌 方才开口道 阮相 立部尚书 你们二位是什么意见 立部尚书看看阮庭 等他先开口 阮庭略意思索道 启离王爷 文岳先生 乃是我大圣功臣 高祖皇帝和先帝生前 也对其念念不忘 如今他历劫归来 自然是天大的喜事 臣建议 请陛下赐先生爵位 依照陛下恩德 以扬先生功绩 谢言不知可否 等着他继续 至于肖远侯 君中之事 非臣所能及 恐怕还需兵部和力部商议决定 玉明秋失踪后 先帝本就赐予的爵位 虽然他没有家人子嗣 导致爵位无人继承 却依然是存在的 若是再加封 显然不合适 况且 玉明秋才三十多岁 摄政王竟然提起 自然没有让他就此行妇在家的意思 说完这两位 阮庭便闭了嘴 显然没有再说的意思 他身后 立部尚书这才出脸 启禀王爷 以臣之见 文岳先生 有大功于社稷 臣恳请王爷 加封文岳先生 功禄大夫贤 至于肖远侯 肖远侯 本是先帝时清卫统领 臣请肖远侯 为玉林君副统领 这话一出 立刻就有人提出异议来 一个文官出脸 廖大人所言 恐怕不妥 立部尚书厕首 何处不妥 那人看了眼座上的谢眼 迟疑了一下 肖远侯 才刚回归上庸 就担此要职 恐怕 他话虽然没说完 众人却明白他的意思了 玉林君是负责皇宫和皇帝安慰的 玉明秋好多年下落不明 一回来就统领玉林君 这出了问题 谁负责呀 他这话一出 不少五官眼底都不由流露出怒涩来 毕竟 谁也不愿自己有朝一日出了什么事 受尽苦楚 回来之后还要再受自己人的质疑 这时一时却也没人敢上前 为玉明秋说话 玉明秋曾经是先帝的暗卫统领 虽然也带兵上阵 但跟大多数将领都不熟 而且他也确实失踪多年 谁也不敢打包票 他就真的不会有问题 大殿里一时漠然 骆云扫脸众人出列道 臣愿为萧远侯担保 骆云说完顿了一下 不等众人说什么 有继续的 但 臣也赞同黄大人的意见 萧远侯 不适合担任 玉林军副统领一职 谢眼似有了些兴趣 微微轻声 定谷公请说 威武大将军即将卸任 臣认为 萧远侯可以担当此任 这话 唯一于像油锅里泼水 原本还算安静的朝堂 立刻就炸了 五卫军是不爱着皇帝和皇宫了 但五卫军负责助手整个经济啊 这是要将整个上庸的安危 都交到一个好几年下落不明的人手上啊 大将军 这是不是有些 凝王站出来 斟酌着的 本王 并非不相信大将军和萧远侯 但是 如此 恐怕难以服众 我只是提个建议而已 是否采用 自然还是摄政王的意思 你根本连这个建议都不该提啊 可惜 洛云提都提了 谁也不能将他的话再重新塞回去 于是 众人都只能看向谢眼 在心里期盼着 摄政王殿下能驳回这个离谱的建议 大殿上 谢眼目光淡淡地扫过众人 老王觉得 金国公所言有理 众人无语 看向谢政王殿下的目光 也不由多了几分怀疑 王爷 你到底是真的觉得他言之有理 还是因为他是你岳父 才觉得言之有理啊 洛云哪里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呀 心中轻哼了一声 这哪里是他的建议啊 分明是谢眼自己的如影 请王爷三思 萧远侯战功赫赫 当年亲赴关外 先后斩杀数名叛臣和齐族将领 虽然重伤力竭 被迫滞留齐族数年 却始终坚守气节 是为大圣武将典范 如今他脱身归来 就正当圣命 朝廷若以疑心待他 如何不寒了功臣的心呢 一人出列的 但是王爷 但是王爷 听说萧远侯断了一臂 五卫军统领一职 是否过于勉强啊 以臣等之见 玉将军这些年 定然受了不少苦楚 不妨先将身体养好 再说其他 谢眼清笑了一下 魏武大将军即将卸讲 以诸位之间 何人可当此大任 这 众人又有些犹豫起来 魏武大将军 虽不及定国 镇国大将军 却也是位高权重的 因五卫军镇守京畿 这个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但是 如今当年跟随 高祖打天下的老将军们 不是已经去世 就是早就已经一样天年 朝廷上下 能够担此重任的将军 几乎都是谢眼和洛云的麾下 无论是让洛云的人接手 还是谢眼的人 显然都不是朝臣们 愿意看到的 并非他们此刻 就怀疑谢眼和洛云的忠诚 而是本能的权力平衡 或者说是未雨绸缪 相比之下 玉明秋身为先帝当年的心腹 反倒不算是个 难以接受的人选了 只是 人心多变 玉明秋如今还住在摄政王府 谁知道 他到底是依然忠于皇室 还是已经倒向了谢眼呢 谢眼也不着急 淡然道 中卫既然无法决定 此日便先放一放 只是重整五卫军已经开始 魏武大将军不可一日无人 本王希望半个月内 诸位能给本王一个满意的人选 见谢眼没有强推玉明秋的意思 众臣心里倒是暗自松了口气 齐声应事 对谢眼的言外之意也了然于心了 如果半个月内他们推不出来一个满意的人选 就只能接受摄政王的安排了 不知王爷 那崔子颖又该如何处置 阮庭公身问道 崔子颖跟宋文月和玉明秋不同 后两位是前后两代帝王惦记的功臣 崔家却因为当年余臣叛变而家破人亡 崔子颖呢 更是失踪了近十年 谁也不知道他当初到底是如何失踪的 更不知道他这些年在做什么 崔子颖当年被余臣所服 这些年一直被关押在七族 王爷如何确定 他不是与余臣同谋 自然也有人反驳了 当年崔老将军正是发现余臣有反心 带兵前去救援栗战而死 崔子颖怎会与余臣同谋 谁知道崔老到底是因何而死啊 再说即便他与余臣无关 但余臣既是他女婿又是他养子 更是他一手提拔 余臣叛国 崔家难辞其咎 但崔老将军已经战死了 当年先帝也未曾追究崔家责任 崔子颖何故 朝堂上再次争执了起来 有人认为崔家有罪 崔子颖这些年下落不明 更是不能信任 要求将其收押 有人则认为啊 当年先帝并没有下旨追究崔家罪过 更何况 崔辽是最先追随高祖的人 战功赫赫 对大晟开国有不适之功 他唯一的后人应该善待 要求收押崔子颖的文官要多一些 而武将大多还是倾向于善待崔家后人的 双方争执不下 眼看着就要发生一场经典斗殴了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宁王 才惊咳了一声 不知摄政王是什么想法 宁王不仅是四大府城之一 更是皇帝的书公摄政王的亲叔叔 他开口 其他人自然还是要给他面子的 原本闹哄哄的大殿 瞬间很快便又安静了下来 崔家和于晨的事 当年皇兄已经盖棺定论 众人漠然 王爷的意思是不会再追究崔家了 毕竟当年 虽然朝堂上也是纷纷扰扰的 但从头到尾 先帝也没有颁布过任何 责罚崔家的诏书啊 但许多人心中认为 那是因为崔家人先一步都没了 崔夫人病逝 崔辽战死 崔家大小姐自尽 崔子颖失踪 崔辽毕竟曾有大功与大胜 先帝自然没有必要再追究到底 显得皇家刻薄寡恩 王爷的意思是 谢眼居高临下地 看着底下的众人 老王知道诸位的意思 崔家后人将会以行动 为崔家和崔老将军 洗去当年的屈辱 众臣对势了一眼 有些不解摄政王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王爷还想要重用崔子颖吗 王爷要恢复崔子颖职位 崔子颖当年也是有官职在身的 不过 当初他年纪还小 品级不高 因此对他的官职 并没有什么人在意 但他们对摄政王继续重用崔子颖 还是颇有威慈的 自然不是 本王说了 崔子颖会洗去崔家当年的屈辱 诸位 被摄政王的目光扫过 之前想要收押崔子颖的大臣 只觉得背脊一凉 联盟道 王爷的话 陈等自然是相信的 但是 王爷说崔子颖会洗去崔家的耻辱 不知是什么时候 一个月内 四十中 陆续有人从议政大殿中出来 刚刚下来早朝的官员们 三三两两的结伴往外面走去 一边走 一边议论着早朝上的各种事情 还有不少人凑在阮庭身边向他道贺 就在刚刚齐族的那位荣夫人 带着齐族九王子姬荣 亲自觐见了摄政王 表示愿意以流域和碎石成为片里 求取大圣丞相嫡长女 这自然是双方早有默契的事情了 因此 摄政王也没有花费多少时间 询问了丞相和诸位大臣的意见之后 便定下了这桩婚事 丞相嫡长女阮月梨 册封为郡主 与其族九王子姬荣联姻 阮庭神色自若 谢过了众人和宁王一道 并肩往宫门外走 最后出来的是谢雁和洛云 跟在他们身边的 还有刚刚到户部就职的魏长亭 魏世子一身飞色文官官服 倒是月显风度翩翩 一派天之骄子的风凡 他这个年纪的护部侍郎 确实要羡慕坏了上庸里 一肝子孙不争气的逊贵们了 宋先生只是封个诀 有些缺财了吧 空禄大夫什么的 也是个虚职 对许多官员来说 能得到爵位 自然是梦寐以求的 但宋文月有精识之财 年纪也不算很大 就这样荣养在家 未必合他心意啊 谢雁侧手看了他一眼 薛神医说宋先生的身体 还需要休养 不必着急 魏长亭厅厕手打亮他两眼 你已经有打算了 谢雁锤眸淡淡的 冲雨过后再说 魏长亭瞬间恍然大悟 哦 你想让文月先生 做明年春围的主考官 这是个临时性的职位 春围将近的时候 才有皇帝从大臣中钦点 宋文月若是有了爵位 又依品光禄大夫之贤 自然也有资格 出任主考官的 而一旦他成为主考官 这一届上榜的进士 都需称他一声作诗 等到科举结束 再授予实职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谢雁并未作答 而是看向洛云 岳夫认为 如今朝中 可有其他能指掌 武卫军的人选 洛云摇头 王爷若铁了心 要整顿武卫军 朝中恐怕无人能胜任 若玉将军不成 就只能从外面调人回京了 这些年 朝廷连年大战 有本事的将领 早就上战场去了 留下来的那些 太平无事的时候 统领武卫军倒也罢了 谢雁竟然要大力整顿武卫军 那些人恐怕就不大型了 若非看好玉明秋的能力 即便谢雁是他女婿 洛云也不会替玉明秋说话 谢雁摇头道 卫武大将军之旨 至少需要定国军 或者镇国军中军副帅担任 或战功显赫 德高望重的义军主将担任 如魏长廷顾绝这样的后起之秀 虽然攻击也不弱 却还差点意思 不错 所以 玉将军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 如果玉将军这个时候没有回来 王爷打算如何 玉明秋回来是意外 但整顿武卫军却不是 谢雁笑了笑 若是如此 恐怕他们更加无法接受 洛云了然 如果玉明秋没有回来 谢雁就打算亲自执掌武卫军了 可见谢雁对武卫军武备 松弛的现状是何等不满 三人说话间已经快到了宫门口 远远的 就看到骆俊瑶站在宫门下 朝他们招手 爹爹 阿爷 带他们走得近了 骆俊瑶才笑着迎了上来 骆云看到女儿也很高兴啊 瑶瑶这是去探望太皇太后了 怎么不回去 在这里等着做什么 我刚出来 就看到好多人都往外走 就猜到你们快出来了 太皇太后可还安好 骆俊瑶点点头 精神还好 我陪着太皇太后晒了会儿太阳 说了会儿话 她睡了我才走的 大家都知道太皇太后如今的情况 也不知能说什么 骆云恋爱的拍了拍女儿 走吧 该出宫了 骆俊瑶点点头 拉着谢眼的手 跟在骆云身边一起往宫外走 魏长廷看看两人牵在一起的手 忍不住在心中叹了口气 这几天刚到户部忙得天昏地暗的 一大早来上早朝 反倒是向闲下来喘口气了 只是这片刻的清闲 却让魏世子觉得 自己真的有点羡慕谢眼 嗯 什么时候冷霜姑娘也能来接本世子下朝就好了 魏世子在心里做起了白日梦 阮家 听说父亲下朝回来 阮月离快步走出自己的小院 往父亲的书房走去 她美丽的面容比往日更显冷漠和黯然 跟在她身后的阮月楼想说什么 却终究还是什么也没能说出口 只是跟在她身后陪着她往外走 阮月楼对这个妹妹是心存愧疚的 虽然这并不是她的主观意愿 但谁也不能否认 她是从妹妹这桩并不情愿的婚室中获利的那一个 两人穿过花园的时候 看到前方不远处的池塘边坐着一个人 丞相府的下人很是勤快 池塘里的枯河早已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虽然少了枯叶残河的销索苍凉 空荡荡的水面却也难免少了几分趣意 坐在池塘边的男子却是一道风景 白衣如雪 长发披散在身后 颇有几分世外仙人的洒脱不羁 两人脚下一顿 那是雪崖公子 或者应该说那是阮硕 寿宴第二天 阮家就向整个上庸权柜宣告了 巡回阮家大公子的消息 阮庭虽然没有亲自去明英阁 却也派了府中总管和阮家二房的叔叔去接他 雪崖公子倒也没多说什么 就这么跟着回来了 从此阮家多了一个大公子 而阮月楼变成了二公子 因为这件事啊 阮夫人病了一场 如今还躺在床上呢 这对阮夫人来说 确实是一件憋屈 却又不能说的事情 嫁给阮婷之前 虽然早就知道自己是济氏 但阮婷的妻儿都不在了呀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 突然冒出一个嫡长子来 阮夫人心里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呀 然而 不高兴也不能在外面表露出来 稍有表露旁人便会认为他容不得原配的嫡子 除了病了 阮夫人还能如何 就是这样 外面那些风言风语也没有消停过 虽然雪崖公子已经回到府中好几天了 但无论是阮月楼还是阮月梨几乎都没有跟他说过话 他们还没准备好 要怎么跟这个突然出现的兄长相处呢 当时阮夫去找了雪崖公子几次麻烦 但阮夫那脑子自然没能占到什么便宜 反倒是被父亲给训斥了一段 似乎察觉到两人打量的目光 雪崖公子回过头来看向两人 俊美绝伦的容颜上展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似乎没有丝毫的恶意 阮月梨很快移开了眼眸 继续往前走 雪崖公子也不在意 目送两人的背影离去 又转过身继续盯着眼前的池塘 不知在想些什么 书房里 阮婷正坐在书案后面提笔书写着什么 外面传了一阵嘈杂声 阮婷皱了皱眉头 抬头道 什么事 门外有人回答 骑兵老爷 大小姐说要见老爷 阮婷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对这个嫡长女很是失望和不满 阮月梨才貌俱佳 本该是最让他宠爱和满意的女儿 然而这个女儿啊 却让阮婷有些头疼 为他选好的夫家 他看不上 一心盯着泄眼 如今竹篮打水一场空 却将自己蹉跎到了这个年岁 这就罢了 若是阮月梨就此知错 听从他的安排也好 可惜 他却依然桀骜不驯 阮月梨的所思所想 阮婷未必不知道 他只是觉得他天真可笑 真以为这世上 人人都能是白静荣吗 且不说白静荣的出现 有多少天时地利人和 就算他真的是白静荣第二 阮家也不需要一个野心勃勃 声名狼藉的女儿 既然 他不愿听从父母的安排 阮婷也不想再多费心思了 嫁给其族九王子 也算是他报答阮家的养育之恩了 也不辱没他丞相嫡长女的身份 让他进来 外面安静了下来 片刻后 阮月梨推开门进来 跟在他身后的是阮月楼 何事 阮婷站起身来 放下了婉起的衣袖 漫步走到一边坐下 阮月梨望着父亲 咬牙道 父亲 我不想嫁给其族九王子 阮婷定定地望着他 那 你想嫁给谁 阮月梨沉默不语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嫁给谁 他心中忍不住有一丝愤恨 他为什么一定要嫁给谁呢 他自然才学能力不比家里的兄弟差 为什么摆在他面前的却只有嫁人一条路 阮婷淡淡地道 当初我和你母亲 为你选了几门亲事 你都不满意 当时你年纪小 便也罢了 现前我跟你说 洛家大公子 你偏要盯着谢言 如今谢言娶了洛家二姑娘 你以为洛家会不知道你的盘算 洛家还能看得上你 阮月梨垂在袖底的纤细手指紧紧地攥起 他追眸道 我没想高攀洛大公子 那你自己算算 如今上拥还有几家跟你合适的人家 安城王府和定阳侯府 你就别想了 他们家不会娶丞相府的姑娘 凌川侯府嘛 非常情 倒也算是个人才 但他是泄眼的人 你觉得他会愿意娶你吗 阮月梨欲戎飞侠 一个规格少女 被自己的父亲当面一个个盘点 看不上自己的男人 这种羞耻足以让绝大多数的女子 当场羞耻的痛哭流涕 阮月梨虽然没有哭 却也说不出话来 方才早朝上 齐族人已经当店向大晟求亲 摄政王已经答应下来了 你啊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回去好好待着 安心准备吧 白净荣急着回齐族 恐怕没有多少时间准备婚礼 说吧 阮婷看向阮月梨 你这些天也别乱跑 你母亲身体不好 婚事上你多盯着一些 阮月梨看了看沉默地 站在一边的阮月梨 点头道 是 父亲 阮月梨看了看父兄 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出去 父亲 月梨他 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妹妹啊 阮月梨还是忍不住开口 阮廷抬手阻止了他想说的话 沉声道 他这个性子 嫁进尚拥权贵之家 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阮月梨也知道 自家妹妹的性格在上庸归秀中不算好 若不是丞相府嫡女的身份 恐怕会更不受待见 但是 与旗族联姻 未必一定要阅离吧 吉荣不是普通旗族王子 而是质子 就算是要联姻也犯不着将丞相府的嫡长女贡献出去啊 阮廷轻哼了一声 你以为白静荣那么好糊弄 普通贡女 他如何肯拿出一座城来 阮月楼忍不住皱眉 他虽然尚未入朝为官 但毕竟是丞相嫡子 所见所闻自然不同常人 以儿子之见 白静荣有求于大圣 这碎石城 就算不联姻 他也未必就不会给 若说他只是为了与大圣联姻 给他儿子找个靠山 就宁愿多给出一座城 恐怕有些说不过去 白静荣是那种慈母心的人吗 恐怕碎石城本身就是他的底线 只要肯慢慢磨 白静荣早晚会松口的 若真是如此 反倒是大圣多陪进去 一个丞相嫡女 阮庭默然不语 父亲 阮月楼疑惑地看向阮庭 阮庭抬起头来 放着儿子道 你能想到这些 很好 至于白静荣为什么如此 或许 不管再怎么冷血的女人 终究还是个母亲吧 既然早晚要将碎石城拿出来 多为他儿子 在上庸找一个依靠 他何乐而不为呀 阮月楼默然 既然父亲也想到了这个 又为什么要答应齐足的婚事呢 很快 他又想到了 阮家在这桩婚事上得到的好处 如果一直拖时间谈判 纵然谈成了 阮家也没什么好处 而如今呢 不仅节省了时间 阮家还得到了不少朝廷的补偿 比如郡主的封号 再比如 而对朝廷来说 不过是给出去一个郡主封号 每年一点俸禄 以及一个不高不低的官职而已 并没有什么损失 甚至有可能在齐足王子身边 再安插一个钉子 阮庭知道他想明白了 挥了挥手道 既然明白了 就出去吧 看好月里 别让他任性妄为 还有 阮庭皱了皱眉 似乎想起了什么 让他极为不愉快的事情 好一会儿才到 那个血牙 离他远点 别去招惹他 是 父亲 阮月楼注意到 父亲称呼他那位刚回来的大哥 依然是血牙 而不是他真正的名字 阮硕 丞相府嫡女 被赐婚给齐足九王子姬荣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几乎立刻就引得整个皇城 议论纷纷的 堂堂丞相嫡女 竟然被指婚给一个质子 若不是阮庭依然高须文官之首 若不是阮月楼被封为郡主 若不是齐足拿出刘裕和碎石城 当作聘礼这些消息 几乎要让人以为 阮家是不是要没落了 于是 人们讨论过后一致认定 这件事唯一让人同情的对象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阮月楼 纵然被册封为郡主又如何呢 从嫁给一个齐租质子开始 就注定了阮月李以后的人生 只能是一片冷清冷 上庸的贵妇们 不会将她当成自己人 没有人会想要跟一个 齐足人的妻子打交道 也没有人会认为 一个齐足质子的夫人 有什么结交的必要 哪怕她是丞相千金 甚至 最连阮家自己 如果不想让人认为 他们跟齐足关系密切 都会减少和女儿的来往 就算将来纪容被放回齐足 阮月李能够成为 真正的齐足九王子妃 但是 对上庸贵女来说 谁愿意离家万里 与亲朋分离 去齐足那样的蛮荒之地 当王妃呢 阮月李在贵女中 人缘一般 这消息一出 也没有人上门探望和安慰她 自然也没有人 能上门讥笑嘲讽她 骆君尧也没有去阮家 她跟阮月李 本就没什么交情 而且这种时候上门 无论说什么 其实都像是在落井下石 在别人伤口上撒盐 骆君尧坐在静元的秋千里 发着呆 身边放着一本厚厚的册子 册子向上打开 上面写满了各种 或规整或凌乱的字迹 启禀王妃 有位姓罗的夫人求见 两个丫头匆匆过来 攻身禀告道 罗 骆君尧很快反应过来 起身的 请她到何丰院 是王妃 骆君尧飞快地收起了册子 抱在手里 漫步往外走 走了几步 突然想起了什么 问道 对了 玉将军今天在不在府中啊 凤俊笑道 听说玉将军一早 就跟宋先生出去了 不在府中 骆君尧点了点头 秀眉微醋 这玉明秋在搞什么鬼 阿眼说她的侯府都已经选好了 很快骁眼侯回来的消息 就会传遍整个商用了 玉明秋的爵位 是她失踪之后先帝追风的 又因为她暗卫统领的身份 当初并没有召告天下 只有朝中有资格上朝的官员才知道 但如今既然要开府 之后玉明秋还可能担任魏武大将军一职 自然不可能再悄无声息的就办了 宋剑笑道 或许玉将军是打算整理好了侯府 在伊井还乡回去接夫人呢 骆君要摇摇头 嗯 我觉得呀 她要玩 或许有的女子会因为这突如其来 伊井还乡的戏码而欢喜莫名 但她觉得 那位罗娘子 比起看到玉明秋风光无限的 接她去当侯夫人 更愿意自己的丈夫回来之后 第一时间就回家 凤剑跟她的看法显然是不一样的 玉夫人等了玉将军这么多年 应该只会高兴才是吧 罗俊瑶点头的 是会高兴啊 那高兴完了之后呢 轻叹了口气 骆君要继续道 找个人在门口看着 万一玉明秋回来了 给她提个醒 哎呀 我可真是操碎了心呢 是 王妃 奉剑笑道 虽然王妃私底下总是嘀咕 玉将军不是好人 却还是担心她和玉夫人的关系 罗娘子坐在和风院里喝着茶 她坐得挺直 心里却难免有几分忐忑 想到那位看起来年纪还很小 却极有可能是当朝摄政王妃的姑娘 罗娘子又忍不住 纠结自己来这一趟 到底对是不对 她原本守着自己的小铺子过活 这些年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倒也没什么不好 但毕竟是自己经营着一个铺子 罗娘子早已经不是那个 曾经在家里靠父兄 出嫁靠丈夫的闺中女子了 摄政王妃离开之后啊 她握着那个牌子 想了许久 她真的就想一辈子守着一个小铺子 等着一个永远都不会回来的人吗 她不介意永远等着她 一个人过一辈子也没什么 她并不觉得自己再嫁一次 就会比一个人过得好 但是 在此之外 她是否也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呢 从前没有什么机会 她自然也不会多想 但不可否认的 那位王妃的话 确实让她心动了 日复一日守着一个小铺子 做同一件事 其实并不有趣 或许 她可以做得更多一些呢 深夜 她躺在床上 还握着那木牌 辗转反侧 白天 坐在铺子里刺绣的时候 也神思不数 甚至不小心刺到自己的指尖 最后啊 她还是决定走一趟 摄政王府总不至于 算计她一个小小的绣房吧 罗姐姐 骆俊瑶从外面走了进来 就看到罗娘子 坐在花亭里发着呆 罗娘子闻声一震 很快就回过神来 连忙起身 啊 民父拜见王妃 骆俊瑶连忙扶住了她 笑道 罗姐姐不必多礼 咱们坐下说话 罗娘子谢过 跟骆俊瑶一起走到桌边坐了下来 罗姐姐既然来了 显然是对我的提议有兴趣 骆俊瑶笑着问道 罗娘子正悄悄地打量着骆俊瑶 摄政王取了骆俠二姑娘这么大的消息 他自然是知道的 不过 也是到了此时 才敢真正地仔细打量这位王妃 身形娇小鲜喜 容貌却生得极为精致美丽 她眉眼含笑 眉目流转间 顾盼神非 更是显得整个人充满了活力和灵动 这样的姑娘 一看就是受尽了千娇百宠的 谁会不喜欢呢 罗姐姐 罗娘子连忙回神道 王妃不嫌弃 我只有一个不值钱的小铺子 我也愿意为王妃效力 罗俊瑶笑道 我从未亲自经营过什么 罗姐姐独自一人将绣房打理得那么好 已经比我强太多了 罗姐姐愿意相助 我感谢还来不及呢 我娘子笑了笑 并没将这话当真 摄政王妃确实没有亲自经营过什么 但只要她想 多的是人愿意为她效力 想了想 她还是忍不住问她 摄政王府能人辈出 王妃若是需要 想必洛家也会提供帮助 民妇只是个没什么本事的普通人 不知为何能得王妃垂暗 洛俊瑶看了看罗娘子 沉映了片刻才到 首先 自然是因为罗姐姐经营绣房的本事 另外 罗姐姐既然认得摄政王的牌子 就应当明白 不管做什么 我还是希望找一些人品底细 都能信得过的人 罗娘子也不意外 看到摄政王府的牌子 她心里多少就有些猜测 毕竟 这些年摄政王府 一直都在送抚恤金给她 她虽然没有见过摄政王 但她一个弱女子 能平平安安地经营一个铺子 到如今都没遇到过什么大事 自然也是有人在暗中看顾的 想起已经顽固的丈夫 罗娘子的心里 有些黯然酸楚 多谢王妃 我没有问题了 王妃看得起我 我一定尽我所能 罗娘子笑道 罗军瑶也不好直接戳穿玉明秋 已经回来的事情 只能在心中将玉明秋又骂了一顿 伸手握住罗娘子的手 我又不是想要罗姐姐为我做事 咱们算是合作 罗姐姐放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罗娘子以为她说的是绣房的事 也抛开了心中的悲伤 点头的 王妃说得对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罗娘子的起落方虽然不大 但毕竟是在这一行经营了多年的 她对绣房绸缎行业的了解 自然是比骆俊瑶这种 除了买衣服 什么都不懂的人要多得多 如今大胜最大的两个绸缎豪商 齐佳和顾佳 他们自己有地有电笼 重丧养产 货门下有专门的人家收缠司 他们有制造房 自己制造绸缎布料 有开遍全国的绸装绣房 负责销售 虽然也收一些普通人家 纺制的粗布或者绣活 却大都是一些利润博 攻下层普通百姓消费的东西 真正赚钱的大头 他们都是牢牢地 把控在自己手中的 如此一来 后起的商户 想要出头抢他们的生意 自然也不容易啊 因为投入要非常的多 从重丧养产 到最后成品摆上柜台 普通的小商户 根本就承担不起 骆俊瑶听着罗娘子 将如今上拥绸缎绣房的格局 以及经营思路 认真地记在了心里 也将自己的计划 跟罗娘子说了一些 罗娘子对这位 年纪不大的社者王妃 竟然有如此大的野心 颇为惊讶 但很快又平静了下来 摄政王妃背后 有摄政王府和骆家支持 虽然与他们这些 小门小户不一样了 倒也不必太过大惊小怪 两人一聊 便是将近一个时辰 罗娘子挽谢了骆俊瑶 邀请他留下吃晚饭的提议 起身告辞了 两人约好 过两天去看看 骆俊瑶准备的 建功绣房的地方 起罗芳是没有自己的 脂肪和绣娘的 从前的绸缎布料 都是从一些绸缎商手中 批量进货 或者是低价收购一些 普通人家自己制的布料 赚取利润 绣品就只有以罗芳里 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三个女子 再加上平时收一些散见 虽然是在上庸皇城里开店 毕竟也赚不了多少钱 骆俊瑶不打算 在上庸开铺子买东西 就只跟罗娘子合作 将工房的成品 放到以罗芳销手 最后大部分货物 还是得他自己 领寻出路的 这事啊 如果是别人来跟罗娘子说 罗娘子恐怕 也未必会大理他 毕竟 骆俊瑶口中说合作 事实上别说是商品了 他现在连工房 都还没有影子呢 但罗娘子 还是决定试一试 不仅仅是因为 摄政王府的关系 更多的 大约是他真的太无聊了吧 若不是找些事情来做呀 他也不知道 往后这几十年的时间 自己该怎么过 凤剑亲自将罗娘子 送出了摄政王府 罗娘子含笑 与他告辞 转身 便往自家的方向而去 一路往回走 罗娘子的心中 还在想着 方才跟摄政王妃聊的事情 他心中 隐隐地有些期待起来 希望摄政王妃 所说的一切 都能实现 他身在市井 虽然自己不愁吃穿 却见过太多的悲剧 他如今铺子里的一家三口 就都是被迫流落上庸时 被他收留的 但他毕竟只是个普通女子 能做的 也只是收留这一家三口而已 无论王妃那些计划 到底能不能行 至少今年冬天 可以少死几个人了 罗娘子正低头思索的时候 前方传了一阵马蹄声 摄政王府外面的街道 宽敞平坦 却并没有多少行人 但罗娘子还是习惯性的 往更边上靠了靠 街道的尽头 几个人策马而来 因为是在城中 速度并不快 街上的行人 也并不受惊扰 看到最前面 马背上的男人 罗娘子却不由呆住了 那男子正侧手 跟旁边的中年如生说话 罗娘子只能看到半边脸 但只是这半张脸 却也足够让他辨认出 那人的身份了 或许是他的目光过于专注 那人猛地扭头过来 将目光射向了他所在的地方 那一瞬间 罗娘子也不知道 自己在想些什么 后退了一步 正好将自己 置于一顶路过的官教一侧 那不知是哪位大人的教子 正好将他完全挡住了 罗娘子有些茫然地 随着教子一路往前走 直到转过街角 才停了下来 他靠在街角的墙边 悄悄探头 看向方才的来处 看到那几个人 已经在摄政王府的大门前 停了下来 玉 玉明秋 虽然只看到一个侧脸 但罗娘子很清楚 那就是玉明秋 曾经相依相伴多年的丈夫 即便他离开的时间 已经比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久 但他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他还活着 他就在京城 就在摄政王府 可是 他却不肯回去看他一眼 玉明秋和宋文月 从城外回来 翻身下马 宋文月见玉明秋 不停地往另一边望去 仿佛是在找什么人 看什么呢 玉明秋摇摇头 方才像是有人在看我 宋文月笑的 小院后归来 有人看你不是正常的 难不成 还有人敢在摄政王府外面偷窥 玉明秋笑了笑 没有再多说什么 将马匹交给身后的人 两人转身往府里走 玉明秋刚进自己暂住的院子 坐下不久 就有静缘的护卫过来 下午有一位罗娘子来访 王妃命属下在门口等着 等将军回来 就跟将军说一声 只是将军还没回来 那位罗娘子便走了 属下便也回去了 王妃方才听说将军回来了 便让属下 也来跟将军说一声 护卫公将的禀告 玉明秋的心中 突然生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那位那位罗娘子 是什么时候走的 护卫的 就在方才 将军进门前不到一刻中 闻言 玉明秋的心立刻沉了下去 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啊 替我谢过王妃 我知道了 护卫拱了下手 转身告退 等等 不知那位罗娘子来王府 所谓何事啊 这个属下就不知了 只知道那位是来求见王妃的 啊 多谢 玉明秋走进禁园的时候 骆军儿正坐在 和风院的书房里 写着东西 直到玉明秋踏入书房 他才停下了笔 抬起头来 玉将军有什么事吗 玉明秋行了礼 才到 今天 他来过摄政王府 骆军儿点头的 是啊 有些事情跟我谈 你放心 我没有跟他说起过你的事 玉明秋有些无奈的苦笑 骆军儿不解 这是怎么了 他恐怕 已经看到我了 书房里沉默了好一会儿 骆军儿才忍不住的 他看到你了 所以 你不去找他 你来找我干嘛 玉明秋有些迟疑的沉默着 骆军儿硬生生的忍住了想翻白眼的冲动 你真的是别人口中号称骁勇无双的大将军吗 磨磨蹭蹭犹犹豫豫的 又不是让你去送死 骆军儿毫不留情的吐槽道 玉明秋苦笑 低声道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骆军儿没好气地回答 他虽然一个人有些孤单 但看着心态平和 这些年最大的苦楚 恐怕就是丈夫下落不明 他没什么天大的怨愤 不会一见面就投你一道 玉明秋沉默不语 骆军儿看着他连连摇头 玉将军 你这样不行 男人拔了刀就要切下去 男子汉大丈夫 要对自己狠一点 你这让他捅一刀打一顿 也没什么嘛 玉明秋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总觉得这位小王妃的话里 有些奇怪的地方 不过此时 他也没工夫多想这些了 只听骆军儿诱荡 他既然已经看到了你 你还不回去 你猜他这会儿在想什么呀 还有 今天早朝后 骁军儿侯回来的消息 可就已经正式公布了 这会儿 说不定赵令都出了 你猜 他会不会看到 玉明秋神色变了又变 不再多说什么 转身又快步地走了出去 骆军儿摇摇头 拿起笔 低头继续自己的誓言 男人哪 再怎么骁勇善战 一往无前 也还是会有怯懦担忧 止步不前的时候 玉明秋赶到起罗芳的时候 发现起罗芳的店门紧闭 问了旁边的商户才知道 不久前 罗娘子回来之后 便关了店门 说今儿个不做生意 回家去了 玉明秋知道 罗娘子住在哪里 就在这铺子后面的一条街上 一座小小的四合院里 那是罗家旧宅 他们成婚之后便一直住在那里 玉明秋走了不下千百次 就算是闭着眼睛也不会迷路 但此时 她站在那小小的院落外面 听着院子里传来的声音 却不敢上前推门 罗娘子坐在庭院的屋檐下 手中拿着针线 半天也没有刺上一针 蹲在一边洗菜的小姑娘 站起身来 看了看她的 夫人 天色暗了 被伤了眼睛 罗娘子这才回过神来 看看手里歪歪斜斜 不成样子的针线 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将东西放进旁边的竹罗里 夫人心情不好 是出什么事了吗 小姑娘关心地问道 罗娘子摇头 没什么 只是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呗 小姑娘心思单纯 并没有那么多的心事 罗娘子轻烫了口气 推了推她的 赶紧把菜拿进去给你娘 小丫头 别管那么多 哦 小姑娘点点头 那夫人明天再想吧 晚上想得多了 会睡不着的 说完 就拿着刚洗好的菜 脚步轻快地往赵房去了 那里她娘已经在准备晚饭了 对于饿过很久肚子的人来说 再多的事情 也没有吃饭重要 玉明秋一直在院子外面 待了很久 直到里面吃完了晚饭 慢慢安静了下来 寻常人家 总是很早就睡了 对她们来说 晚上点着油灯 并不是一件核算的事情 罗娘子虽然不缺这点油灯钱 但灯下并不适合刺绣 也实在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 自然也是跟寻常人家一样 早早地睡了 只是 明明跟往日一样的作息时间 今晚 罗娘子却怎么也睡不着 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了许久 她还是起身 披了件衣服 推门出去 寒夜里 冷风袭袭 罗娘子忍不住 拢了拢身上披着的外衣 正要抬头 就看到院子里 静悄悄地站着一个黑衣人 她吓了一跳 只觉得一瞬间毛骨悚然 连忙后退了两步 就想要张嘴呼叫 真娘 是我 那黑衣人低声叫道 罗娘子定了定神 纤细的手指 依然紧紧抓着自己的外衣 双眸定定凝视着 那站在院中的人影 玉明秋上前了几步 但月色幽暗 罗娘子也只能看到 她大致的轮廓 和一双眼睛罢了 其实不用细看 罗娘子也知道她是谁 院子里 比方才更加寂静 两人站在黑暗中 两两对望着 谁也说不出话来 到底还是玉明秋忍不住 又上前了一步 真娘 罗娘子却退了一步 淡淡地道 原来是萧远侯 失禁了 玉明秋在心中无奈的苦笑 她果然是知道了 也是 从摄政王府到启罗坊 几乎要穿过小半个上庸皇城 又怎么会遇不到几个官府张贴告示 赵令的地方呢 我 真娘 我 我不是故意想瞒着你的 我 当年瞒着她 是因为当时局势不稳 无论是高祖 还是先皇 都需要暗卫办事 而暗卫的身份终究是跟普通的将领官员不一样的 天生便是遭人忌惮 她不能让人知道她的存在 甚至于最初 她都不确定 她是否能够接受自己的丈夫 是一个见不得光的暗卫 玉明秋并非一开始就身居高位 与她出相识的时候 她也只是高祖身边一个普通的暗卫小领队罢了 夜色里 罗娘子眸光淡淡 侯爷言重了 夜深人静 民女一个寡妇 传出什么流言蜚语 实在是承受不起 侯爷请回吧 说完 她又后退了两步 不再看院子里的男人转身进了房间 飞快地将房门关了起来 玉明秋独自助力在夜幕之下 久久沉默不去 房间里 罗娘子背靠着房门 同样久久没有动作 白天的时候只是匆匆一眼 她当时心神俱阵也没有细看 但方才她却看到了 夜色里 男人左边衣袖里 是空荡荡的 她 她断了一笔 这些年 她经历了什么 罗娘子想 她并不怪玉明秋 抛下她这么多年 她也无数次地想过 如果她没死 如果她回来了 她会如何地高兴 她每月都去寺庙里上香 祈求菩萨保佑 她能平安归来 虽然希望渺茫 但是现在 她就真的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就在她的房门外 她却提不起一点力气 去重新拉开房门 却对她体贴问候 去说那些 这些年 她不知道在心里想过 无数遍的心里话 她甚至 连她到底是谁都不知道 大圣军中一个普通的小头领 还是军功赫赫的萧远侯呢 到底哪个才是她的丈夫 如果不是今天 她去了摄政王府 她是不是依然不会回来见她 她这个时候回来 又是想要跟她说些什么呢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幽暗房间里 罗娘子背靠着房门 一动不动 仿佛要就这样 一直站到天明 用早膳的时候 骆俊傲听到习影的禀告 玉将军一大早从外面回来 衣服都湿透了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骆俊傲歪歪脑袋去看谢言 谢言淡定了她 去见她夫人 谢言并没有见过罗娘子 先帝在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是先帝身边的人处理 先帝驾崩之后 他常驻边关 这些事情是由静元的总管和王府长使处理的 不过 他曾经也听玉明秋说起过自己的妻子 那似乎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子 所以 瑶瑶的判断并没有错 如果玉明秋回来第一时间就回家 罗娘子不但不会怨的 甚至会心生怜惜和视而复得的喜悦 但玉明秋明显回来好些天了 却在被罗娘子撞见之后才回家 不受点罪是不大可能的 对此 谢言并没有什么想法 虽然他跟玉明秋是朋友 同袍 但他对朋友的私事没有兴趣 骆军瑶只觉得恨铁不成钢 连连摇头的 都跟他说了 他那样不行 活该他被拒之门外 谢言看着他道 想要打算和徐夫人合作 我是不大懂这些的 罗姐姐呢 毕竟独自经营启罗芳那么多年 这一行肯定懂得比我们多呀 他又是玉将军的夫人 自然是比外人要值得信任一些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是个女子 不是说骆军瑶众女青男 而是这个世道 男子的机会远比女子多 他自然是希望尽量扶持女子 如果他跟明秋和好 他们肯定会和好的 罗俊要理所当然的到 他怎会看不出 罗娘子依然还是深爱着自己的丈夫的 只要玉明秋自己不作大死 这两人呢 早晚还是会和好的 谢言挑眉道 如果他们和好了 他就是萧远侯夫人 还有时间陪你做这些吗 你这话说的 能到 我不是摄政王妃吗 虽然自己这个摄政王妃 好像真的没有很忙 府中大小事情都有人打理 他只需要就一些重要的事情做决定就好 还没有母亲管着落家忙碌呢 文言 谢言笑了笑点头道 瑶瑶说的对 是我想多了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不过 不用想那么多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而且 我觉得罗姐姐能这么快来找我 也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萧远侯夫人的身份 并不会改变他的想法 直过早上 谢言便出门去了 洛俊要晃晃悠悠的去探望玉明秋 玉将军昨晚在院子里站了一夜 露水将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浸湿了 这回回来竟然有些发热 显然是病了 王妃 别将这事告诉这娘 玉明秋躺在床上 因为热度不退 脸色通红 洛俊要撇撇嘴 你当年能娶到媳妇 真是稀奇 玉明秋无奈的苦笑 洛俊要挥挥手的 算了算了 你啊 还是好好躺着吧 这些事情就别操心了 这样你自己来办 罗姐姐早晚会气得羞了你 从玉明秋院子里出来 洛俊要撑着下巴思索的半生 该怎么告诉罗姐姐 玉明秋病了这件事 才显得不那么刻意呢 好像怎么做都不太行呢 毕竟摄政王府和齐罗芳 隔得那么远 这话还真不好传 洛俊要叹了口气 算了 他回到书房写了封信 招来一个侍卫 吩咐他将信直接送到齐罗芳去 启禀王妃 苏小姐来了 门外侍卫公声禀告 苏姐姐 洛俊要眼睛一亮 快请他进来 这可是他未来大嫂啊 不得时 苏芳便被人请进了花厅 苏姐姐 洛俊要欢喜地叫道 苏芳震了一下 觉得洛俊要今天显得格外热情 于是他也笑道 瑶瑶心情很好 当然心情好 我大哥不是顺利出来了吗 果然呢 大哥从来就不需要人替他操心 苏芳笑了笑 那倒是要恭喜洛大公子了 洛锦言在五城兵马寺逛了一圈这事啊 上拥除了极少数的知情人 外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事 洛俊要点点头 我会替苏姐姐把话带给大哥的 苏芳也没有在意 被洛俊要拉着走到一边坐下 方才道 洛大公子没事就好 说来 倒是我要先谢过洛大公子了 谢什么 洛锦言好奇道 难道苏姐姐知道大哥是为了他才 这看着也不像啊 苏芳笑道 选本萧红 约好了明天再见面 我原本打算再敷衍他一下 不过昨天傍晚 我收到他的消息 说是要延后几天 正好也多给了我几天时间周旋计划 洛俊要眼纯 他明天啊当然见不了你 没有哪个骄傲的男人 愿让未婚妻看到自己无比狼狈的模样 哪怕他并不喜欢这个未婚妻 萧红被洛锦言打得相当的惨 那狼狈的模样 趁着没什么人的时候去跟洛锦言谈判 恐怕已经是萧三公子能承受的全部了 再让他顶着一张五颜六色的脸去见苏蕊 萧三公子丢不起那个人呢 苏蕊也觉得好笑 当然还有几分幸灾乐祸 罗俊阳很势不解 苏姐姐 那位跟着萧三公子私奔的女子 到底是怎样的倾国倾城的角色啊 要知道苏家大小姐本身就是个美人 还是太傅家的千金 在上庸贵女间的人缘和名声更是一等一的好 这样的姑娘也就是年龄不凑巧 不然便是进宫当皇后也是可以的 就这样 萧三公子还要私奔吗 苏蕊轻叹了口气 看了看骆军瑶有些欲言又止 不能说啊 骆军瑶眨巴着眼睛 我的嘴很紧的 苏蕊摇摇头的 不是不能说 只是 这在萧家 也是一件丢脸至极的事情 萧家暗得死死的 所以外人 才不知道 萧三公子跑了 这次 倒真不算是萧家不厚道 想坑苏家 估计是萧家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蔚来亲家 说这么丢人的事情 只想自己先暗中解决了再说 嗯 那女子 去年我随大哥和母亲 去给萧老夫人住寿的时候 见过一面 本是萧伯父的测试 骆军儿被呛得连连咳嗽 小 小妈文学 这么刺激 苏蕊连忙抬手为她顺气 一边道 那女子应当是跟萧红差不多年纪 绒貌 也算得上是美貌 但若说是清国清城的角色 却也算不上 苏蕊不知道 萧红为什么会不惜为了那么一个女子私奔 她又不感兴趣 如果萧红好生好气的跟她商量解除婚约 她绝不会刁难 但萧红却想出如此下作的法子 她是公民情爱双全了 她难道就该活该倒霉吗 再说了 就算她真的被迫同意了 萧家真的容下这么件事吗 那女子恐怕无论如何也活不了 她若是萧红 既然有勇气私奔 那就干脆带着那女子走得远远的 从此隐姓埋名 再也不出现在人前 骆俊瑶半少没有言语 苏蕊抬手在她眼睛晃了几下 她才回过神来 那苏姐姐 你打算怎么办 骆俊瑶关切的道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吗 苏蕊笑道 不用担心 这位萧三公子才学倒是不错 也很有想法 但若说心急 恐怕还不够 骆俊瑶点头表示赞同 那萧三公子一看呢 就是被骄养坏的世家子弟 虽然不算是一事无成的顽固吧 却也天真的狠 稍微有些城府心计的人 也做不出来她做的事情啊 她或许认为 苏蕊毕竟是个贵中弱女子 被她拿捏住了把柄 就只能任由她搓圆捏扁 却不知道 这世上最不能得罪的 有时候 恰巧便是女子 苏姐姐 想怎么收拾她 苏蕊敏唇道 我打算先答应她 哈 骆俊瑶望着她不说话 苏蕊捏捏她精致漂亮的小脸 笑道 她不是想要要挟我吗 我们不妨看看 谁手里的筹码更多一些 苏姐姐 想要先扣下那个女子做人质 那萧红恐怕不能答应 萧三公子 只是有点天真 又不是傻子 她很快 就顾不上那位姑娘 对上骆俊瑶的视线 苏蕊笑道 毕竟 在上拥 苏家才算动道主 萧家已经很多年不在上拥了 他不该认为 手里捏着我的把柄 就能直接上门来 跟我谈判 骆俊瑶撑着下巴 我倒是不担心别的 我就是担心啊 他若是发现自己站不了上风 干脆放弃那女子 鱼死网破咬死不认 那苏姐姐你要怎么办 萧红拐呆父亲的妾室 被发现了呢 最多也就是前途毁了 或者被逐出萧家罢了 萧家到现在还没有动作 显然是还对她抱有希望的 但苏蕊的把柄 若是被萧红给放出来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骆俊瑶知道 那必然是对苏姐姐的名声 有极大影响的 才会让她如此慎重 男子的名声和女子的名声 虽然都很重要 可重要性却不可同日而语 苏蕊微笑道 我知道 所以我得先从她手里 拿一些东西回来 做就要精神一振 需要帮忙吗 苏蕊明显是不想惊动苏家的 那肯定需要有人帮忙才行 苏蕊摇头 不用 有人会帮我的 见苏蕊成竹在胸的模样 骆俊瑶也就不再追问了 只是 苏姐姐太厉害了 什么事情都能自己解决的话 她大哥好像也没什么用啊 骆俊瑶摇摇头 飞快地将这个想法甩到脑后 大哥要是连媳妇都追不到 那就活该她单身呗 于是 两人很快便换了个话题 转而讨论起 骆俊瑶的攻防大忌起来 皇城另一边 武城兵马司旁边的智子府里 骑俊智子府里 一如往常的寂静无声 骑俊神色淡漠地坐在树下喝茶 枯黄的树叶从枝头被风吹落 飘落在她跟前的桌上 她也不在意 随手将枯叶捡起来 放到了一边地上 骑俊对面白净容 披着一件暗金色的披风 跪坐在座垫上 她一手脱腮 手肘撑着左边 饶有兴致地 打亮着对面俊秀的少年 骑俊眉宇间 引有些不耐烦 抬起头来注视着她 白净容怨然笑道 不愧是我儿子 长得真好看 听说 那什么上拥风还露上 我儿也有一席之地呢 骑俊放下茶杯 沉声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白净容淡淡的 你和阮家大小姐的婚事 已经定下了 我儿 该不会做出逃婚这样幼稚的举动 让母亲为难吧 骑俊冷笑一声 哼 我连上云黄城都出不了 逃去哪 我替你去阮家大小姐 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和代价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难不成 你就真的那么喜欢 骆家那小姑娘 那可是泄眼的人 若是让她知道了 她会弄死你的 这些都是你说的 不要推到我身上 那就是不喜欢那小姑娘了 那么阿荣 你还是不肯告诉母亲 你刚到上云的时候 为什么要故意接近那小姑娘吗 姬容神色漠然 显然并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白净容摇摇头 罢了 母亲教你一个道理 千万别想着利用女子的情爱 达到你的目的 固然 这世上有千万个傻女人 吃傻的愿意为你不顾一切 但是有的女人也是不能惹的 一不小心惹上一个 就得万劫不复 就算不说泄眼 你也不想象 前车之鉴 尚未远呢 沐安王府的那位悬宇公子 如今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母亲想的太多了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白净容也不以为意 罢了 孩子长大了 总是有自己的想法 也不肯告诉母亲了 你既然说没有 她就没有吧 我也不管你对阮家大小姐是何想法 这个婚 必须得成 吉荣沉默不语 白净容也不在意 慢慢站起身来 就要往外面走 她还没有来得及转身 就听依然端坐着 丝毫没有起身相送意思的吉荣道 你想留在上游 尽可以拖延谈判时间 不必弄出这么一出 白净容笑 想什么呢 你大哥四哥还在家里等着我 若不是为了你的婚事 母亲恨不得今天便启程回去 所以 你想利用我的婚事做什么 吉荣丝毫不受她的影响 冷冷地问道 白净容不答 俯身伸出手 轻抚着她俊美却苍白的面容 与其恋爱的道 可惜了 我儿这般聪慧 若非你实在身体太弱 担不起祈祖王位 母亲当真有些舍不得你呢 吉荣冷冷地抬手 打掉那只停留在自己脸上的手 白净容笑了想 转身 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去 目送白净容带着人离去 吉荣神色依然淡漠地没有丝毫变化 不知过了多久 一片枯眼 悄然落在了对面的茶杯里 吉荣眸光微动了一下 突然开口 他来上庸 除了和大盛结盟 到底想要做什么 一个灰衣男子悄无声息地 出现在他背后几步远的地方 丹西跪地的 或许与于禅又关 哦 吉荣回头看着那灰衣男子 低声道 夫人这次特意带于晨来上庸 本就不合常理 于晨确实是难得一见的高手 但带他来上庸 遇到的麻烦只会比一个高手所能产生的实际用途低 前些天在城外遇到的事情 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想杀于晨的人绝对不止一两个 吉荣垂眸思索着 我记得 传说于晨是白醋之子 灰衣男子有些诧异地抬起头来 殿下想将这消息透露出去 吉荣冷笑了一声 你以为大盛没有人知道吗 若不是大盛摄政王 有意放于晨一条生路 那日在城外 他根本就回不来 灰衣男子不再说话 他也不知道殿下到底想做什么 院子里安静了好半生 吉荣方才淡淡地道 传信给罗家大公子 就说我请他喝茶 是 殿下 灰衣男子恭声音试 然后站起身来 转身飞快地消失在了院子里 小院重新回归安静 吉荣独自一人坐在树下 慢慢地伸手为自己添了些热茶 沐浅 你总是那么喜欢将人当棋子 随意拨弄 吉荣淡淡地 但这世上并不是每个人 都甘心让你任意拨弄的 当年你便因此而败 如今 也还是一样的 吉荣要见我 洛景言有些诧异的挑眉 看向站在自己跟前的洛伊 洛伊点头的 是 七祖九王子身边的心腹 亲自传来的消息 洛景言似乎想到了 什么有趣的事情 轻笑了一声 看来 这位酒殿下对他母亲的安排 很是不满意啊 洛伊有些不解 忍不住的 公子 白净荣的安排 对吉荣来说 应当是有利的才是 无论白净荣是否已经放弃了吉荣 至少 让他娶了大圣丞相的嫡女 对吉荣在大圣的处境 是有一定帮助的 洛景言摇头道 可是 娶了大圣丞相的嫡女 对吉荣成为奇王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更何况 还是以齐族付出了两座城池 和土地为代价 至少明面上是如此 你觉得齐族人 会喜欢一个沦为质子的王子 和一个如此昂贵的王子妃吗 洛伊文言不由睁大了眼睛 齐王 吉荣在肖想齐王之位 洛景言笑看着属下 他也是齐王的儿子 激战可以 他为什么不可以 可是 他如今是一个已经被放弃的质子啊 身家性命都还未必能保全 就已经开始想摇不可及的王位了吗 齐族人将他送来做质子 就证明已经放弃他了 将来即便是激战集成王位 肯定也不希望他回去 他哪里来的底气 大圣一定会放他回齐族 所以 他找上了我们呢 洛伊哑口无言 半赏才到 公子 要去见他 自然是要见的 白净容突然一想天开的 要为儿子定亲 绝不会真的只是慈母心发作 或者想要拉拢软就那么简单 说话间 洛景言已经站起身来 先去摄政王府 谢眼不在家 这是很寻常的事情 毕竟摄政王殿下 身为如今大圣实际的掌控者 真的很忙啊 比如今天吧 一大早 他就入宫了 虽然今天没有大朝会 但他依然必须召见朝臣 讨论关于齐族联姻 以及稍后 刘玉碎石城交接的事宜 洛景言听说洛景言来了 立刻抛下 正在和他讨论事情的苏蕊 脚步轻快地迎了出来 大哥 你来看我的 洛景言欢快地 跑到洛景言跟前 美丽的小脸明媚如花开 洛景言抬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摇头的 我有事和摄政王商量 洛景言略带遗憾的道 阿言一大早就进宫了 洛景言刚才 就已经听王府的管事说了 不过来了王府 不来看看自家妹妹 好像说不过去啊 所以他才没有转身就走 洛景言摟着洛景言的胳膊 就往里面走 大哥今天不忙吧 还好 没什么大事 摇摇有事 没有啊 我再和苏姐姐商量一些小事 大哥正好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文言 洛景言脚下一顿 侧手仔细打量着自己妹妹 洛景言笑咪咪地望着自家兄长 大哥 行不行啊 他能说不行吗 洛景言有些无奈地在心中苦笑着 轻声道 别胡闹 洛景言笑的 放心 我自有分寸 苏姐姐现在毕竟还是有婚约在身的嘛 大哥或许可以不在乎名声 但姑娘家的名声若是毁了 苏家和苏姐姐面子上都不好看呢 苏睿看到洛景言也是一阵 他之前见过这位洛景言大公子几次 却没怎么交谈过 只是觉得 这位洛景言大公子不大像是武将出身的洛家人 反倒像是书香门递出来的读书人 不过 比起普通的读书人 他身上更多的几分坚韧和英气 大约就是人们想象中文武双全最好的象征吧 若是再过个十多二十年 这位洛大公子想必会成为大晟的一代儒教 不过 也正因如此 苏睿实在是有些不明白 洛景言为什么会做出当街打人这种事情 因为对萧红的厌恶 他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地认为 这一事肯定不是洛景言先挑起的 因此 对洛景言并没有什么恶感 反倒是有些感激 洛大公子 苏睿起身见礼 洛景言微微汗手还礼 苏姑娘 洛景言偏着头看着两个人 对自家大哥十分的失望 就他这样的 谁能看得出来他喜欢人家呀 洛景言飞快地眨了下眼睛 走到苏睿身边挽着他的手臂笑道 大哥有事来找阿颜 他进宫了还有一会儿才能回来呢 我呢便先拉他过来帮我瞧瞧 苏睿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有洛君尧在 自己有婚约在身 他还不至于自恋地认为 洛家人会对自己有什么想法 洛景言也没有反驳自家妹妹的话 果然坐下来听他们商讨事情 原本洛景言还只当洛君尧 是胡乱找个理由 想凑热闹看戏的 听了一会儿才发现 自家妹妹显然是真的 想要做事情的 洛景言从小在苦寒的塞外长大 对民生疾苦的了解 恐怕比朝堂上绝大多数的文官 还要多得多 听了妹妹的计划 心中也颇有几分安慰 便也当真尽心地帮他们查看 计划中的疏漏和谬误 苏睿听着洛景言侃侃而谈 心中也留几分惊讶 看来这位洛大公子 不仅是可以带兵打仗的 若是当初靠科举入朝为官 如今恐怕已经小有成就了 马上就到冬月了 你这计划还停留在纸面上 恐怕来不及了吧 洛景言点一点 放在自己跟前的册子 当然不是 今年不能开工 难道我要等一切准备好了 才招人哪 我和人约好了 明天就去看工房的地 而且我已经提前让人在城中招收 家境贫寒的女工了 这些人招过来 你打算如何安置 他们还需要学习一些东西呢 我既然找了能教导他们的先生 还有一些前期准备的工作 也可以让他们先做一做 完全无家可归的毕竟不算多嘛 找个地方安置他们也不算难 这年头 虽然女性过得比男子更加艰辛 但真正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却不多 原因很残酷 也很简单 因为有更多的贫穷百姓 娶不起妻子 收留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子为妻 对他们而言 是一件很简单 也很划算的事情了 还有些女子 或被迫卖身为奴 或沦落封城 而且 在外流浪对女子来说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此 除非遇到大灾大难 突然大量难民涌入 不然在外流浪无家可归的女子 确实是不多的 骆俊仁提醒道 你有善心是好事 但是 你一定要记得 斗米恩 生米仇 骆俊瑶点头 大哥 你放心吧 我知道的 我也没有打算 当真靠善心养着他们呀 就算我想 也长久不了 就算他真的是一个天生的圣母心 真要单纯养着一大群人 只出不尽的 特别嫁妆再多 也有用完的一天 骆俊仁欣欣慰得点点头 嗯 你心里有数就好 三人说话的时候 外面的管事来禀告说 王爷回来了 骆俊仁要去见解言 苏瑶看看天色不早 便跟着起身告了词 骆俊阳想了想 干脆三人一起出了和风院 他将苏瑶送出大门 才转身往回走 骆俊阳回头 踏入二门便看到 骆俊阳还站在那里等着他 立刻跑了过去 笑嘻嘻地道 大哥 你看到苏姐姐 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骆俊阳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那眼神仿佛是在说 你在说什么鬼话 那你为什么全程都不看苏姐姐 我的自由那么好看吗 骆俊阳笑的 骆俊阳忍不住 抬手翘了他脑袋一击 你还好意思说 我是在想 你到底是怎么把字 写得那么一言难尽的 骆俊阳无语地摸摸自己的脑袋 大哥 你果然不爱我了 他的字可能确实没有 大哥和苏姐姐写得好看 那要说一言难尽 也不至于吧 好吧 写计划的时候 有时候想嗨了 可能是有点放飞自我 风格略显狂放 骆俊阳淡淡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爱你了 有意性 没人性 谢眼看到骆俊阳气嘟嘟地走进书房 有些好笑地朝他招了招手 风才抬头去问骆俊阳 这是怎么了 骆俊阳美好气地扫了眼 已经扑到谢眼怀中的妹妹 还在生气我说他写字难看呢 谢眼拉着骆俊阳坐下 安抚地拍了拍他 那是你不对 摇一写字哪里能看 成婚可能会导致眼瞎 骆俊阳面无表情地想着 骆俊阳从谢眼怀中抬起头来 你别听大哥胡说 分明是苏姐姐没有理他 他哪有撒气呢 原来如此 回头解决了萧红 我将魏长婷引荐给苏姑娘 谢眼顺利地收到一缕 来自骆大公子的杀气 骆俊阳得意地朝骆俊阳办了个鬼脸 骆大公子无语 这妹妹啊怕是不能要了 调笑过后 三人这才进入正题 听说骆俊阳的来意 谢眼沉溺的片刻 微微挑眉道 简阳觉得 姬荣此人如何 城府极深 野心勃勃 哦 谢眼扬眉无语 骆俊阳也有些差异了 虽然他也觉得姬荣颇有心机 肯定不是外表看起来那么简单的 但城府极深 野心勃勃这个评论 却还是有些出乎意料的 谢眼倒是没有那么惊诧 他只是平静地问道 野心是需要实力来匹配的 否则只能是空想 锦炎认为 如今姬荣 是否有这个底气 姬荣看起来太过弱小了 哪怕知道他有心计也很难让人将他当成一个潜在的对手来看待 他身体虚弱 哪怕是足智多谋 在齐足那样鸣风尚舞 环境寒苦的地方也很难登上高位 如今更是被齐足所弃 成为了大圣的质子 这样的身份又注定了他不可能在大圣有什么发展 就连能不能平安回到齐足都要看天时和局势了 这样的人哪里来的底气支持他的野心呢 骆锦炎能看出来的 谢眼自然也能看出来 这才是谢眼一直以来都十分好奇的地方 他能在齐足王庭亮的地方活下去 在上庸似乎也活得挺自在 这也算是一种本事吧 谢眼摇头的 还不够 骆锦炎也忍不住问道 你觉得姬荣手里还有什么底牌 骆锦炎曾说 姬荣认为 白静荣不是人 骆锦炎点头 谢眼问道 如果手里没有一点底牌 普通人敢跟一个他眼中不是人的人作对吗 不是人这句话 可以理解为是在骂白静荣毫无人性 但毫无人性的本身 岂非也是一种令人废惧的特质吗 他好像没有跟白静荣作对 谢眼微笑道 他在这个时候找几年喝茶 无论他说什么 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 这种婚事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啊 谁会相信白静荣真的只是单纯的想替儿子找个靠山呢 谢眼点头的 嗯 所以他是在向我们示好 就跟之前一样 骆锦炎思索了一下 所以 他也想跟我们合作 目的是对付他亲娘 可以这么说 真是 母辞子孝啊 骆锦炎赞赏他 若只是如此 就要我们帮他对付白静荣 恐怕还不够 但是他知道 大圣早晚要跟白静荣翻脸 骆锦炎 就算大圣要跟白静荣翻脸 也不必选择白静荣的儿子 那就只能选择高瑜或者齐族人 或者是大印人 话亭里沉默了片刻 骆锦炎方才轻叹了口气 看来 我确实要去见一见姬荣了 蝶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恭敬地将一个密封的卷宗城上 又飞快地退了出去 蝎炎打开卷宗 微微挑了下眉 骆锦炎也凑了过去 跟他一起看 那里面的内容并不多 两人很快便看完了 蝎炎将卷宗递给骆锦炎 去放前天晚上去了明英阁 不过似乎没什么说话 骆锦炎好奇的 那这么说的话 白静荣也觉得明英阁跟卵一丝有关系 显然是这样 骆锦炎皱眉 蓝一丝是不是不想认救主了 存言 解眼和正看卷宗的骆锦炎 骑骑放向了他 骆锦炎怂怂肩的 如果明英阁真的跟蓝一丝有关系 他们肯定知道 于晨如今在上拥 那为什么白静荣派驱放去了 他们反而避而不见呢 而且 于晨少年时过得艰辛 后来被崔老将军收养 那再后来 跟着白静荣去了齐祖 蓝一丝都从未帮助过他 反倒是要白静荣带着于晨来上拥寻他们 很明显 他们压根就不当于晨是他们主子吧 骆锦炎和尚手中卷宗 放到一边 点头的 很有道理 况且 于晨只是于晋庶女所生 鸾一丝确实未必将他当一回事 于晋过世已经近四十年了 鸾一丝的忠诚度恐怕也值得商榷 但如果他们并不当于晨是旧主 又为什么要勾引白静荣和于晨来上拥呢 白静荣也不是傻子 他恐怕也不相信 过了这么多年了 鸾一丝还肯送于晨为主 但他们既然来了 恐怕也是有所倚仗的 看来白静荣和阮家联姻 多半是和鸾一丝有关系了 谢衍飞点了下头 鸾一丝 明英格 阮家 齐祖 不知想到了什么 谢衍轻笑了一声 厮手问骆俊瑶 瑶瑶 谢谢你不是对明英格很有兴趣吗 骆俊瑶连连点头 是啊 要去吗 谢衍捏着他柔顺的发丝笑道 尽管带你去 说吧 又侧手看脸洛锦言 锦言不妨问问齐祖九皇子 有没有兴趣一起去 洛锦言沉默了片刻 方才道 他恐怕并不想去 说完 停顿了一下 洛大公子又缓缓续道 不过问问也无妨 说不定有意外惊喜呢 姬荣受到洛锦言回信的时候 已经是半晚了 距离信件上约定的时间 不过一个时辰 显然 洛锦言并不打算 给他多少思考的时间 明英格 姬荣摸索着信函 苍白消瘦的面容上 有着明显的沉思和迟疑 站在他跟前的挥衣侍尾 垂手肃立着等待他的回复 半声 才听到他轻笑了一声 所以 明英格就是母亲 留在上庸的原因吗 回忆视为沉默不语 他自然不会知道答案 姬荣想要拒绝 他并不想现在 就去惹毛他那位母亲 姬荣对白清荣 很是了解 真的将他惹急了 他下手的时候 可不会管你 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儿子 但是 如果不去 姬荣撑着额头 思索了好一会儿 方才抬起头来 对跟前的人道 去回洛大公子 他诚心相邀 我一定去 是 殿下 侍卫拱手告退 转身出门去了 空荡荡的房间里 只剩下了姬荣一人 他独自坐在窗前 看着院子里 夕阳洒下的暖光 渐渐移动 直到最后完全消失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温度似乎也跟着降了下来 骆俊荣早就对明英格 好奇不已了 只是 一来 谢衍再三告诫他 不要自己跑去冒险 二来 他确实很忙 这才耽搁了好几天 今天谢衍主动提起 要带他一起去 他自然也是兴致勃勃的 虚实三刻 夜幕早已经笼罩了 整个皇城 承熙大多数的百姓 都已经吹灯休起 大片地方 渐渐陷入了黑暗 但有一个地方 却依然灯火通明 比白天还要热闹 明英格并不是一座阁楼 而是连绵成一片 足足占据了 小半条街的建筑群 这里呢 也并不如骆俊荣原本猜测的 三不管地带 破旧脏乱场 相反的 他们的马车才刚刚靠近 远远的就能看到 明英格的主楼 在夜色下 滑灯高照 金碧辉煌 骆俊荣忍不住的 上庸皇城近 还有这样的地方 只是远远地看着 这可比什么花街柳巷 上庸第一青楼 可气派多了 若不是制式的问题 恐怕许多 达官显贵的府邸 也没有这般气派 至少 在内城里 所有的达官显贵的府邸 晚上都不会这么亮的 听说他们要来明英格 也赶来凑热闹的 卫世子笑的 嘿嘿 王妃这就不知道了吧 这上庸皇城里有趣的地方 多了去了 不过呀 那都是小姑娘们 不方便去的 自然就没有人告诉你们了 确实 至少骆俊荣 十几年的人生中 就从未听说过 上庸还有明英格 这样的地方 跟他差不多的贵女们 自然也都是没有听说过的 骆俊荣眼睛转了转 没有说话 骆俊荣瞥了魏长婷一眼 抬手拍了拍 妹妹的小脑袋 别听他胡说 那些地方都很危险 姑娘家不要自己乱跑 虽然知道 妹妹身手不凡 但在这些地方混的人 最可怕的 不是他们的身手 而是他们显赫的心思 魏世子忍不住摸了摸鼻子 他有什么地方 得罪落大公子了吗 总感觉看他那眼神 冷嗖嗖的 马车在明英格外面 停了下来 车上四人 依次下了车 明英格外 早有专门负责迎客的人 迎了上来 明英格毕竟不是什么 正经的地方 来往的宾客 有并不在乎自己 名声身份的 自然是大摇大摆的 进出 无所顾忌 但也有不少人 戴着面具 若非熟识的人 并不能知道 对方的身份 这里的宾客 似乎都很懂规矩 看到戴面具的人 都习以为常 并不去好奇 对方的身份 他们这行人 若是以真面目 出现在这里 今晚 明英格恐怕 就不用做生意了 因此 一行四人 都穿着寻常的 绸缎长服 不仅戴着面具 就连乘坐的马车上 都没有任何标示 骆俊瑶更是 换上了一身男装 他本身 个头就小 如此一来 就更像是 跟着兄长出来 长见识的小弟弟了 这连迎上来的管事 也忍不住 多看他几眼 显然是觉得 这几位带着 这么小的小公子 来这种地方 这兄长当的 尾时是有些 不称职啊 几位贵客 里面请 银客的管事 也是见多识广的 虽然这几位 穿着寻常 却一眼就能看出 对方气势非凡 显然不会是 寻常的循环客 却一眼 却牵着 骑着骆军瑶走在后面 前面自然是让 长袖上午的 魏师子去应付了 魏长廷也不负众望 笑呵呵地 朝管事道 听说明英格的酒不错 我们约了个朋友来 不知道他到了没有 管事笑道 方才是有几位 贵客都交代说 是请了朋友 喝酒 不知 魏长廷轻笑了一声 抬手将一块 精巧的小木牌 抛给了他 那管事接在手里 看了一眼 也并不还给魏长廷 而是将木牌 收入自己的袖带中 笑得越发地殷勤了 正是容公子的贵客 几位请 管事抬手 招来人接替他 他亲自带着几人 踏入明英格的主楼 站在外面 已经能隐约 听到大堂里 传来的喧闹声 然而 随身的管事 走过了一段 足有十多丈长 宽敞的廊道 再推开一扇 厚重的大门 里面的光亮 还是差点闪到了 骆俊瑶的眼睛 月声喧闹 人声鼎沸 宽敞的大堂 几乎比宫中 义政大殿前的广场 小不了多少 说这是明英格的大堂 倒不如说呀 这就是一个 上面有顶的广场 也就难怪 明英格主楼 与大片建筑连绵 若非如此 哪里来的 如此敞阔的地方 这大堂 自然是极大的 不过 依然能看出 主楼原本的大小 位于大堂 最中心的一片 一盏外形 华丽巨大的琉璃灯 悬挂在上方 火光之下 那巨大的琉璃灯 流光溢彩 华贵的 令人一不开眼 华光练眼之下 金碧辉煌的高台上 一群美丽 妖娇的胡鸡 正翩然起舞 高台周围 聚集着许多 男男女女 他们一边喝着酒 一边痴迷地 欣赏着歌舞 还有人干脆起身 跟着那激昂的乐剧 毫无章法地舞蹈起来 自然又饮得 一群醉意 熏然的宾客们 齐声哄笑 也并不是人人 都对胡鸡的舞蹈感兴趣 敞阔的大堂里 还有许多人 各自寻着各自的乐子 有人聚在一起赌博的 有人搂着 妩媚的女子 寻欢调笑的 还有各种杂耍 才艺 甚至还有一些 看起来风光积月的人 似乎单纯地 坐在一起 交流学分的 只是 他们跟前 无一不是由美酒佳肴 随时相逢 绝色佳人 依偎在侧 就连大堂里 洒水的壶 似乎都是金银做的 骆君瑶也难得的 有些被惊到了 不仅是为民音阁的奢好 即便是在宫里 他也没有见过 这么多美人啊 哪怕是穿梭在大堂中 最没有存在感 端茶倒水的丫头 仔细看过去 也都是容貌秀丽的 美貌少女 不仅是骆君瑶 骆锦瑶和魏长廷 眼神也有些肃然了 魏长廷饶有兴致的道 传说民音阁 是大圣最富力堂皇的 萧金窟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这样的 好东西 恐怕连宫里也 未必会有吧 那领路的管事笑着 公子谬赞了 咱做点小生意的 哪里敢跟皇家小命 不过是咱们家阁主 早年游历西域 方才带回了几件 稀罕玩意儿吧 这管事虽然说着谦逊之词 但脸上的神色 却略带几分骄傲和得意 仿佛是在说 你说的没错 确实如此 魏长廷含笑不语 偏着头 打亮着那高台上 骗人起舞的胡鸡 目光落到了最中间的 那个领舞的女子身上 那个美人 叫什么名字 管事看脸台上 微笑着对魏长廷道 公子好有啊 那是咱们明英格 排名第一的五娘 雪姬 她的身价可不低啊 第一 身价什么呢 你看本公子缺钱吗 魏长廷挑眉 哎 话说雪崖公子 在你们这儿排第几啊 管事一震 不由看了看魏长廷 没有说话 洛锦抬手拍了下 他的肩膀 侧手对那管事笑道 先前听说阮相家的 刚回家的那位大公子 管事很快地反应了过来 陪笑道 原来几位是听说了阮家的事 这位雪崖公子 原本自然是咱们明英格 排名第一的琴师 想要听他谈音 却可不容易 可惜 管事摇了摇头 哎呀 如今雪崖公子 自然不会再登台献议 好些想听他弹琴的贵客 恐怕失望得很了 一行人说话间 管事已经领着他们上了楼 二楼外面的走廊 正好可以扶拦 整个大堂中心的区域 从楼上望下去 将整个中心区域尽收眼底 好一派的 指最金迷的圣景 走廊上人却并不多 只有三三两两的人扶拦而礼 也不知是在闲聊着 还是在欣赏楼下的众生像 管事并没有在二楼停留 而是带着他们 穿过二楼的一段走廊 又踏上了三楼 上了三楼 瞬间就安静了许多 楼上再也看不到大堂的情形 三楼中心是一个小花园 花园两边就是一个个厢房 越是往里走 就越是安静 可见是特意做过隔音处理的 管事十分熟练地 将一行人领到了一个房间门口 轻轻地敲了敲门 片刻后 有人从里面将门拉开了 管事恭敬道 公子 您等的贵客到了 开门的人正是姬荣 他抬眼看脸管事身后的骆俊瑶等人 飞正了一下 猜到 知道了 让人再送些韭菜过来吧 是 管事带着殷勤的笑容离开了 一路往外走去的走廊十分安静 连个侍奉的下人也不见 几位 里面请 姬荣脸上依然挂着温和的笑容 目光从骆俊瑶身上一律而过 似乎毫不在意 骆锦恩多带了几个 显然并非视为仆从之流的人 众人进了房间 骆俊瑶才发现 这厢房比他想象中的要大了许多 房间里也并不是只有姬荣一个人 正坐在里面饮酒的 是一个二世出头的青年 那青年穿着一身脏蓝色锦衣 相貌算得上是英挺 眉宇间还有几分贵气 显然也是畜生不凡的 骆俊瑶眨了下眼睛 瞬间想起了这人的身份 这是宁王府世子的嫡长子 谢成钞啊 前段时间 宁王世子不知怎么的被马踩断了腿 如今都还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呢 因此 宁王府里原本许多需要宁王世子出面的事 也都是由身为嫡长孙的谢成钞出面的 这位毕竟是宁王的嫡长孙 跟谢成李那样的顽固 显然不是一个画风的 看到余冠而入的几人 他心是正了一下 等到谢炎等人摘下了面具 他已经站起身来 恭敬的上前见礼 侄儿拜见楚王说 又朝魏长廷和骆锦衍打了招呼 最后目光落到了骆君瑶身上 不等别人说什么 他玩耳一笑 恭敬的恭身道 见过王妃 好眼力啊 骆君瑶也不在意自己被认出来 他本就没有刻意易容 只是穿着男装 想要瞒过见过他的人也不大容易 谢公子不必多礼 骆君瑶轻声笑道 谢眼低头看着他 温声道 叫他名字即可 谢成钞也立刻道 王叔说的是 您是长辈 叫我成钞即可 配分高的感觉真不错呀 骆君瑶心中暗道 又各自寒暄了一番 谢成钞才请众人入座 又有些抱怨的道 姬荣兄只说 与朋友相约明音阁 请我作陪 却没说是楚王 洛大公子和凌川侯世子 倒是让成钞险些失礼了 成钞 先敬诸位一杯 说吧 谢成钞亲自端起酒壶 为众人道了酒 明音阁果然无论什么 都是最好的 那酒香虽然不浓郁 却让人十分心动 忍不住想要尝上一口 原本我是与骆大公子有约 只是这上拥 恐怕我跟骆大公子都不熟 这才劳烦紫明兄 确实没想到 摄政王殿下和王妃也来了 失礼 是该我敬这一杯才是 骆君瑶笑道 是我听说大哥要来明音阁 这才拉着王爷一起过来的 说来 应该是我们打扰了酒王子才是 怎么会 骑荣在上拥 还要多蒙诸位观照 我先干为敬 骑荣生得消瘦苍白 脸上总是带着几分病容 喝酒却十分干脆 花音落后 果然端起了酒杯 一饮而尽 魏长廷说了声好 笑道 酒皇子果然爽快 既如此 不如大家就喝一杯吧 除了骆君瑶 众人一起共饮了一杯 骆君瑶只是浅着了一口 就被谢言按下了 骆君瑶略有些不爽的瞪了谢言一眼 他的酒量没有那么差呀 然而 谢言却没有放手的意思 骆君瑶与他对视了片刻 只得屈服于美色 作罢了 很快 明音阁的侍从 就送了新的酒菜上来 或许是体贴他们中 还有年纪小的少年 还送来了一瓶甜甜的 没有什么酒气的果酿 上菜的侍从也是训练有素 全程悄然无声 也不抬头去看宾客 将酒菜摆上桌面之后 便恭敬的行过礼 又退下了 等到明音阁的侍从退下 谢成招才笑道 楚王叔和各位 想必都是头一次来明音阁吧 魏长廷点头 不错 我少年时 虽然听说过这么个地方 倒是当真没有来过 年纪小的时候 自然不能来呀 稍长一些呢 又上了战场没空来 倒是少了许多的乐趣 谢成招笑道 几位不知啊 这会儿明音阁呀 固然热闹 但真正精彩的 确实在午夜之后 咱们这会儿呢 就先歇一歇 吃些东西 时候到了 再下去也不迟啊 魏长廷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我就说这 明音阁 固然是个消禁窟 但若只是楼下那些 或者在楼上享受 美酒佳肴 恐怕也有些过誉了 明音阁既然能在 上庸立足这么多年 想必 不会让世子失望的 魏长廷有些兴致勃勃 嗯 那本世子就等着了 跟魏长廷说完 谢成招又厕手 去跟谢眼说话 神态谦逊宫谨 比起被一个虚名捧的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谢成招又 顺眼了不知多少 显然 这位宁王府的嫡长孙 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宁王府分明早就怀疑 宁王世子 被金马踩断腿的事情 是谢眼所为 他在谢眼面前 却没有表露出 一丝情绪来 宫谨的 仿佛宁王府 和楚王府 当真是关系亲母 他当真是 摄政王殿下的 好侄儿一般 骆俊耀看在眼里 心中直叹 有王位要继承 和放养的 果然是大不相同了 经过了 又一轮的寒暄之后 厢房里的气氛 也渐渐安静了下来 骆俊耀捧着 装着果酿的酒杯 坐在谢眼身边 低眉偷笑 他认为 在明阁这样的地方 气氛还能如此低迷 谢眼至少 要负七成的责任 毕竟 除了跟谢眼很熟 且完全没有形象包袱的 魏长廷 以及真的完全不怕 谢眼的骆俊耀 任是谁 也无法在 摄政王殿下面前 随意放走 姬戎坐在他们对面 与谢成昭相邻 他也正微微垂眸 修长好看的手指 漫不经心地 摩缩着酒杯 显然是在思考着什么 姬戎确实在思考着 一些问题 比如 骆锦炎 为什么要拉着谢眼过来 他当然不会相信 是骆俊耀 非要跟着来凑热闹 这样的话 诚然 有些事情 直接跟谢眼谈 好过跟骆锦炎谈 但他现在还不确定 自己手里的筹码 是否足够能跟谢眼谈判 至于他为什么 拉着谢成昭一起来 自然是做给他那位 掌控于极强的母亲看的 白静荣这个人 吉荣已经很了解了 他未必真的将他这个儿子 放在眼里 但你不能不将他放在眼里 能不能骗过他 暂且不说吧 你若是连样子都不肯做一下 他就会认为 你是想挑衅他 白静荣 可以在强者面前忍耐 却不能容忍弱者 一丝一毫 故意的挑衅 另外 宁王府的态度 也至关重要 吉荣现在 也并不想跟宁王府 把关系弄坏 骆俊瑶饶有兴致的 打量着对面的吉荣 两边距离原本就很近 吉荣也不是感知迟钝的人 自然很容易就发现了 骆俊瑶在打量着他 抬起头来 正好与骆俊瑶写满了 好奇与兴慰的眼神对上 穿着一身男装的骆俊瑶 并不像是女儿装扮那般 娇俏精致 看着年纪更小 倒真像是一个 稚气未脱的少年 不管是少年还是少女 看起来 却都充满了天真纯彻 仿佛设施未深的模样 但这都是假象 吉荣来上拥 已经有段日子了 也跟骆俊瑶打过几次交道 消息更是没少收集 他自然知道 眼前这姑娘 跟他外表所展现出来的 天真无辜 可谓是南辕北辙的 所见这姑娘天生富贵 身边都是腾宠他的人 所以那份天真纯善 多少还是有几分真的 他若是想要作恶 恐怕才会是这世间 最可怕的存在 对上吉荣的目光 骆俊瑶也不觉得心虚 微微偏头朝他笑了笑 吉荣却有些 木然地移开了视线 见他如此 骆俊瑶越发地兴致勃勃勃了 吉荣之前几次 意图故意接近他 骆俊瑶当然是知道的 他以为到了他这个地步 应当已经是刀枪不入 水火不侵了 没想到 他竟然还会觉得不自在吗 一只手轻轻附在他眼睛上 骆俊瑶抬手 拉下盖在自己眼睛上的手掌 有些茫然的扭头 去看坐在身边的解眼 解眼淡淡地扫了对面的姬蓉一眼 有那么好看吗 骆俊瑶无奈地耸耸肩 不看就不看嘛 坐在一侧的骆俊瑶看着这两人 顺不住抽了抽嘴角 骆大公子在人前 一向都是君子端方的典型 实在是不能理解这两人在人前 这么粘糊的举动啊 哪怕这两人是他的妹妹和妹夫 谢言 你还记得自己是堂堂摄政王吗 你不觉得尴尬 那别人也尴尬呀 骆俊瑶轻壳了一声 侧手对着对面 笑容明显有些撑不住的谢成招笑道 大公子 许久未曾拜访宁王府 不知世子可好些了 正身手夹菜的魏世子 一筷子处进了菜里 然后又趁着众人没注意 不动声色地收了回来 骆大公子这话题转移的 也不算高明啊 宁王世子如今还躺在床上呢 始作俑者和实际执行者 却恰好都在现场 目前的情况是 我知道是你们干的 但我假装不知道 以及我们知道你知道是我们干的 但我们假装不知道你知道 谢成又神色自若 啊 家父正当盛年 倒是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毕竟伤奸动骨 恐怕还要一些日子才能好 骆锦衍点头的 没事就好 魏长廷在心中暗道 没有大碍要看怎么算呢 如果只算能否走路的话 那确实是没有大碍 但谢眼专程弄这么个事故 也不是为了陪宁王世子玩的 宁王世子这辈子 要么忍着在人前 拄着拐杖的模样 和疼痛走路 要么还是坐轮椅比较体面 鉴于宁王并不是只有世子 这么一个嫡子 谢成招如今的压力 恐怕也不小 毕竟 如果宁王世子不是世子了 他这个嫡长孙 也就失去了意义 不过 宁王府的孙伯 最出色的便是谢成招了 宁王看在这嫡长孙的份上 或许不会轻易地放弃世子 谢成招显然也不想聊这个话题 于是话锋一转 笑道 没想到洛公子和九王子 竟然还有交情啊 先就与九王子一起喝过茶 倒是颇为投契 原来如此 谢成招不置可否 就因为喝过一次茶 就能相约来明英阁这种地方 不仅听的人不信 恐怕说的人他自己也不信 但显然 也没有人在意这话是真还是假 魏长廷兴致勃勃地道 听大公子的意思是 倒是明英阁的常客 谢成招笑道 诶 常客说不上 只是我们呢 不比魏世子和洛公子年少成名 在战场上挥斥方球 哎呀 在这上庸城里晃荡久了 难免会接触到一些 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罢了 哼 这么大的明英阁处在这里 可不算的是不为人知哦 有些地方啊 即便人人知道 却也并非人人能来呀 嗯 这倒是实话 他们虽然是隐藏了身份来的 却也并不是你来了就能进来的 而是顶着别的身份 还每人交了一千两入门的通行费 这才能靠近明英阁 所幸 这种通行费只需要交那一次 若是次次都交 恐怕还真没有几个人能承受得起 但哪怕是一次性的 魏长廷只是粗略地算了一下 刚才大唐里的宾客 还没有算两层楼 以及大唐中心区域以外的地方的宾客 只是这个数目也足够让人眼红了 可见 这明英阁确实是个敛财的风水宝地呀 魏长廷饶有兴致的道 不管怎么说 大公子总比我们熟悉一些 不如跟咱们说说 这明英阁有什么玩的 也免得咱们这些土包子 回头漏了气 闹了笑话 谢成招心中暗道 谁敢说你们是土包子 见谢也没有反对的意思 谢成招也不拒绝 便当真说起这明英阁的各种好处来 所谓萧金窟 国往今来其实也都差不多 即便是到了骆俊阳前世所在的现代 也并无太多变化 无外乎都是酒气财色罢了 而想要成为其中最顶尖 自然却要什么都做到极致 让那些富豪权贵们 一想起逍遥快活 就不再想起第二个地方 而明英阁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明英阁有天下最守信用的赌方 这一点 即便是作用大圣最大赌方的崔哲裕 也不敢保证 但是在明英阁 从不会有出老千的事情 不管客人赢了多少 明英阁都绝不会赖账 甚至还包将客人安全地送出去 绝对没有人敢在明英阁的范围内 抢劫杀人 据说 曾经有个外地来的妇人 一夜之间在明英阁赢了几十万两 事后明英阁不仅全额兑现了赌注 还专门派高手将他从京城送回了老家 那人如今已经成为一方豪富 除了赌房 明英阁还有天下最多的角色 传说中 上庸十大美人 至少有三位都在明英阁 并不是瞎说的 这个十大美人榜上 跟上庸明面上流行的榜单 那并不是一回事 据说呀 这个榜单并不考虑家世财选 单纯以容貌论 也可以说 单论容貌的话 这个榜单更加客观一些 不仅有角色美人 还有上庸最好的舞姬歌姬 最好的琴师 第一琴师这个名字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 一直都被雪崖公子占据着 如今 雪崖公子回了阮家 明英阁还需要一位新的琴师 填补他的位置 只是 财和色这两样 就足以吸引着世上 绝大多数的男人了 无论是平民百姓 还是帝王将相 古往今来 闲少有人 能逃财色这两关的 更不用说 明英阁还有最美味的佳肴 最香醇的美酒 据说只要有钱 就没有在明英阁里 买不到的享受 骆俊瑶听 谢成昭说的 绘声绘色的 倒是越发 对这个明英阁 好奇了起来 他觉得 这个明英阁的老板 很有做生意的天赋 不过 骆俊瑶 微偏着脑袋 思索着 如果明英阁 真的跟 卵一丝有关 那么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 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的底细呢 比如 他们知不知道 这个厢房里 此时坐着的 都是些什么人了 明英阁最顶层 一个有些空气的房间里 一席暗金色锦衣 金官晚发的青年男子 端坐在桌案后面 喝着茶 他看上去 二十七八的模样 容貌并不十分英俊 可举手投足 却透露出一种 难以言说的优雅和贵气 一眼望过去 让人觉得 他不像是明英阁 这样地方的人 而更像是一个 出身显贵 却饱读诗书的 王孙公子 阁主 穿着明英阁 管事衣室的中年男子 丹西跪在青年跟前 微微垂手 恭敬地 不敢抬眸 注视眼前的男子 明英阁主放下茶杯 轻声问道 三楼那个房间的人 身份查清楚了吗 管事头垂得更低了 低声道 其中一人 是您王府嫡长孙 谢成昭 另一位容公子 您面上说是 平州容家的五公子 咱们虽然没有 容家五公子的具体信息 不过 未曾听说容家公子 容貌出色 负责接待的管事说 那位公子容貌俊秀之极 已属下之鉴 如何 应当是 其祖九王子 吉荣 明阁主轻笑了一声 明王府暗地里 和吉荣打过一些交道 倒也并非不可能 那么 剩下几个人是谁 管事忍不住抬头 飞快地扫脸 坐上的青年 脸上闪过一丝为难 说 似乎是 凌川侯世子 魏长廷 洛家大公子 洛锦炎 还有 摄政王谢炎 这三位 毕竟是上庸皇城中的名人 明阁消息灵通 做的又是暗地里的生意 若是连这三人 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 他们趁早就别混了 虽然在外面的时候 都戴着面具 但进了房间 面具总是要摘下来的 其实大家心里有数 戴着面具 是为了防备 遇到熟人尴尬 若是要防店家 那干脆就别玩了 而明阴阁 能够毅历多年不倒 除了他们背景深 后台硬 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从不泄露 客人的讯息 至少 客人 是这么认为的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 半嗓才听到 明阴阁主 轻笑了一声 摄政王殿下 这几天 明阴阁 倒真是贵客迎门啊 管事有些不安地 看了看自家阁主 阁主 摄政王突然出现在 明阴阁 是不是 明阁主轻哼一声 明阴阁 明阁在上庸这么些年 若说皇家的人 什么都不知道 恐怕是自己骗自己 以前 是疼不出手来才罢了 如今泄眼回了上庸 早晚是要来探探的 那咱们 明阴阁主扶袖 淡淡地道 咱们安分做生意 不管是摄政王 还是什么王 你怕什么 可是 管事欲言又止 明阴阁主 扬眉看着他 咱们今晚 恰好这个时候 摄政王府跟落家都来人 是不是太巧了 明阴阁主慢条思理地 整理着自己宽大的衣袖 一边道 明阴阁的生意做了几十年了 自来如此 有什么问题 既然摄政王和落家来人了 你就要尽量让他们满意 说不定 咱们从此还能多两位贵客 想了想 将今晚的六号货笔换了 阁主是想换成 管事小心地问 明阴阴阁主淡淡地瞥了管事一眼 摄政王殿下大婚 咱们明阴阁见不得光 也没法子送礼 就当是 给摄政王和王妃 一份新婚大礼了 管事脸色变了变 连忙低下了头 是 是我想明白了 明阴阁主笑道 明白了就好 好好招待客人 务必要让摄政王和各位贵客 尽兴而归 莫要怠慢了客人 坏了明阴阁的名声 是 阁主 头一次来到明阴阁这样的地方 就这么坐在厢房里 听几个男人闲扯 实在是误取 更何况 骆俊瑶本就是坐不住的性子 距离午夜 着实还有一段时间 骆俊瑶靠近谢眼耳边 低声告诉他 自己要先下去看看 谢眼看了看他 思索了一下点头的 我陪你一起下去 骆俊瑶连忙摇头 不用了吧 在这里 应当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跟你一起下去 还有什么好玩的 谢成招文言 笑看着两人 楚王叔尽管放心 这明阴阁虽然有些神秘 但是在这里玩乐呀 却是十分安全的 来往明阴阁的 无论亮明身份 还是匿名而来 都不是普通人 若谁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谁还敢过来呀 骆俊瑶笑道 摇摇一笑顽皮 就怕别人不找他麻烦 他自己去惹麻烦上身 骆俊瑶忍不住 瞪了自家大哥一眼 有这么拆自己台的人吗 谢成招看了 没有说话的谢眼 和气鼓鼓的骆俊瑶笑道 骆公子说笑了 谁不知道摄政王妃 不仅聪慧伶俐 且伸手非凡 寻常人哪 恐怕也不敢找他麻烦 骆俊瑶展颜 还是谢大公子说话好听 谢成招微微欠身 王妃谬赞了 我说的是实话 谢眼拉着骆俊瑶起身 老王陪摇摇下去看看 既然是九王子 请景言喝茶 我们就不打扰了 也难怪骆俊瑶觉得无聊了 姬荣还没下定决心 跟谢眼谈 因此 这好一会儿的功夫 都是在东拉西扯的说闲话 谢眼也不是喜欢 跟人闲扯的性格 脾气坐在这里喝茶 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 还不如陪着自己媳妇 下楼去看看 骆俊瑶虽然更想 自己溜出去玩 但谢眼要陪他一起去 他也是高兴的 两人才刚站起身来 魏长廷也跟着起身了 哎呀 第一次来这明英格 本公子也有些心仰难耐 不如先下去看看 谢大公子 一起吗 谢成招看看 凡却没有移动位子 意思的姬荣和骆俊瑶 摇头笑道 在下竟然是九王子邀请来的 这个陪客 自然还是要尽职一些 魏长廷也不在意 耸耸牵 那咱们先下去了 出了相防 骆俊瑶立刻长长地松了口气 当真有一种天高任鸟非之感 不过看看站在自己身边的蟹眼 这种感觉又瞬间被压回去一半 魏长廷似笑非笑地瞥了他一眼 看来王妃做得很不耐烦呢 骆俊瑶翻了个白眼 魏师子若不是觉得无聊 怎么会跟我们一起出来 别以为他没看见 魏长廷比他还想下去玩呢 魏长廷笑道 王妃尽管放心啊 我绝不会打扰你和王爷的 可惜 骆俊瑶不大领情啊 你若是少想一些有的没的 说不定啊都已经抱得没人归了 我们俩都穿着男装又是这种地方 你觉得能打扰什么 话说 你想来这儿也不是什么难事 用不着跟我们一起吧 魏长廷轻叹了口气 嗯 您哪懂我们这些小人物的悲哀啊 这民音阁的入场费 可要足足一千两啊 你拿不出来一千两啊 骆俊瑶不信 凌川侯府可不穷啊 就算凌川侯府没钱 那魏长廷也不会没钱 魏长廷怂怂怂迁笑咪咪的道 能舍为什么不舍 我可是要存钱娶媳妇的人 哼 你可真是勤俭持家 嗯 没有赞 没有赞 魏长廷拱手笑咪咪的硬道 骆俊瑶打量着他 你知不知道 男人勤俭持家还有个说法 叫抠门 魏长廷叹口气 王妃 勤俭持家是美德 说话也太不友好了 骆俊瑶怂怂间 不再理他 镜子拉着蟹眼往楼下走去 叫我军公子 要不是你年纪小 谁看不出来你是个姑娘 你这么亲密的拉着蟹眼 谁看了不多想一点 下了三楼的楼梯 原本已经远去的喧闹声 立刻重新回来 此时 楼下的大堂 比他们先前进来的时候 更加热闹 古典声 乐曲声 还有喧闹的欢笑 嬉闹声 震得骆俊瑶耳膜隐隐作痛 竟然有一种 置身于前世酒吧 或者大型活动现场的感觉 整个大堂连带着二楼 都是华光璀璨 亮如白昼的 三人站在二楼的栏杆旁 往下望 高台上的舞姬 已经换了一匹 围在高台下欣赏舞蹈 甚至随之起舞的人 却越发地多了起来 伴随着古典的乐曲 激昂热烈 台上身形纤细夭遥的舞姬 穿着色彩艳丽的一族服饰 身姿曼妙无匹 如水蛇般的仙腰 激烈地扭动旋转 一双赤足随着古典声 在高台上舞动 那一瓶一笑间风情万种 惹得台下的看客 纷纷将自己手里的金花 玉石 首饰等物件 往台上抛去 看到那些价值不菲的打赏 台上的美人 面上的笑容越发的妩媚 舞姿也越发妖娆起来 骆俊奥趴在栏杆上 兴致勃勃地欣赏着 高台上的舞蹈 魏长亭也很是赞赏 哎呀 不愧是明音阁啊 行的不说 只是这场面 就称得上是上拥一绝咯 骆俊奥点头表示赞赏 除了明音阁 偌大的上拥 大概也没有哪个地方 能弄出这样的场面了 比起这可以让人肆意吸脑 放浪行孩的地方 每次宫中举行的宴会 堪称乏味无聊 蟹眼站在一边 垂手看着这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其底下 哪个武器的舞姿更妖娆 哪个美人的容貌更美 哪个宾客的模样更滑稽好笑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两人是这种欢场上的常客呢 咱们下去瞧瞧 骆俊奥兴致勃勃地道 他看到一个弹琴的小哥哥 还挺好看的 魏长亭撇脸旁边气息冷肃的摄政王殿下 跳眉道 我倒是没想到啊 君公子竟然对这种地方也颇有心得 骆家二姑娘应该接触不到这种地方才对呀 但他们这位小王妃可不像是个生手 骆俊奥理所当然的道 我天赋异禀 难道只能你们喜欢这种热闹的地方 魏长亭点点头 正色道 你说的对 两人都戴着面具 骆俊奥并不能看到魏长亭的表情 但他知道他肯定在笑 魏长亭确实在笑 笑得意味深长 这种地方可不仅仅是热闹而已啊 他果然不打扰两人 很快跟两人分别 自己一个人溜溜答答的 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骆俊奥和谢燕 穿过二楼外面的走廊 一路下了楼 二楼走廊边上 也是一个个的厢房 每个房间都关着门 外人自然看不到里面的情形 只有偶尔有几个门外 三三两两站着一些人 靠着栏杆 一边喝酒聊天 一边观看楼下的盛况 两人下了楼 走入大堂里 即便是戴着面具 蟹眼的身形气势 也依然吸引了不少人注意 不过 这地方大家都懂规矩 既然是戴着面具 就是不想让人知道身份 自然也没人会冒冒失失的 上前来说话 方才他们直接被迎客的管事 引上了楼 因此 只看到了大堂中心区域的一小块地方 此时仔细一看 果然发现 中心区域 已朝外两边延伸 还有很长的空间 虽然没有中心区域 挑高了一层的天顶 和那华丽无皮 绚丽夺目的琉璃宫灯 却也同样光滑璀 一派纸醉金迷之感 洛俊阿拉着蟹眼 围观了一会儿高台上的胡鸡舞 也学着那些客人 往台上泡了两朵金花 还得到了领舞的五鸡 远远的一个妩媚飞吻 引得台下许多宾客轰闹起来 对骆俊瑶又陷又度 不过看到骆俊瑶 是个还没长大的小豆丁的时候 立刻将极度的目光 投向了蟹眼 显然都认为 五鸡那个飞吻 是抛给蟹眼的 看了一会儿 骆俊瑶又拉着蟹眼 去了其他地方 扑得不说 对于骆俊瑶来说 民阴阁确实是个很有趣的地方 加上左右两翼延伸出去的地方 民阁的面积真的非常的大 仿佛是一个 无比欢乐奢华的室内广场 不仅有歌舞 各种薄系 有人文才子们 谈笑风生的风雅 有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畅快 甚至能看到 左翼有一个静直九尺的水池 池底又泉眼 不停往上翻营 但那池中 却并不是泉水 而是美酒 几个酒鬼就坐在池边 直接拿着饮碗 从池中咬了酒就喝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酒香 还有各种鲜果点心 和美味佳肴的芬芳 简直是吃货的天堂 骆俊瑶靠在谢眼身边 轻则了一声的 这民阁很会搞事啊 就差没有酒吃肉鳞了 谢眼低头 有些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却没有接话 骆俊瑶正想拉着谢眼 往另一边走去 突然眼睛一亮 拉了拉谢眼的胳膊 压抑着兴奋 低声道 哎呀 你看哪 谢眼寻着他的目光望过去 通往外面的大门口 又有一群人走了进来 这群人排场不小 许多离得近的人 都纷纷停下了原本的事情 朝他们看了过去 明英格的管事 在前面引路 他身后是两个 明显有着异族血统的青年 而他们身后却是一个披着暗青色大长 被帽子遮住了头和眼睛 直露出小半张脸的女子 但只是那小半张脸 也足以让人看出 那是一个难得一见的角色美人 而那女子身边还跟着一个中年男子 他们身后还有几个黑衣男人 那中年男人神色淡漠地环顾四周 被他淡淡地一眼扫过 许多已经微醺的人 也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瞬间清醒地过来 不敢再去看的女子 明英格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说 禁止女子进入 但就这么光明正大走进来的女子 却还是极其少见的 或者说几乎是没有 骆俊阳靠在蟹眼身边 偏着头 打拦着那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低声道 白静荣竟然会亲自来这 或许咱们来得正巧 明英格今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骆俊阳闻言 脸上的神色越发的欣慰盎然起来 那可就有趣了 若是白静荣知道 姬荣也来了 他不会在意 在白静荣言 姬荣是个只能受他摆布的棋子 就算这个棋子偶尔不听话 但白静荣也不会认为 这个棋子真的就有能力 跑出自己的手掌心 自己成为棋手 当然 现在谢燕也没看出来 姬荣有这个能力 所以 她现在不会跟姬荣谈任何事情 姬荣若想得到她的扶持 就必须证明 她有这个能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突然多出来一个女性客人 大趟里虽然依旧歌舞升平 可气氛却似乎变得古怪起来 总是有人忍不住去打量那被簇拥着只能看到小半张脸的女子 就仿佛她是一个突然闯入了不该闯入地方的异类 似乎从古至今呢 人们都默认了肖金库这样的地方 存在的就只是面向男性客人的 而一旦出现一个异性 哪怕本身再怎么毫无道德感的人 都会忍不住想要抨击她的离经叛道 一个不知道从哪钻出来的惊悍男子 挡住了白静荣异行人的去路 那男子长得极高 站在白静荣异行人面前 甚至比身为齐族人的穆萨还高了小半个头 她的身形并不健硕 但隐藏在衣服下捧起的肌肉 却让人知道她绝不是一个好惹的人 古同色的脸显然是常年被烈日和风沙侵蚀 左边脸颊上有一个奇怪的疤痕 看起来不像是刀伤 也不像是意外的划伤 似乎是烫伤 但形状过于规整 就像是用一个正方形的烙铁 直接烙上去的一般 只是她的肤色过深 那伤痕倒是显得不那么显严 这样的人 只一眼就让人知道并非良善之辈 她动作极快 周围也没有人拦着她 甚至有不少人都露出了看好戏的表情 他们只是来寻欢作乐的 不想找麻烦 也愿意遵守规矩 但是看到有人闹事 他们也是乐意捧场的 毕竟他们来这里 不就是为了找乐子吗 这位客人 客人们不介意 却不代表明音阁的人也不介意 父子为白静荣一些人引路的管事 已经沉下了脸 那惊悍男子仿佛看不懂人脸色 依然自顾自的打量着白静荣 管事 这就是你们明音阁新来的头牌 这绝对是故意挑衅 只白静荣这一群人进来的阵仗 怎么也不可能是新进的头牌 白静荣身边的人瞬间沉下了脸 穆萨冷哼了一声 手中轻弹一缕淡淡的心香 夹着指锋 袭向了那名惊悍男子 这里实在是个下毒的好地方 大堂里各种酒香菜香汁粉香交织在一起 声音也喧闹嘈杂 对人的嗅觉和听觉影响还是颇大的 却不想 那惊悍男子看着是个莽夫 实力却不弱 他身形意识 已经到了穆萨的另一边 然后一把抓过一个白静荣带来的黑衣物 一掌将他拍向了穆萨 穆萨显然也是有些意外的 他愤然出手 压根就没想过 这个看似鲁莽傲慢的男人会是个高手 那黑衣侍卫背骨强劲的劲力 裹挟着撞向了穆萨 穆萨本想抬手将他拍开 但他才刚伸手就发觉不对 这强横劲力根本就不是他能够抗衡的 这原本只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事情 他再想闪已经来不及了 转瞬间 穆萨被那黑衣侍撞飞了出去 倒在地上扭头吐了口血 大厅里突然有片刻的安静 然后许多人朝着这边涌了过来 脸上都带着兴致盎然的神情 显然喜欢凑热闹是人类的天性 银客的管事脸色一沉冷声道 这位客人 您应格不可斗殴 那金汉男子轻哼了一声道 你瞎了吗 这异族的小崽子下毒 你们明英阁怎么不管呢 管事愣了愣 他确实没看出来穆萨下毒 此时听了这话 再看看挣扎着爬起来 正用仇恨的目光 瞪着那金汉男子的穆萨 立刻明白了 对方恐怕所言非虚 管事皱了皱眉 正色对白静荣等人道 诸位客人 您应格内禁止仇杀斗殴 还请遵守规矩 还有这位客人 如果再有这样的事 我们只能请您出去了 那金汉男子冷笑了一声 扫了白静荣一眼 我在这里这些天 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么大的阵仗 既然不是新来的头牌 难不成是你们老板的相好 他话音未落 一道冷风从另一侧袭来 这男人敢在民音阁里挑衅 虽然是有几分真本似的 他俐落地让开了 突如其来的袭击 道了声来得好 便飞身迎上了 朝他批来的剑 这一下就更热闹了 美酒佳肴 歌舞美人天天都有 在民音阁里打架 可不是常常能有的 于是 原本对这边的冲突 还不甚在意的人们 也纷纷放下手边的事情 朝着这边涌了过来 就连高台上的歌舞都听了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二楼原本空荡荡的走廊边 也出现了不少的人 骆俊瑶也拉着解饮 兴致勃勃地挤在营群中观战 白静荣这边出手的人是驱放 墨北剑神亲自出手 自然是值得任何人认真对待的 那惊悍男子果然也不弱 哪怕是驱放那样的高手 突然袭击 他也没有乱的手脚 两人交手数招 他挥出去的拳脚 越发地有开山越始终 高手啊 这是什么人呢 骆俊瑶有些惊叹 果然是墙中似有墙中手啊 若只看明面上那些人物 就觉得自己实力非凡 只会死得很难看 歇眼仔细看了看 目光在那男子脸上的疤痕上 一扫而过 低声道 应当是个被朝廷通缉的汉匪 骆俊要有些惊讶 汉匪 汉匪跑到上庸来 而且还如此张狂 对自己的相貌也毫不掩饰 不过 建议对方毫无顾忌的 在民阁挑衅不知底细的人 如此胆大妄为 似乎也不难理解 解眼注视着交手的两人 目光更多的 还是落在那惊悍男子身上 剑眉微调 若有所思 骆俊要却已经看得十分助神了 他如今的身手 对上普通的二三流高手还行 但是对上这样的一流高手 就差得远了 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 民阁的护卫 自然很快赶了过来 回过神来的管事 脸色十分难看 已经很久没有人 赶在民阁闹事了 这些人未免太不将民阁 放在眼里了 管事冷声道 将他们都拿下 领头的守卫点了下头 朝身后的属下一挥手 一群守卫 飞快将打斗中的两人围了起来 只在一声令下 他们就要扑上去 将打斗中的两人拿下 等等 守卫头领这样下令 就听到身后 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声 他回头看到 穿着一身浅绿色衣衫的少女 正站在二楼的楼梯口 看着他们 那少女族下清点 已经从楼上掠了下来 落在他跟前 清姑娘 守卫统领拱手的 阁主有何吩咐 那清姑娘看了 一人激战中的两人一眼 阁主说 你们不是这两位的对手 不必丢人现眼了 闻言 站在他对面的人 面色有些不服 能在民阁这样的地方 当守卫头领 实力自然也不会弱啊 他当然也看得出来 自己不是这两人的对手 但如果单打独斗 也未必就差太多 况且 明阁高手众多 想要拿下这两人 却未必不行啊 但这既然是阁主的意思 身为属下的他 自然不会反驳阁主的话 因此 虽然心中不服 他还是沉默地 朝那清姑娘拱下手 终究是没有下令 攻击破坏明阁规矩的两人 清姑娘并没有看打斗争的两人 而是走到了白静荣的跟前 白静荣身边的人 立刻拦在了他面前 这少女看着年纪不大 实力却不弱 如果她突然出手 夫人却是手无腹肌之力的 清姑娘微微挑眉 看着白静荣没有说话 白静荣轻叹了口气 这就是明音阁的待客 知道吗 清姑娘不怨不怒 阁主请夫人上去 还有 称为范先生 说不定大家以后 还要做朋友 伤了和气不好 正和居放交手的 精悍男子 突然轻哼了一声 飞伤后退束步 和居放拉开了距离 虽然方才两人激烈交手 但显然 他依然注意到了旁边的动静 甚至听到了清姑娘 和白静荣的对话 他退了 虚放呢 也没有死缠烂打的意思 只是眼神冷漠地 扫了那人一眼 收剑归桥 见他们不打了 清姑娘脸上 也多了几分笑意 他朝白静荣等人 点了下头 侧身道 夫人请 范先生也请 眼看着刚才 还剑拔弩张的双方 只因为这少女的一句话 就霸斗了 跟这那少女 往大腾另一次走去 没有热闹可看的众人 纷纷发出了嘘声 热闹散场 大腾里又重新回到了 方才的歌舞生平 只是不少人的注意力 显然已经不在 歌舞美人身上了 人们纷纷交头接耳地 谈论起方才 那戛然而止的打斗 以及双方的身份 白静荣一行人的身份 对一部分人来说 并不那么难猜 毕竟如今在上用的 一组人 女人 还有高手 这些信息组合在一起之后 也就没有几个符合的人选了 反倒是那个惊悍男子 虽然来了 也有好些天了 但之前一直都很低调 每天不是赌博 便是搂着美人 饮酒作乐 也不知道今天 怎么突然就闹起来了 没有热闹可看了 骆俊药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 回头却见泻眼 眉头微粗 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怎么了 我想起来那是谁 你认识 是谁啊 七年前从天老月月逃跑的 汉匪王范 所以 是那人名字里有个贩子 而不是他姓范吗 你怎么知道是他 你见过他 骆俊药好奇的 因为他是我抓回来的 不过 看起来和当年变化很大 所以 即便是看到他脸上的伤疤 血眼也没有立刻认出来 清姑娘并没有带着 白静荣一行人上楼 而是直接从大腾右翼的 一个门进入 穿过了长长的走廊 又上楼 再走过一段走廊 他们渐渐地远离了 前面的喧嚣 明阁的面积 比外人想象中的更大 不仅仅是占据了半条街而已 夜色中 白静荣安然地跟在清姑娘身后 他们身侧是光线幽暗的花园 夜幕下 隐约可以看到园中假山林寻 走过挂着宫灯的回廊 终于停在了一道门前 里面是一间三面透风的报线 再往里 是一个装饰素雅的小花厅 白静荣的随从 都被留在了门外 只有屈放跟着一起进去 而方才 与屈放交手的惊悍男子 却早就不知跑哪儿去了 清姑娘在报线里停下 朝着里面恭敬的道 阁主 容夫人到了 片刻后 明英阁主从里间走了出来 容夫人 幸会 白静荣微微挑眉 神色平静地打量着 跟前的青年男子 无论是容貌 气质 还是言谈举止 这无疑都是一个 极为出色的男子 但对于他 就是明英阁主这件事 白静荣却觉得 略非有些失望 眼前这人固然十分出色 但出色的 有些平淡 他可以是王孙公子 可以是江湖侠客 可以居庙堂之高 也能处江湖之远 但唯独不像是明英阁主 白静荣心中思量 就算现在告诉他 解眼才是明英阁主 他都觉得 比眼前的青年 更加可信 虽然心中有着许多想法 白静荣面上 却依然是一派平淡自若 他稍稍点头 明英阁主 正是 在下染记 白静荣秀眉微扬 设计的记 青年含笑不语 策手道 夫人里面请 白静荣也不追问 点了点头 多谢 没想到明英阁的阁主 竟然是一位青年才俊 明英阁主笑道 曾经的明英阁主 自然不是在下 两人进了花厅 青姑娘和屈放 却留在了报下里 只守着花厅门口 并不进去 花厅里悠然静谜 随意错落摆放的夜明珠 柔和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室内 也彰显了明英阁的财力 宾主落座 明英阁主亲自烹茶 手法娴熟优雅 行动间行云流水 只是看着就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白静荣也不着急 直到他亲自将一杯热茶 送到他跟前 白静荣才轻声谢过 端取茶浅拙了一口 赞了声好茶 明英阁主笑道 看来在下的茶艺 还有待提高 茶水简陋 并不能让夫人满意 白静荣神色自若 若是早年 我大约还能与阁主 论一论茶道 这些年我流落在外 在外苦寒 早就习惯了粗茶淡饭 哪还能分得出 茶好茶坏 明英阁主文言 轻笑了一声 那夫人觉得 是护国禅寺的茶好 还是明英阁的茶好 白静荣扶着茶杯 纤细如玉的手指 飞飞顿了一下 她抬起头来 注视着眼前的青年 明英阁 果真名不虚传 明英阁主不审不必 笑道 夫人今天如此大张旗鼓而来 在下若是再避而不见 岂不是让夫人笑话 白静荣淡淡地道 失礼了 只是先前我派人前来 却无共而返 想来是阁主 嫌弃信使 怠慢了明英阁 如此 还是我亲自来一趟的好 明英阁主的脸上 笑容渐渐淡去 双眸凝视着眼前的女人 明英阁素来都是暗中行事 夫人此番 以后明英阁 还能再上庸立足吗 白静荣仿佛听到了 什么笑话 偏然的 明英阁若是怕事 何来血压公子之事 再说了 阁主难不成以为 没有人挑明 朝廷和皇室 就不会注意到明英阁了 阁主 明英阁固然是数打根深 但如今这上庸皇城 毕竟还是姓谢的 听了白静荣 如此不客气的言语 明英阁主却并未动怒 他不怒返笑 夫人说的是 所以今晚摄政王殿下 恰好也在阁中 白静荣微微一正 他显然并不知道这个消息 沉默渐渐在花厅里弥漫 浅淡而奇异的幽香 在夜色中令人背绝 心旷神怡 不知过了多久 白静荣方才轻叹了口气的 看来我与大圣摄政王 也算得上是有缘了 只是不知摄政王今夜前来是 跟摄政王一起的 是洛家大公子 凌川侯世子 凝王嫡长孙 还有令郎 阿荣啊 白静荣轻唤着儿子的名字 简简单单几个字 竟被他唤出了几分 熟情白转的味道 白静荣的名字里 恰好也有个容字 若是不知内情的人 恐怕要以为 姬荣才是他最疼爱的孩子 这孩子长大了总是不听话 来了上庸之后 更是总想着跟我作对 让阁主见笑了 明阁主微笑道 哼 来者时刻 言下之意 他不管姬荣为什么来 只要他进来了 又不冒犯明阁的规矩 那就是客人 白静荣也没打算对姬荣如何 就算他真的容不下这个儿子 也会自己动手 不会借明阁的手 所以 方才那一句 真的就只是一时感慨罢了 白静荣原本有些慵懒的身姿 正了一些 他双眸直视着眼前的明阁主 阁主应当知道 我能在上庸停留的时间并不多 阁主既然愿意见我 想必是知道我们所为何来 请夫人示下 白静荣轻哼了一声 显然是对他如此故弄玄虚的嘲讽 明阁主却不为所动 仿佛他真的不知道 白静荣所为何来一般 白静荣一手扶着跟前的桌面 双眸紧紧注视着明阁主的眼睛 淡淡的道 锦 鸾 福 明阁主挑眉 锦鸾福何在 他并没有否认 自己知道锦鸾福是个什么东西 白静荣神色有些冷漠 淡淡的看着他 东陵鸾一丝 小叛主 明阴阁主神色自若 东陵覆灭的时候 在下尚未出生 请恕在下 不知夫人这是何意 阁主既然不否认锦鸾福 现在又何必明知故问 鸾一丝故意放出消息 难道不是为了锦鸾福 明阴阁主摇摇头笑的 夫人恐怕误会了 在下确实知道锦鸾福 但是跟那所谓的鸾一丝 却没有什么关系 之所以问夫人 是因为锦鸾福如今就在明阴阁 他的话顿了一下 才悠悠接上 只有半块 这半块锦鸾福 乃是鸽中半年前所得 今晚正准备出售 夫人若是有兴趣 一会儿不妨注意一下 白静蓉没有说话 只是定定地看着明阴阁主 明阴阁主也不着急 陪着他相对而坐 两人像是在比谁更有定理一般 不远处的香炉里 青烟鸟鸟鸟 花亭里静悄悄的 仿佛落真可闻 不知过了多久 门外亲姑娘轻声提醒的 阁主 还有一刻钟 便是午夜了 明阴阁主并没有作答 白静蓉却缓缓站起身来 他居高临下地 看着跪坐在桌边的青年 看来今晚不是谈话的好时候 明阴阁什么时候有决定了 白静蓉恭候大驾 说吧 他想了想又当 方才外面那人身手不错 不过我猜谢言 不会喜欢在明阴阁看到此人 明阴阁主笑道 夫人好眼力 算不得多好 不过天牢的烙印 哪怕是被毁了 也还是能看出一些的 能与屈放一轿高下 还见过天牢的人 原本也不多 夫人放心 那人不是明阴阁的人 他若招惹了夫人 只要离开明阴阁 自然随夫人处置 白静蓉吃笑了一声 王范当年老巢被谢言给捅了 自己也被谢言生擒投入天牢 家业尽毁 铁面扫地 从此为谢言如虎 他多年未曾踏足尚兄 如今谢言回来了 他反倒自己送上门来 活得不耐烦了吗 明阴阁主叹了口气 夫人这话 也太不留情面了一些 俗话说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便是摄政王赫赫威名 也未必能压倒人心的贪欲 白静蓉扫了他一眼 不再说话 转身走了出去 他很快便带着屈放离开了 送走了他们 亲姑娘方才转身踏入花厅 原本正经微作的明阴阁主 此时正悠然地已坐在桌边 他手里把玩着一块色彩绚丽 如彩色琉璃的小护甲 那东西形状并不规则 看着有些奇怪 只有那斑斓的色泽 在室内淡淡的珠光下 显得格外醒目 阁主 亲姑娘跪坐在桌边 恭敬地挡 明阴阁主随手将那彩色琉璃 往亲姑娘跟前一抛 亲姑娘连忙伸手接触 锦鸾符 鸾一丝 东陵鱼氏 信州瑶氏 大圣谢氏 还有白家 你说 他们累不累 亲姑娘小心翼地捧着那五彩琉璃 低声道 奴婢不知 明阁主轻哼了一声 他们不累 我倒是有些累了 去吧 把这玩意儿拿过去 可是 亲姑娘有些担忧的道 虽说只有一半 但毕竟是锦玩符 若是真的落到 你也说了只有一半 一半就等于没有 如今 人既然齐了 戏也该开场了 且看看 这玩意儿到底 最后会落到谁手里吧 主上那边 亲姑娘还是有些忐忑 明阴阁主脸上的笑意一收 眸光冷淡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清儿 现在我才是明阴阁主 亲姑娘闻言 不由打了个寒颤 将头捶得更低了些 是 阁主 大唐里 骆军要正缠着谢眼 跟他讲关于那个叫王范的男人的旧事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若不是那人最后逃了 说不定谢眼都不会记得这个事 七八年前 谢眼才刚收服郑国军不久 恰逢边关暂时无事 先帝便一道诏书 急诏谢眼回京 虽然事后证明 其实压根就没什么急事 回京的路上 谢眼路过宿州边界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剿匪煞鱼而归的当地驻军 这个匪就是王范 当时中原已经渐渐平定 凶悍的山贼土匪已经不如早年多了 但能够活下来的自然都是大浪逃杀的呀 王范便是盘踞在宿州和灵州边界上的一个汉匪 他年纪并不大 当时也才三十 却凭借一身难逢敌手的实力 以及凶残的作风 短短两三年之内 就聚集起了两千多山贼土匪 这些土匪盘踞山头 劫掠百姓不说 甚至连官府和军饷都敢劫 当地衙门自然不能不管呢 好几次仕途剿面都大败而归 那一次更是出动了将近五六千的兵马 却依然武功而返 被打得狼狈至极 连领兵的主将都折了 既然遇到了 谢眼自然不能不管 他急着回京 也懒得多费手脚 直接单枪匹马杀进了山寨 与王范一番大战之后 将人生擒 那山寨里的土匪 本就是依靠王范聚集的 王范这一被抓呀 这些人立刻就乱成了一团 早就奉命等候在一侧的官兵 一拥而上扫平了山寨 如王范这样的汉匪 要么就得杀了 要么就得押送京城 普通的当地衙门 还真就未必敢收押他们 谢眼倒不是不想杀了他 而是这人抢劫了两三年 山寨里却空空荡荡的 谁也不知道 他将那些抢来的财物 弄到哪儿去了 王范这种人呢 不怎么怕死 严刑拷打对他没什么用 谢眼呢又急着回京 于是干脆就将人一起带回去了 一路上 这两人呢 也算是斗智斗勇 王范几次意图逃跑 都被谢眼抓回来一顿好打 王范原本自认为 也算是一方高手 颇有傲气 却没想到 被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干脆破罐子破摔 不逃了 他供出了自己藏匿财宝的地方 深游谢眼吐治 谢眼回到京城之后啊 将人丢进了天牢里 后面审讯以及寻找藏匿财宝的事情 自然不必他费心了 若不是一年之后 王范逃出天牢的事情 被先帝在信里提了一笔 谢眼都以为 他已经被名正典型了 再往后 边关战士不休 先帝驾崩 谢眼更是事务繁忙 自然也就没有时间再管这个人了 这王范逃出天牢之后 这些年也一直十分低调 谁也不知道他竟然会突然出现在上庸 原来是这样啊 洛俊瑶点点头 望着谢眼的眼睛闪闪发亮 阿爷 你好厉害啊 谢眼唇边露出一抹淡笑 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他现在出现了 你是不是要抓他 谢眼点头的 既然遇上 自然是要抓 说吧 又低头看着洛俊瑶正色的 他这些年实力进步神速 你不是他的对手 别去惹他 我又不喜欢找死 放心吧 跟普通高手对上 可以说是挑战自己寻求突破 以他现在的实力 跟王范那样的人对上 那就不自量力 自寻死路 嗯 谢眼眼底带着温和的笑意 乖 不知从哪儿浪回来的魏长婷 看到两人之间的互动 忍不住连连摇头折舌呀 哎 两位可真是悠闲啊 真以为你们今晚 是来这儿玩的 骆俊瑶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 回过头喊笑的 不然呢 魏世子无语 再看看同样淡定自若的谢眼 忍不住服额 这才成婚几天呢 摄赵王殿下 就已经被小王妃给带坏了 虽然这两人相处的情形看起来 其实挺温馨有爱的 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异样 但魏世子怎么会承认呢 魏长婷手里把玩这三个精致的小木牌 问道 你们有这玩意儿吗 没有 不用细看 骆俊瑶就直接回答了他的话 因为他们真的什么都没有 从魏长婷手中接过那个小木牌 冷硬的乌木雕琢而成的一只凤鸟的形状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只在背面刻着一个竖子 不用看 魏长婷手中另外两个 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魏长婷翻过自己手里两个牌子笑道 看来这其中两个 确实是给你们的 三个一模一样的木牌 只有背后的号码 分别是三四和十一 这个是哪来的 骆俊瑶好奇地问 魏长婷漫步惊心地道 在那边喝酒 一个明音阁的管事 突然送给我的 说是凭着这个牌子 可以参加明音阁 后半夜的活动 骆俊瑶挑眉 打亮了一眼四周 发现来来往往那么多宾客中 有牌子的十个里头 也不到一个 不过 也不排除有人不爱招摇 将牌子收起来的远古 他在打亮着别人 自然也有人在打亮着他们 看到他们手中的牌子 那些人眼中 似乎都多了几分羡慕和好奇 骆俊瑶将木牌 在手里抛了抛 笑道 看这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走吧 不知道大哥他们 魏长婷笑道 你尽管放心 明音阁都知道 给咱们送牌子了 还能露了骆家大公子不成 说的也是 果然 很快就有人来请他们了 三人跟着来引路的管事 走进了之前那位亲姑娘 引白静荣等人进去的大门 穿过长长的廊道 却并没有在上楼 而是往下走去 汉白玉的台阶和墙壁 墙壁上雕琢着精美的图案 镶嵌着华美的宝石和夜明珠 比起外面的金碧辉煌 这里似乎显得更加低调一些 但如果识货的人就会知道 这些被镶嵌在墙壁和台阶上的夜明珠 每一颗都价值不凡 骆静荣明显听到 走在他们前面的几个客人 连呼吸都有一些急促了起来 他越发对这地方好奇了起来 明音阁显然是知道他们身份的 那既然如此 还将他们请到这样的地方来 是单纯的示威 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骆静荣一边走一边计算着 直到他们站在一个 几乎与上面大唐中心区域 大小相当的广场上时 他们已经在地面六十米下了 这里看起来 像是一个小型室内体育场 这是中间的广场 是用精雕细琢的汉白玉铺就的 上方的天顶 也是同样的汉白玉 那汉白玉上不知镶嵌了什么 有着繁复绚丽的黑色花纹 骆静荣抬头仰望 总觉得那黑色的花纹仿佛是流动的一般 无数的夜明珠被镶嵌在上面 形成周天星斗的图案 可以想见呢 若是熄灭了所有灯火 抬头仰望 或许会有一种站在繁星下的感觉 这明音阁不是批发夜明珠的吧 骆俊阳小声问道 魏长廷文言低头闷笑了一声 倒也不至于 夜明珠和夜明珠还是不一样的 这种大珠子跟女孩子用来做首饰的不大一样 是一种会发光的矿石雕琢打磨二成的 虽然价值也不菲 但是用来做首饰其实并不好看 远远比不上你手里的那些 不过 这明音阁 看来确实是财大起粗啊 虽然说比不上吧 但能将夜明珠随便到处相遣 说实话 这份豪气 就算是摄政王府 大概也没有 魏长廷打烂着四周 嘖嘖称赞 哇 没想到上用地底下 还藏着这么个地方 骆俊阳跟着谢言往前走 抽空回了他一句 你不觉得这地方 很像地下古墓吗 能不能不早逝了 广场中间 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台子 此时 台子上没有人 广场周围 是一个个小房间 每个房间的门口 都挂着写着数字的牌子 三人很快就找到了 与自己手中木牌对应的房间 毕竟 他们的房间号码 还挺靠前的 明音阁显然很给 摄政王殿下面子 谢言的房间 在第一排 正对着那高台的地方 魏长廷看着 站在三号房门口 恭敬等候的侍从 挑眉道 每个房间 只能进一个人 侍从连忙笑道 自然不是 每一位受邀而来的客人 都可以有一个 自己单独的房间 但用不用 是客人自己的事情 哦 魏长廷满意地点点头 直接跟着谢言和骆君瑶 进了三号房 魏长廷的房间在十一号 虽然也靠前 但毕竟没有这个位置好啊 虽然不知道 这明音阁到底是卖哪门子的药 但是占个好位置很重要 房间并不算大 里面的陈设 却极尽华美舒适 雪白柔软的皮毛地毡铺地 房间里桌椅 软榻 都是最昂贵的木材 打造而成的 雕工精美 锦绣装点 墙上挂着简巢古画 就连香炉 都是白玉古董啊 骆俊傲对这个时代的古玩 没什么了解 魏长廷却在房间里 转悠着连连称赞 哎呀 王爷 要不咱们 把这明音阁给评了 魏长廷忍不住提议的 这么炫富 不就是摆明了勾引人 来抢我 来抢我吗 在商勇敢这么炫富 是不想活了吧 卸眼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随手摘下面具 放在桌上 你可以试试 试什么 试试是你先踏平明音阁 还是你的脑袋 先挂在城门口 魏长廷不以为然 不至于吧 他们真敢对本世子动伤 本王会为你报仇 但是人死了 肯定是救不回来的 一般情况下 明音阁估计也不想自找麻烦 但魏长廷竟然要凭了明音阁 人家大概也不介意 先下手为强 骆俊瑶坐在软榻里 听为泄眼的话 忍不住笑出声来 魏长廷回头看他 小君公子 你笑着吗 骆俊瑶轻车了车 软榻旁摆放着的一盆绿植 笑的 魏世子有这种想法 最好啊 还是离开这里再说 为什么 因为 我怕你惹毛了明音阁主 我们一起陪着你在这陪葬啊 魏长廷笑的 怎么说 这个 这个 急功 装了自毁系统 一不小心 哄 大家都完蛋了 魏长廷也有点笑不出来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刚才都告诉你了 这地方很像是古墓啊 这么大型的陵墓 你说有没有防盗措施啊 魏长廷揪着自己的头发 有些委屈地望着骆俊瑶 我又不是盗墓的 骆俊瑶怂怂肩 外面那广场下面 我们刚才走过的地方 至少有一半都是空的 还有头顶上 那些花纹呢 应该是无色琉璃镶嵌的 你猜那黑色的是什么东西啊 魏长廷半场没有说话 好一会儿 才神色复杂地望着骆俊瑶 才这么一会儿功夫 你就看了这么多 骆俊瑶笑咪咪的的 随便看看 您可真随便 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 房门被人推开 骆俊瑶正站在门外 看着他们 大哥 骆俊瑶扫脸房间里的三人 才举步跨进房间 姬荣和谢成招呢 在隔壁 九号 骆俊瑶起身 走到骆俊瑶跟前 挽着他的胳膊挡 大哥 你跟那个九王子谈好了吗 骆俊瑶抬手 翘了下他的额头 你觉得我们能在这种地方谈什么 骆俊瑶捂着脑门 委屈地望向谢眼 谢眼将他拉到自己身边 抬手轻轻地揉了揉他的额头 痛不痛 骆俊瑶立刻展示 骆俊瑶立刻展颜一笑 不痛 骆俊瑶叹了口气 自觉走到另一边 跟魏长廷坐在了一起 白剑荣也来了 在六号 看来今晚明英阁 确实很热闹 这地方到底是干什么的 骆俊瑶思索了一下 愤的 魏世子觉得这里像是做什么的 拍卖 在这种地方 还给客人每人准备一个房间 总不会是为了请他们欣赏歌舞的吧 若只是例行的普通拍卖会 用不着如此故弄喧嘘 拍卖会 尚用并分没有 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能卖得出来 若只是因此而修建这么一座地宫 明英阁恐怕一百年都赚不回本钱 能让人愿意这么折腾的 必须是绝对真奇的东西 哪怕是明英阁 恐怕也支撑不了高频率的定期举办这样的拍卖会 而且 蟹眼飞飞醋眉的 这地方血腥味很重 事实上 对普通人来说 这地宫里的味道非常好闻 最名贵的香料 比同样重量的黄金还贵 想要让整个地宫都弥漫着这样的幽香 所需自然不菲 然而 这却瞒不过蟹眼这样无感灵敏的绝顶高手 这里死过很多人 哦 近期 洛锦眼皱眉道 如果是很久以前 即便是蟹眼也很难再闻到味道 近期 不超过五天 魏长廷不由吸了口冷气 明英阁 不会是想要将咱们骗进来杀吧 房间里 三人鄙视瞥了他一眼 不得不说 魏世子在平常不动脑子的时候 真的犹如他郑国军至将的名号 房间里 众人闲聊的时候 外面广场上灯光渐渐暗了下来 并非全部熄灭 但光线明显比之前暗淡了许多 于是 天顶上原本珠光浅淡的夜明珠倒是越发明亮了起来 每个房间往外都有一个很大的窗户 足够四个人并肩站立的宽度 侍从进来禀告说 活动即将开始 请求为客人们降下窗户 方便他们观看 得到同意之后 侍从熟练地将窗户打开 他们坐在桌边 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情形 哪怕是骆君尧靠坐在软榻上 也能将外面的高台 尽收眼底 很快 他们就知道 这民音阁后半夜的活动 到底是些个什么勾当呢 广场的高台上 突然缓缓升起一个巨大的铁笼子 铁笼被一道铁栅栏分为两半 一边关着一个衣衫蓝绿 头发凌乱看不清楚面目的壮汉 另一边关着的却是一头猛虎 不知是吃饱了还是怎么的 那老虎此时正安静地趴在铁笼一角 时不时起伏的腹部让人知道 它确实是一头活生生的猛虎 房间里四人都皱了皱眉头 为常天有些嫌弃的道 他们想让这人和猛虎搏斗 这对于房间里的四个人来说 其实并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这四人都是上过战场 见过无数杀戮的 若是让他们单独对付一头猛虎 其实也不难 因为这个游戏在他们看来 就显得有些低级且无趣了 顾景不会激起他们的兴趣 反而会让他们对明英格 更多的几分警惕和厌恶 洛景思索了一下 淡淡地道 魏世子或许觉得没意思 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明英格也不可能专程将就他们 自然还是要大多数人的兴趣 果然 因为开着窗户 四周隐喻有兴奋的声音传来 显然是有不少客人 都对今天的开场表演很感兴趣 片刻之后 之前那位亲姑娘 漫步走上了高台 她长相甜美清秀 盈盈一笑 仿佛是个天真无忧的少女 但是 看看她背后的铁笼子 以及笼子里的人和兽 许多原本投注在她身上的 一样目光都默默地收了回去 亲姑娘笑的 欢迎诸位贵宾 来到明兰阁今晚的贵宾盛宴 小女带阁主 向诸位贵宾问安 说吧 她还当真微微屈膝 行了个标准的侍女礼 然后就听她笑道 在开始正题之前 毕格为诸位贵宾 准备了一道开胃菜 希望诸位能够喜欢 她侧身看向身后的铁笼 继续说道 我身后这位姓姜 明铁 想必有人听说过她的名字 那壮汉听到自己的名字 突然激动地扑向了亲姑娘 她伸出手 就想隔着铁笼去抓她 亲姑娘利落地后退了几步 那壮汉的手指 看看要碰到她 却无论如何 也跃不过这方寸的距离 只能用力将铁笼 砸得匡风作响 看台上有人高声道 是三年前 鹿州陈家灭门案的凶手 亲姑娘朝声音传来的方向 笑了响 点头道 不错 此人虽然只会一些拳脚功夫 却在三年前 带着几个同伙 一夜之间 灭了鹿州陈家上下五十多口 之后 一直被官府通缉 两个月前 我阁中长老 在青州 将其抓获 看台上 隐隐传出来议论声 哼 如此毫无人心的狂徒 岂不是与这禽兽 正相合 只是不知道 到底是这猛虎厉害 还是这狂徒 更加厉害一些 因为那壮汉砸铁笼的动静太大了 原本安静趴着的老虎 已经站起身来 老虎显然是察觉到了周围的动静 狂躁的在笼子里打转 那模样 竟当真和那狂躁的壮汉 有几分相似 很快又有人道 证明鹰阁想要猛虎和子人相当 若是他赢了呢 若是输了 自然是被老虎咬死了 此人是今天第一线拍卖品 他若赢了 驾高者得 这人处置 哦 那他若是残了呢 有人阴侧侧的问 明鹰阁也说了 这人只懂一些拳脚功夫 对上一头猛虎胜算并不大 废了也有废了的用处 说无人想要 自然就只能送给官府了 看台上很快安静了下来 亲姑娘将无人再提问 拍拍手 是一手在高台一角的黑人上前 那壮汉显然知道自己的命运 越发狂躁的 想要强行掰弯铁笼的栏杆逃出来 然而 他很快就没有功夫顾虑这些了 因为铁笼中间隔着他和老虎的栅栏 突然被人抽了出去 一分为二的铁笼 瞬间成了一个整体 那老虎咆哮了一声 朝着壮汉便扑了过去 百兽之王的咆哮在地宫里回荡着 也让幽暗处的一双双眼睛 越发的兴奋起来 这兴奋 显然是带着血腥的 有人往铁笼里扔了把短刀 铁骑落地的身影冰冷而清碎 被关在笼子里的男人 却顾不得多想 在猛虎扑过来的一瞬间 就地一滚抓起地上的刀 幽暗的看台上隐约传来一阵失望的嘘声 男人紧紧抓着手中的刀子 警惕地盯着对面正转过身来盯着自己的猛虎 他喘着粗气 眼镜里满是凶狠的光芒 只看那双眼睛似乎就足够让人相信 他真的是一夜之间灭了一家几十口丧心病狂的凶手 老虎一击不中 有些焦躁地在铁笼里走动着 眼睛定定地盯着对面的男人 野兽显然没有什么耐心呢 他只看了对面的男人几眼 便再次纵身扑了上去 男人也怒吼一声 举起刀朝扑面而来的老虎挥了过去 这场人与虎之间的搏斗 如果是三号厢房里的任何一个人 或许都会很快结束 快而且误区 但是换成一个只会一些粗显外公的男人时 就显得格外惊险和残酷了 虽然明英格事先说明了这人的身份和罪行 哪怕这人真的是被老虎咬死了 多俊耀也不会同情他 但不得不说 他还是不喜欢明英格的这种作派 明英格今天丢出来一个人 说他是灭人满门的罪犯 就可以将他当成一个表演的道具和货物交易 如果哪天 他们抓了一个无辜的人过来 这些看客真的会追根究底吗 还是他们会更加兴奋难耐呢 淡淡的血腥味开始在空气中蔓延 那人穿了一身浅色的衣裳 猛虎的利爪造成的伤痕 此刻在他身上显得越发的触目惊心 鲜血的味道 也刺激了台上的野兽和看台上的看客 看到那人浑身狼狈 却还在挣扎着和猛虎拼杀的模样 有人开始叫喊助威 更有人忍不住直接开始叫价了 一千两要活的 一千五百两 两千两 洛军要有一些疑惑 这人身手虽然不错 但实力也不见得多强 这些人买回去做什么 况且本身是那样凶残的匪徒 一个不小心说不定就会释主 贵长亭剑眉飞条 难不成王妃以为他们买回去是为了看家护院的 洛军要微微偏头 打量着台上的一人一虎 也不由失笑摇头 确实不像啊 魏诚廷笑道 会对这种人感兴趣的只有两种人 哪两种 一种是本身就做刀口填写的生意 这种天生心狠手辣的人自然算是个好苗子 只要能收服了还是能用的 第二种吧 贵长亭笑了笑 下巴朝高台的方向飞扬了扬 嗯 那就是用途 骆俊阳瞬间明白了 总有些人有些特殊癖好 这人这般凶悍 对某些人来说 反倒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骆俊阳翻了个白眼 往后一扬 倒在软榻上不再看外面的情形 但高台上男人怒吼声和老虎的咆哮声 却依然不绝于耳 半课中之后 一声惨痛的咆哮和哀嚎在地宫里回响 几乎要震得人耳朵昏鸣 随之而来的是男人狂暴的笑声 靠得近的地方 血腥味越发浓郁起来 没有人感到不满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这血腥味似乎不再让人感到难闻 而只是让人们越发的兴奋 高台上的男人浑身是血 背上被连衣服带皮肉抓下了一块 伤口深刻见顾 他的一条腿被老虎狠狠地咬了一口 虽然还有些没有彻底断开 整条腿却仿佛是泡在鞋里一般 纵然如此 他满是鲜血的双手 却依然紧紧地握着刀 那刀锋此时已经插进猛虎的身体 他整个人也都狠狠地压在老虎身上 他本身就长得极为壮硕 这狠狠地压下去 野兽临死前的反击 竟然也没有将他甩开 他显然已经杀红了眼 即便老虎已经一动不动了 也没有一动分好 只是紧紧握着插进老虎身体的刀 死死地盯着地上的野兽 口中不停地发出怒吼 一直站在高抬一角的亲姑娘走了出来 他脸上的笑容丝毫未变 仿佛这血腥惨烈的场面 对他没有丝毫影响一般 他笑隐隐地道 兽类到底是兽类 看来还是人更厉害一些 将他带出来吧 旁边的黑人尚前要打开铁笼 听到动静的男人猛地抬起头来 那如野兽一般的眼神 即便是外面的黑人也不由顿了一下 不过也仅此而已 这人虽然凶悍到搏杀了一头猛虎 但此时已经历劫的他 对这些实力不弱的民阁护卫 还是够不成什么伤害的 他很快就被人从铁笼里拉了出来 关进了一个更小的笼子里 方才最高出价是五千两 不知还有更高的没有 虽然这世上变态不少 但肯花五千两甚至更多的钱 买一个断了一条腿的通缉犯人 还是不多的 最后这个人被二十六号厢房的客人 以五千两买下 亲姑娘说这是个开胃菜 这个价格对民阁来说 显然确实是小菜 因此很快就派板成交了 男人被关在了一个 只能容他蹲在里面的铁笼子里抬走了 这场交易以及开场菜 就算是结束了 这对宾客们来说 既是一种刺激 同时也是一种威慑 很快 今晚的拍卖会正式开始 民阁也确实没有让人失望 某个惊天大量的凶手信息 价值连城的失窃宝物 记录着海外神秘宝藏的海图和藏宝图等等等等 每一件都是公开在拍卖会上绝不会出现的东西 而每件的价格也同样惊人 最低的一样没有低于三十万两的 骆俊要粗略一盘算 这民阁今晚的流水 说不定啊都比他的价重多了 难怪民阁如此财大气粗啊 果真是赚钱如流水 魏长廷一边羡慕 嫉妒着民阁阁的财源广进 一边感叹着无聊 诚然 民阁的东西又昂贵又稀奇 还明显是捞偏财 但他们又不买这些玩意儿 这不是干坐着等一晚上吗 就在这时 那位亲姑娘笑音音的 让人端上了一个小小的托盘 托盘上面带着一块布 因此 看台上的人们并不知道那上面是什么东西 只听亲姑娘笑音音的道 这一件是不久前本阁刚刚得到的一件珍宝 此物得来颇为意外曲折 只是来历用处 民阁一概不知 因此 有没有兴趣 是否愿意出价 便只凭诸位贵客的眼力了 这话一出 看台上倒是一眼里得有些骚动起来 民阁的老过客显然知道民阁的作风的 越是珍奇的东西 越是说的语言不详 有人捡过大便宜 自然有人曾经因此错过好东西 而第一次来的客人 很是好奇啊 在民阁拿出这么多东西之后 竟然还有他们也不知道 来历用处的东西吗 若是不知道来历用处 又如何断定这是宝物呢 新姑娘笑道 哼 诸位请看 此物是一块彩色琉璃配 底价六十万两 这话一出 整个地宫尽是哗然之声 六十万两买一块不知来历 也不知用途的琉璃 要知道 琉璃在东陵朝 制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 不再是皇室和极少数权贵的专享 虽然还不到非如寻常百姓家的程度 但许多有钱人家 也是有诸如琉璃灯 琉璃展 琉璃屏风 甚至用琉璃代替原本的窗纱窗户纸的 要知道 琉璃本就是一种人造产物 上古时就古法琉璃制品 到了前朝中后期 技术更是突飞猛进了 如今早就已经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 就算这玩意儿 真是千百年前留下来的古物 也远不值这个家 看台上一片宁静 远没有先前的热闹 有钱人也不是傻子 并不是看到什么东西都想买的 琴姑娘似乎预料到了这个局面 也不在意 只是继续笑道 奇为民格 确实不知此无用途 所以有兴趣的贵宾 可以亲自上来查看一番 说有人能知道他的价格出处 就算流拍 也是一桩信誓 一件平平无奇的琉璃 民音格莫不是耍着我们玩呢 有人不满的质问 琴姑娘笑 虽然民格也不知此物价值 但得到此物的过程中 民格却死了三个高手 因此 若有心此物的贵客 也仅谨慎 看台上的人沉默了片刻 还是有几个人陆续上台去查看 三号厢房里 贵厂厅看着台上的人 正小心翼翼的拿起那块琉璃仔细查看 一块五彩琉璃底价六十万 骆景云笑的 工艺不错 像是皇家将造出来的精品 贵狮子抽了抽嘴角 再怎么精品也不值这个价呀 琉璃这玩意儿工艺其实不算复杂 成本也不高 之所以还能维持如今这个不算低的价格 多半还是人为制造的稀缺性造成的 好像不是弯装的 只是半块 啊 贵厂厅好奇地看向骆俊阳 你怎么知道 你们不觉得那个形状很奇怪吗 而且 左侧边缘有几个小小的凹槽 明显是用来与另一边谦和的 贵厂厅有些佩服 哦 你眼神真不错 他都没有注意到 骆锦炎若有所思 看向骆俊阳道 瑶瑶觉得 他原本是个什么模样 骆俊阳醋眉 应该不是对称的样式 如果按照对称画出来会很奇怪 不过 我觉得 应该是只鸟 蟹眼淡定的道 不用猜 是只凤鸟 说吧 蟹眼飞快地用手 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凤鸟的轮廓 果然不是对称的 卫长亭震惊 你怎么知道 蝉幼宫里有很多书 骆锦炎挑眉道 哦 王爷知道那是什么 锦鸟符 如果是真的话 毕竟 琉璃这玩意儿要造假还是挺容易的 在场几人自然都知道 这锦鸟符是什么东西 卫长亭立刻启动了起来 明音阁果然跟卵一丝有关 他们怎么会将锦鸟符拿出来拍卖 那我们 安静 蟹眼微微醋眉 骆锦炎笑了笑 我们不出手 蟹眼摇头的 不必 先看看有多少人对锦鸟符感兴趣 就这么个来历不明的琉璃制品 价格还高上了天 不懂的人不会买 啃出天价的必然都是跟他有关系的人 还有单纯人傻钱多的傻子 扑多时 上去查看的人都纷纷下来了 清姑娘又将那五彩琉璃向众人展示了一番 才宣布拍卖开始 这场拍卖确实有些尴尬 跟之前几场对比过于明显 看台上十分安静 好一会儿才从后面隐约传了一个声言 六十万两千两 出嫁的人显然十分谨慎 只嫁了一个最低的数字 清姑娘也不在意 依然灭带笑容 看向声音来出 二十八号贵客 出嫁六十万两两千 还有吗 又过了片刻 有人叫他 六十万四千 有了人加入 暗中对那五彩琉璃感兴趣的人 终于也不再沉默 陆续的开始出嫁了 六十二万 六十二万八千 虽然一直有人喊价 但出嫁的人显然都只有那两三个 其他人依然显得十分冷漠 骆俊瑶甚至可以想象 那些人坐在各自的厢房里 嘲笑着花大价钱 去买一块琉璃的冤大头的模样 纵然如此 价格却渐渐的从最初的六十万两 涨到了七十三万两 地宫里越发安静下来 这个价格再加下去 很快就要超过今天最高的价格了 渐渐的 也有人察觉出了不对 若真的只是一块普通琉璃 真的会有人这样不计成本的加价吗 显然不少人这么想着 却依然没有人加入其中 八十万两 突然 一个有些突兀的声音响了起来 所有的人都不由争冲了一下 这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之前从未出过嫁 而且这人一次就加了七万两 亲姑娘笑颜如花 三十三号贵客 出嫁八十万两 一次 在亲姑娘叫出第二次的时候 最前排的厢房 终于有人开了口 八十二万两 又是一个陌生的身影 看台上已经有些热闹起来 六号贵宾 八十二万两 一次 黑暗中 传来一声略带高傲的轻哼 八十五万两 八十七万两 九十万两 地宫里刚刚起来的嘈杂声 又渐渐的跪于平静 什么目瞪口呆的 听着三十三号和六号的人 宛如抬杠一般的出嫁 不过片刻功夫 价格已经涨到了一百万两 许多人忍不住 再次看下那块 平平无弃的五彩琉璃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真值得这么疯强吗 这两个人莫不是有病吧 到底是谁这么财大气足 跟白静荣杠上了 骆俊阳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问道 虽然他现在也算是挺有钱的 但这种疯狂叫价 还是给他一种不真实 并且自己还是很穷的感觉 因为按照着明英格的物价 他全副身家 恐怕也逛不了几次明英格的拍卖会呀 听他们这么抬杠 我都要以为他们喊的是一百两 而不是一百万两 魏长廷表示深有同感 骆锦恩想了想 没听说过尚用语这号人 或许是外地来的 魏长廷心思阴暗的 嗯 也有可能是明英格自己安排的人抬价 应当不会 这种着力的手法 白静荣恐怕不会上当 况且这事若是传出去 以后谁还会来这里买东西啊 只看今晚其他东西的成交价格就知道 这锦鸾符的价格就算是再翻一倍 也弥补不了明英格信誉毁掉的损失啊 我们真的不要这玩意儿 魏长廷看向谢眼 问道 谢眼抬眼瞥了他一眼 你出现了 但我没说 骆锦恩笑道 魏世子不用着急 如果这个锦鸾符是假的固然无用 就算是真的 只有半块咱们拿着也没用 丢出去才是正确的 魏长廷盯着高台上的五彩琉璃 难难的道 我就怕这半块恐怕就要引来一场腥风血雨 今晚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骆锦恩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没想到 魏长廷竟然还有这样的慈悲心呢 谢眼淡然的 与此事无关的人不会卷入其中 会出手的便都是局内人 我们原本就要着手清理皇城里的地下室了 顺便一起了结了 明音阁敢如此明目张大 再任由他们发展下去 顾锦天恐怕当真压不住了 魏长廷看了看面色淡定如常的谢眼和骆锦言 再看看一脸欣慰盎然的骆君尧 叹了口气的 我还说的对 既然说话间 价格再次被抬高到了一百零三万两 到了这个地步 双方显然都有一些疲乏了 家家的弧度也渐渐低了下来 谢眼突然等 白静荣要放弃了 其他人纷纷看向他 谢眼并没有再多说 果然 原本预期中的声音并没有再次响起 三十三号贵宾 出价一百零六万五千两 一次 六号相防依然一片宁静 即便是站在高台上的亲姑娘 也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 于是他指的继续道 七百零六万五千 第二次 依然是一片宁静 显然六号的贵客确实是放弃了 三十三号贵宾 出价一百零六万五千两 第三次 成交 少女一声成交 所有人都暗暗出了口气 恭喜三十三号贵宾 得到五彩琉璃配 亲姑娘笑道 现在开始 今晚第七件商品拍卖 后面的拍卖 同样也是难得的宝物 却显得有些后继无理了 人们显然还没从方才那天价的五彩琉璃配中回过神来 多少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拍卖会结束之后 一行人并没有去跟金融会合 而是顺着明英格管事的指引 走出了地宫 重新回到地面上 他们出现在了明英格主楼后面的园子里 偌大的园林里 灯火辉煌 半点也不见夜晚的幽暗 园子面积很大 远远地传来私主和女子欢笑的声音 酒香 肉香 脂粉香 在空气中弥漫着 明英格的热闹 一直要持续到天亮 此时下半夜的狂欢 才刚刚开始 许多刚刚从拍卖会出来的人 再次加入其中 方才在地宫里 显然是受了不少刺激 极需要一场狂欢来宣泄 这里显然比上半夜大堂里的更加隐秘 也更加肆无忌惮 谢言等人自然无意加入其中 于是便跟着管事一路往外面走去 出了明英格 正好看到白静荣一行人 也被管事引着从里面出来 双方都没说话 只是远远地微微汗手 算是打过招呼了 看着白静荣一行人登车离去 魏长婷若有所思的 白静荣就这么放弃了 另外半块锦鸾符 应当在白静荣手里 你觉得他会放弃吗 也对 那 那个三十三 你若有兴趣就看看 他若不是有备而来 恐怕就要凶多吉少了 三更天 整个上庸皇城都陷入了沉睡 就连承西这样的地方 离开明英格一段距离之后 周围也变得幽暗寂静起来 一辆马车慢悠悠地 在街道上往前行驶着 车夫有一搭没一搭的低声 与坐在旁边的护卫闲聊 马车后面 还跟着四个骑马的护卫 马车里 一个三十出头面容白镜 却有些油腻的男人 搂着一个娇弱妩媚的美人 一边和美人调笑 一边眼神嫌弃挑剔地 把握着手里那块 形状怪异的五彩琉璃 美人依靠在男人怀里 好奇得到 这便是公子花费了 一百多万两买来的宝贝啊 男人痴笑了一声 哼 什么宝贝 不过是块没什么用的琉璃吧 这种玩意儿 本公子若是想要 能买一屋子 美人巧笑奄然 既如此 公子为何还花费那么多银子 买一个无用之物 男人挑起美人的下巴 在他唇上用力地亲了一下 一百万两算什么多 不过嘛 若是这一百万两 能买来个美人垂青 倒也勉强算是值得 美人眨了眨眼睛 面带惊喜 不想那男人却毫不留情地讨 本公子说的不是你 美人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却依然还是柔媚无骨地 靠在男人怀里 卢家不过是一件风尘女子 岂能没有自知之明 哪里值得公子如此高看 只是 不知公子说的美人是谁啊 方才与本公子抢东西的 便是个角色美人 美人正了正 可是 那不是个男的吗 他被男人带进了地宫 自然是全程旁观了 这个男人 是如何花钱如流水的 男人轻哼了一声 哼 你懂什么 被他如此训斥 美人也没有生气 一双妩媚寒情的眼眸望着他 这样风情万种的美人 即便是万花丛中过的情场老手 也忍不住心中一阵火热 搂着美人又是好一番的亲人 唉 你不知道也不奇怪 那里面坐着的 可是三十年前的东陵第一美人啊 男子笑道 三十年前 他怀里的美人哑然 看向男子的目光 都忍不住带了几分诡异和古怪 三十年前的第一美人 就算再怎么敬畏天人 论年纪也足够当你娘了吧 这男人却丝毫不以为耻 兴致勃勃勃的道 好看就成了 年龄有什么重要的 若能得到东陵双书垂青 这一百万花的也不远 美人大约实在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了 不仅是诡异的年龄和辈分的问题 没有一个美女喜欢听男人在自己面前 盛赞另外一个女人 还是个老女人 公子 这个能给奴家瞧瞧吗 男人确实不在意这玩意儿 随手就抛给了怀中的美人 看吧 别弄坏了就成了 美人连忙揭在手中 仔细地观摩起来 男人看她的模样 痴笑了一声 哼 有什么好看的 不就是半块琉璃吗 可是 这块琉璃值一百万呢 还不值得仔细看看吗 男人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说得对 男人得意中 带着几分轻蔑地看着怀中的美人 爱不释手地把玩着五彩琉璃的模样 心思很快就不知道飘哪儿去了 马车离了民音阁越来越远 街道两旁也越发地幽暗寂静起来 只能听到车轮和马蹄压过路面的声音 马车突然震了一下 外面传来车夫略带惊慌控制马儿的声音 然后 有什么重物落地的声音 怎么回事 马车很快就停稳了 男人有些恼怒地问道 外面却没有人回答 男人放开怀中瑟瑟发抖的美人 起身掀开了车帘 寂静幽暗的街道上 只有马车四边脚岩上挂着的灯 发出淡淡的光亮 车夫依然还坐在自己位置上 一动不动 身体却在微微地发着抖 原本坐他身边的护卫 已经不见了踪影 怎么回事 来人 男人将头探出马车 回头去看跟在马车后面的护卫 只看了一眼 瞳孔就疏得一缩 额边瞬间冒起了一层冷汗来 四匹训练有素的马儿 依然落后半个车身 跟在马车旁边 但马背上 却早已没了人影 马儿脚下的地上 躺着四具尸体 幽暗的夜色下 他们身体下的地 被浸出了大片的黑色 方公子 打扰了 一个淡淡的声音 不知从何处传来 男人惶恐而茫然的四下看了看 才终于将目光锁定在某处 街边屋檐下 不知何时站了两个人 夜色幽暗 他看不清楚他们的相貌 只知道是两个身形高大修长的男人 你 你们是谁 男人惊惧交加 声音显得有些尖锐刺耳 你们 你们好大的胆子 知不知道我是谁 站得靠后一些的男人低笑了一声 上前一步 声音里带着几分轻勉 营州方家复可敌国 谁不知道呢 男人定了定神 咬牙道 既然知道 就快失去的离开 否则方家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们也不想得罪方家 问方公子借个东西 马上就走 你们 想要什么 今晚方公子在明音阁 拍摄的那五块五彩琉璃 男人有些怀疑的 盯着屋檐下的两个人 咬牙道 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你们是今晚在拍卖会上的人 对方沉默不语 显然并没有回答他的意思 富可敌国的家族出来的公子 固然骄纵一些 却也不是纯然的蠢货 他怀疑地看着那两个人 你们是 跟我抢东西的人 怎么 拼财力抢不过本公子 就想要打劫 其族荣夫人 也不过如此 街道上越发寂静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屋檐下的人忽然轻笑了一声 如此 倒是不能留你了 男人脸色微变 连忙道 等等 不过是一块琉璃罢了 本公子不稀罕 送给荣夫人便是了 但是你们要保证 本公子的安全 可以 男人松了口气 连忙回头就朝里面的人道 快 拿来 然而 回过头之后 他却呆住了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原本坐在车厢里 妩媚入骨的美人 已经不见了踪影 仿佛根本不曾存在过一般 连同那块一百万两 买来的五彩琉璃 今晚仿佛注定要发生些什么 无星无月 正是月黑风高 杀人放火的好时候 深邃狭窄的小巷 更是让夜晚变得身手不见五指 夜色中 一个纤细的身影 飞快地在小巷里穿梭着 他纤细的身形 几乎要与夜色融为一体 四周虽然幽暗 但他一双妩媚的眼睛 在夜色中却格外明亮 眼中有着盈盈笑意 突然 他脚步一顿 在他前方不远处 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黑色身影 那人仿佛是突然出现在那里一般 若非他惯于在黑暗中行动 说不定就直接一头撞上去了 女子谨慎地后退两步 握在手中的东西 不动声色地往后藏了藏 不知是哪位高人 可是小女子 有什么得罪之处 女子握着东西的手 微微颤抖着 出口的话 却依然柔媚前全 令人心痒 可惜对方显然并不想吃他这套 堵在巷口的男人沉声道 哪来 女子神色微变 强笑道 什么哪来啊 男人冷哼了一声 举步朝他走了过去 女子见状不妙 突然娇笑了声 既然阁下想要 那给你便是 接着 一道进风朝着对面的男人射了过去 几乎同一时间 女子转身就朝着来时的路飞掠而去 可惜 他这招啊 并不能阻止对方 男人抬手当的一声 射向他的暗器被打飞了出去 下一刻 正把腿狂奔的女子 只觉得一阵冷风从脑后袭来 他连躲避都来不及 就发出了一声惨叫 倒在了地上 男人漫步走了过去 低头拿脚轻轻地踢了踢女子的右手 腹身从他手里捡起了一块五彩琉璃 男人的目光在女子双眸大张的脸上扫过 略带轻蔑的道 哼 玉面狐狸 不过如此 玉面狐狸是江湖上有名的神偷 这次不知怎么的盯上了迎州方家的大少爷 倒也确实让他偷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可惜 却也因此而丧了命 男人转身要走 眼神突然一鳞 握刀的手紧了紧 目光冷立地盯着前方的巷口 出来 小巷的两头分别有人走了过来 这一晚对魏世子来说也注定是个不眠眼 不到一个时辰 他至少围观了四桩血案 看到五彩琉璃移了三次手 此时魏世子坐在城中某处屋顶上 远远眺望着前方街道的巷墨 仿佛他真能看见什么似的 事实上 即便是魏世子酒精沙场战功赫赫 在这样的距离 以及这样的夜色之下 也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魏长廷觉得 自己应该学蟹眼和骆锦炎 早点回家睡觉 而不是在这儿吹冷风 不过幸好 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 魏长廷瞄脸前方不远处 正站在窝檐边上远眺的纤细身影 双双 咱们真的不强吗 冷霜回头扫了他一眼 王爷说不强 顿了一下 他又倒 属下叫冷霜 世子请自重 魏长廷笑得满面春风 别这么冷漠嘛 咱们也算是有过同生共死的交情了 你叫我子真就好 属下不敢 你是谢眼的属下 又不是我的 这话其实也不算错 原本魏长廷还在镇国军时 他品级比冷霜高 自然也算是冷霜的上司 但如今魏世子调人户不是狼 这么算起来 两人确实没什么关系了 冷霜显然对他这番纠缠不感兴趣 转身继续看向远处的幽暗夜色 魏长廷叹了口气 这冷霜姑娘什么都好 就是太过冷淡 不好接近了些 若是像他们家小王妃那样 焦焦甜甜的 嗯 魏世子打了个寒颤 算了 他还是更喜欢双双这样的 焦焦甜甜什么的 还是让摄政王殿下自己给人享受吧 远处某个房顶上 有什么光亮 微微的闪了几下 内光十分微弱 并不容易引起人注意 冷霜沉声道 看来王帆遇到麻烦了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魏长廷眼睛一亮 靳祖人 齐祖人 摄政王府不出手 现在上庸城里 能威胁到他的除了明英格 应当就是齐祖人了 走 两人飞略而起 越过重重屋顶 朝着方才 那微光亮起的方向而去 黄泛此时 确实遇到麻烦了 他手里握着那块金碗 已经不知染了多少鲜血的五彩流离 目光冷立的 盯着挡住自己去路的男人 屈放 别人怕你 我王范可不怕你 王范冷声道 挡在他跟前的人正是墨北神剑屈放 在今晚之前 王范其实没有跟屈放交过手 毕竟 屈放隐退的时候 王范还是一个急急无名的小辈 哪里有机会见到威名赫赫的墨北剑神呢 因此 王范也不怎么将屈放看在眼里 虽然今儿晚上那片刻的过招 让他知道对方实力非凡 什么墨北神剑塞外第一高手 不过是个被女色索迷 心甘情愿给女人当狗的废物罢了 屈放并没有因为王范明显不屑的眼神而动容 他淡淡的道 东西留下 你走 王范吃笑了啥 想要这玩意儿 得你有本事才行 姓白的那个娘们儿如今还要靠你保护吧 你若是跟我俩拼个两败俱伤 上了拥皇城里那些权贵人 还不吞了他 哈哈 屈放神色冷肃 不为所动 他确实有一些震慑的效果 但目前齐祖与大盛结盟几乎已经成了定局 那些大盛权贵就算再恨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动手 这些话自然不必跟王范这种人说呀 王范扬眉道 寄给你也不是不行 只是我有些好奇 白静荣那娘们儿到底是怎么让你们这些人对他俯首贴耳的 你 还有那个什么毒王 还有那个叫于晨的 放着好好的镇国大将军不等 跑去祈祖给人当狗 怎么想的 不如让那女人陪我 他话音未落 一道剑气 已经迎面劈了过来 王范侧身一闪 让过了突如其来的袭击 屈放眼神冷森的盯着对面的男人 看来当年谢眼没教会你 什么叫谨言慎行 一听到谢眼的名字 王范眼底闪过一丝杀意 更多的却是随之而起的滔天怒火 当年败给谢眼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儼然已经成了他的逆临 别人提都不敢在他面前提 屈放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敢跟我提当年 话音未落 他已经提起刀 朝着屈放扑了过去 王范不愧是当年需要谢眼亲自出手 才能抓住 甚至还能从大上天牢逃出去的人 跟屈放这样的绝顶高手交手 一时间竟然也打得旗鼓相当 只是这样级别的两个高手打起来 动静自然不小 再加上 今晚承虚闹得着实有些不成样子 五成兵马司就算是死人 也该被惊醒了吧 魏长廷和冷丧 远远地站在屋顶上 看着下面两个人的交手 他们并未靠近 论实力 两人捏一块 都未必打得过底下的任何一个 魏誓死看着远处 飞快朝这边移动的火光 嘖嘖叹道 这五成兵马司动作也推慢 把黄船自然交给他们真的靠谱 冷霜回头瞥了他一眼 正色道 五成兵马司本就管不了这些 来了恐怕也无济于事 五成兵马司维持一下寻常治安 搜捕逃犯 做些维护修缮的事情还差不多 这种明火执杖 硬碰硬的高手啊 只靠他们恐怕不大容易 魏长廷想了想 点头道 也对 所幸的这些高手虽然嚣张 但也不想在上庸皇城里跟朝廷当上 特别是他们心里清楚 朝廷并非是没有高手的 因此 在五成兵马司的将士赶到之前 这两人已经飞身离开了 五成兵马司的将领 看着街道上满地的血腥和尸体 脸色格外阴沉难堪 将军 怎么办呢 一夜之间发生了这么多血案 其中有几起 甚至已经超出了默认的 城西地下势力盘区的范围 侵入了普通民区 虽说并没有造成什么平民伤亡 但若是造成大面积的恐慌 他们五成兵马司也难辞其咎啊 那将领沉着脸冷哼了一声 我西城的路口都给我封了 待本将禀告了统领之后 再做决定 将领说的西城 并不是整个上庸皇城的西边 而是默认的鱼龙混杂 各方势力盘踞的地带 大约占了整个城西的三分之一大小 这里面 只要不闹出什么大事 不危害到外面的百姓 官府一般是不管的 这也算是一种治理手段吧 毕竟那些三教九流的人 想要清理干净是不可能的 与其让他们分散在皇城各处 为非作歹 扰乱治安 还不如将他们放在一起 似有人管束 不出大事就好 但是今晚闹成这样 显然就超过了官府能容忍的范围 吴将军 魏长廷和冷霜 从远处房顶上飞掠过来 落到了距离他们不过几丈远的地方 两人都穿着变装 冷霜还是一身的黑衣 自然引起了五成兵马司将士的戒备 犯着寒忙的兵器 齐刷刷地对准两人 那将领也盯着魏长廷看了好几眼 才松了口气 抬手示意身边的人放下兵器 原来是魏大人 至于跟魏长廷一起出现的冷霜 他就真的不认识了 这大半夜的 魏大人怎么会在这呢 魏长廷笑道 奉命为王爷办些事情 吴将军看脸旁边的冷霜 这位是 他没问魏长廷已经调住了户部 为什么还要替摄政王办这些事情 因为 所有的人都默认 凌川侯府是郑国军一脉的 就算魏长廷不在郑国军了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魏长廷笑道 这位是郑国军麾下的冷姑娘 冷霜拱手 见过将军 吴将军也立刻拱手回礼 虽然魏长廷并没有说清楚 这姑娘的具体身份 但一个女子 能在郑国军立足 自然不会是寻常人物 双方寒暄完 吴将军有些急切的切入正题 魏大人 此地方才发生的事情 魏长廷笑意的道 啊 双方人马抢个东西 算是火病吧 人已经跑了 吴将军望着魏长廷 半少没有说话 魏长廷耸耸肩毫不心虚 吴将军 不是我袖手旁观啊 实在是我也不是对手啊 这件事 我建议交给五卫军和御林军来处置 吴将军的脸色有些难看 略带几分不甘的 难道在魏大人眼中 我们兵马司就如此无用 不仅是吴将军 跟在他身边的几个属下 脸色也有些难看 看向魏长廷的眼神 多多了几分敌意 这事的不仅文人相亲 五人同样也会互相看不上对方 魏长廷摇摇头的 在下并无此意 不过是各自其职而已 今晚闹事的这些人 只靠五乘兵马司很难押得住 将军不妨将此事禀告大统领 他想必自由主张 吴将军略带几分自嘲 难道我们就这么回去 在下无意干涉五乘兵马司的形势 只是提醒将军 如果遇到了那些人 最好暂时避其锋芒 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魏长廷叹了口气 刚刚在这里的人 有漠北神剑 吴将军沉默了一会儿 终究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朝魏长廷抱拳行礼之后 一挥手 带着部下继续朝前方走 能跟漠北剑神相斗的 自然不会是什么不入流的角色 你这样说 五乘兵马司恐怕不会高兴 也不会领你的情 冷霜淡淡的道 没有人喜欢被别人贬低自己的能力啊 哪怕是处于好意 魏长廷摇摇头 用不着他们领情啊 王爷是真的要调用五卫军入城 冷霜侧手看向他 五卫军最近在重新整编 魏长廷笑咪咪的道 那也比五乘兵马司战力强 而且比起五乘兵马司 至少他们一部分人 还是能做到另行禁止的 你在怀疑五乘兵马司 冷霜素眉的 魏长廷摇头 不是怀疑 是五乘兵马司内部 本身就太复杂了 西城是什么情况 你以为五乘兵马司不知道吗 王爷想要在短时间内 下狠手清扫上庸皇城 五乘兵马司远没有从外面引入五卫军好用 虽然五卫军本身也是上拥防卫的一部分 但比起一直在城中的五乘兵马司 还是要独立纯粹一些的 冷霜忍不住看了咖啡长廷 不知是黎明前的用暗光线问题 还是别的什么 眼前面带微笑的青年 倒是少了几分平日里的不着调 终于让冷霜有些恍然的响起 这位魏世子当初在镇国军 是一位以智谋出名的将领 摄政王府 所以 那块锦篮符最后落到谁手里了 花厅两边的位置上 还坐着宋文月 玉明秋和崔哲玉三人 点眼恭敬了的 目前应该还在王范手里 文言 骆军瑶有些意外 屈方竟然没抢过他 这个王范有点厉害啊 被武城兵马寺的人打断了 齐族人应该还不想跟朝廷正面对上 之后 王范趁机跑了 王范显然比齐族人和屈方更熟悉上用 现在他应该躲在西城的某个隐蔽处 那个倒霉鬼呢 蝶影愣了一下 才反映过来他说的是谁 那是荧州方家的大公子 已经 死了 花厅里沉默了片刻 宋文月倾壳了一声道 哼哼 我听说 荧州方氏富甲天下 他们家的大公子 随着欲点头 宋先生说的没错 荧州孤悬海外 中原官府边朝末期 因此 历代对齐的治理 都是以鸡弥为主 荧州隶属于青州 地方官只是个七品之县 真正的当选者 是当地的土著豪族 方家 就是目前的掌权者 荧州虽然号称州 但无论是行政等级 还是面积 其实都只是一个略大的县 只是因为孤悬海外 距离本土太远了 朝廷根本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的统治 说的难听一点 就算派重兵驻守 也难保驻守在那里的兵马 时间长了 不生出什么幺蛾子来 因此 历代朝廷也不怎么费心 只要不出大乱子 权力还是由当地土著把持着 崔哲宇看了看众人 继续道 荧州岛盛产珍珠 珊瑚 和各种海货 东边海上诸国来往大盛 也多半会在岛上停留 或者与其贸易 因此 说方家覆口敌国 倒也不是假话 丽明秋因为自己的私事 细色还是有些不大好 听到这里 却打起了精神 提出自己的问题 方家人一向极少参与中原的事情 他们家大公子 怎么会跑到上庸来 这位大公子 是方家庶长子 却记得方家家族宠爱 他应该是半年前离开盈州的 不过没人知道 他来到上庸 说吧 崔哲玉侧手看脸谢眼 王爷 方家大公子死在上庸 方家家主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谢眼见眉猥琐 似乎是在思索着什么 听到崔哲玉的话 才抬眼扫了他一眼 淡淡地倒 他能如何不甘休 我们在盈州岛有一些探子 这位家主是七八年前继任的 和老家主不一样 性格有些狂妄专横 他对这个树长子宠爱非常 就连笛子都得靠边站 盈州之线在那边 更是不敢与方家争锋 几乎就是个摆设 如今他儿子死了 我对这个人有些印象 当年 方家老家主过世 新主继位后 当地支县写了封 折子禀告朝廷 当年先帝只看了一眼 就丢到一边去了 那折子怎么了 其他人显然都有些惊讶 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一处 有些不大恭敬的言语罢了 皇兄性格宽厚 懒得跟他计较 不过当时的谢言 可不是宽厚的性格 虽然他自己没空 却还是让人去了趟盈州 之后几年 那位方家家主 倒是都还算安分 宋文月笑道 王爷说的是 方家说到底 也不过是靠盈州的地利 和朝廷的恩典 方能顶胜罢了 谨慎一些是好事 倒也不必太过于 气人忧天 若实在是不知趣 盈州能有个方家 就还能有别的家 朝廷是暂时 不想花费太多功夫去管 不是真的管不了 随着于受教的点了点头 是 晚辈明白了 所以 现在咱们要关注的 还是明音阁和白静荣 方家就算要找事 那位方子的死讯 要传回盈州 也需要不少时间吧 在座确实没有人 真的关心那位方公子的死 如果他不是方家人 就跟昨晚死去的许多人 没有任何不同 连讨论都不会有人讨论 当然 如果他不是方家人 没有那么多钱 他或许也不会死在这里 现沉生的 现在看 锦鸾符应当是 余晨和明音阁 各有一半 但是现在明音阁 却将自身持有的一半 丢了住 看来锦鸾符 不仅仅是一个 可以号令 鸾一丝的令牌而已 必然还有其他用处 崔泽于醋梅 这段时间 我也查了一些明音阁的消息 明音阁在上庸 盘踞已久 革主的身份 却一直都是个谜 据说 就连明音阁自己人 也少有人见过 革主的真面目 不过 几年前明音阁 革主换了人 之后 明音阁内部 经过一次大唤醒 前任阁主怎么了 崔泽于微笑道 死了 据说 死得很难看 什么个难看法 被人堕碎了 喂狗 话厅里半少 没有人说话 这个死法不仅难看 而且着实是有点惨啊 是现任阁主干的 崔泽于摇摇头道 不知道 就这个 还是一些 无法确认的偏门消息 我这几年虽然也在明音阁 安插了一些人手 但想要进入核心 太难了 进入明音阁的人 死得不算 活着的没有一个 见过阁主 就连王爷和王妃 所说的那位亲姑娘 都极其少见到 明音阁应该有 自己选人的渠道 不是从这个渠道进入的 无论能力再强 功劳再大 都无法进入核心 崔泽于有些惋惜的叹了口气 他是真的对明音阁内部 有些好奇的 昨晚白净荣 应当见到那位明音阁主了 坐静阳笑的 你又不能去问白净荣 为什么不能 泄言反问的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 白净荣想要鸾一丝 无论他是想得到 鸾一丝的什么东西 本王想要找出鸾一丝 必要的时候灭了他 本质上来说 我们的目的其实差不多 玉明秋忍不住 拿有些古怪的目光 看向摄氏王殿下 得道和毁灭 差很多的好吗 启禀王爷 有位崇华先生求见 奉剑在门口供身禀告的 众人一证 崇华先生 完全没有听说过的名字 这又是谁啊 谢雁似乎并不觉得意外 淡然的 请他到我书房 是 王爷 奉剑行了个礼之后 转身离去了 谢雁看了众人一眼 玉颖 继续盯着明英格 谢雁 给本王看住雪崖 不管他去哪里 习颖迟疑了一下 王爷 那位雪崖公子 毕竟是阮相的公子 若是被阮家人发现 我们在 安插眼线是回事 专门盯着人家敌长子 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不用隐蔽 被雪崖和阮家发现了 也没关系 其他人很快就明白了 谢雁的意思 王爷是故意让雪崖知道 有人盯着他 本王只要他这段时间 不要乱跑 既然认了是阮家大公子 去好好当他的阮家大公子 是 王爷 谢雁看向其他人 继续吩咐他 崔哲玉 明英格在上庸附近 肯定还有一个 与卵一丝有关的据点 找出来 必要时候 让老双协助 是 王爷 宋先生 宋文月笑道 王爷请吩咐 劳烦宋先生 看看崔哲玉 送过来的那些消息 他太忙了 没有工夫一一看完 过滤信息 其实也是需要天赋的 有些人一眼就能看出 有用的信息 而有的人呢 哪怕是信息放在他面前 也未必能看得明白 宋文月笑道 如今 也没什么事做 想来看看卷宗 自然是可以的 有劳先生 谢雁最后看向玉明秋 王爷 有什么吩咐 处理好你自己的私事 准备去武卫军上任 送走了众人 骆俊阳和谢雁 才起身去了书房 骆俊阳没有问 那位崇华先生是谁 看谢雁的态度 他觉得 自己应该 已经猜出来了 两人踏入书房 果然看到一个熟悉的人 正坐在书房里 只是 他已经换下了一身姿衣 原本的烧着结巴的光头 也被满头青丝覆盖 他穿着一身香色长衫 那显得有些过于年轻的颜色 穿在他的身上 竟然毫无违和之感 两人进门的时候 他正拿着一本书 坐在一边翻着 听到脚步声 方才抬眼朝门口看了一眼 眉宇间笑容浅淡 却带着一种 别样的肆意和邪气 骆俊阳微微醋眉 他不知道这种形容词 用在眼前这个男人身上 是不是合适 但坐在书房里的中年男人 真的跟先前所见 差距太大了 他显现没有认出来 这位便是护国禅寺的 那位住持高僧 据传 姓周瑶氏 世代名门 书香传世 眼前这位 虽然年纪已经不小 眼角也已经有了 淡淡的皱纹 举手投足 眉目神太监 却依然可见 曾经身为顶级世家贵公子的 雅致和惊傲 不认识了 明光大师放下了书卷 似笑非笑地看向骆俊阳 骆俊阳眨了眨眼睛 朝他笑道 技术不错啊 什么 技术 倒是明光大师 意识有些摸不着头脑 疑惑地道 制作假发的技术啊 丝毫看不出来破绽 若不离得再近一些 恐怕谁也看不出来 眼前这位 那一头让人羡慕的青丝 是假货吧 明光大师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轻哼了一声 哼 没打没笑 谢眼牵着骆俊阳走了进去 你这副模样过来 有什么事吗 是打算还俗了 明光大师淡定了道 也没有什么大事 你们好些天都不过去看看我 只好我进城来看看你们了 那副打扮 到底还是有些碍事 无论是骆俊阳还是谢眼 当然都不会相信这话了 之前二三十年 也没见明光大师想几次外甥 现在距离他们上次去护国禅寺 也还没有过几天呢 谢眼拉着骆俊阳坐下 吹眸道 你是为了鸾一丝 消息很灵通吗 焚炎 明光大师原本还带着几分笑意的面容 瞬间变得冷凝起来 他沉声道 所以 明英格果然跟鸾一丝有关系 谢眼挑眉 这么多年 你连明英格和鸾一丝有没有关系 都没有搞清楚 明光大师轻哼了一声 冷声道 哼 你认为 谢便会让我插手这些事吗 你以为明英格那么好查吗 几年前本来已经有点线索了 谁知道明英格那老家伙突然就死了 骆俊阳看了看谢眼 又看了看明光大师 欲言又止 明光大师看了他一眼 想问什么就直接问 骆俊阳也不客气 高祖皇帝为什么不让你插手这些事情啊 舅舅当年 为什么非得出家 骆俊阳一直就觉得有些奇怪 姚家大公子活着 并且在护国禅寺出家的事情 皇室显然是知道的 但身为姚家仅存的血脉之一的穆王妃 却不知道 明光大师看起来也不像是万念俱灰 看破红尘的模样 他出家这些年 吉少与谢眼见面 倒更像是被迫的 信州姚氏覆灭多年 即便是当年姚家也没有争权夺势的意思 姚家大公子确实可能记上姚家令人垂涎的人脉和遗则 但一个已经覆灭的家族也没有令人忌惮到需要他隐姓埋名才能苟活的地步吧 明光大师轻笑了一声 打量着骆俊尧道 你这小姑娘倒也不算傻 竟然还能够想到这些啊 骆俊尧郁闷 不想回答就算了呗 干嘛人生攻击啊 明光大师笑盈盈的看向谢眼 不如 把这小姑娘交给我 舅舅帮你教导两年 保证摄政王妃更上一层了 谢眼警告地瞥了他一眼 想要收徒弟找别人 明光大师叹了口气 你就是受谢变遗毒太深了 说完 他又调整画风回答骆俊尧的问题 谢变非要让我出家 压着不让我插手这些事 是怕我把人给杀光了 后来嘛 大概是怕我教坏他的侄儿吧 他说得轻松闲适 骆俊尧却觉得阴风阵阵 你把什么人杀光了 上庸的人啊 骆俊尧睁大了眼睛 望着眼前气度华美 如王孙公子的中年男人 难得卡了好一会儿 才将他的话给消化完整 高祖皇帝不许明光大师参与俗事 想令他隐姓埋名出家 是怕他把整个上庸的人都杀光了 明光大师笑道 你不会以为姚家复密 我就出家了吧 我是在庙里待了几年 不过我是太宁十三年 才正式剃度出家的 哦 白醋 也是那年死的 这果然是个妖僧吧 妖僧笑得十分和善 小姑娘别怕 我也就是早几年杀气比较重 现如今啊念了这么多年佛 早已经四大皆空了 四大皆空了 你还出现在这做什么 明光大师不再吓唬小姑娘 叹气的 早些年谢便盯我盯得紧 我也只好安安稳稳地念福 后来他死了 他那个儿子也烦人得很 三天两头跑去跟我碎碎念 比他爹还要翻身 不知道得以为他才是我外甥 他们可算是死了 这几年 我才能抽空出来做点事 洛章的心中暗道 嗯 明白了 这位当年啊 估计是个战略级的核武器 一出手 整个商人都要灰飞烟灭的那种 高祖和先帝 能让他安安稳稳地在庙里念经 全是功德无量啊 谢眼若有所思地看着明光大师 开口问道 锦鸾符是你给明英格的 明光大师挑眉笑道 你既然认为明英格跟鸾一丝有关系 为什么不认为那是他们 本来就有的呢 我原本确实认为锦鸾符是明英格 本就有的 不过后来想想明英格的人 说是他们几个月前意外得到的 这或许不是场面话 现在看来 他们也在找另外半块 如果那半块锦鸾符 一直在他们手里 而锦鸾符又真的很重要的话 他们不会现在才开始行动 明光大师含笑不语 谢眼道 所以 锦鸾符到底有什么用 我才应该不是用来号令乱一丝的 无论再怎么忠诚的组织 过了三四十年 也不可能靠一块令牌就能号令 所以 其实 我也不知道 谢眼和锦鸾符双双看向眼前的男人 似乎在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开玩笑 明光大师贪手的 我是真不知道 若是知道 我还将锦鸾符丢出去做什么 这个秘密 估计只有鸾一丝自己人知道了 不过这种事情 古往今来也就只有那么几个答案 联系当年鱼记确实有问顶天下的野心 锦鸾符里藏着的 不是钱 就是兵呗 这个兵 不是指人 而是指兵器 想要造反 自然少不了需要兵马 而军队是需要武器的 如今天下已定 想绕过官方 打造能够装备起一支军队的兵器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锦鸾符为什么会在你手里 明光大师见眉微挑 悠然道 这个嘛 二十多年前 在外游荡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小破孩被人追杀 我救了他 后来发现啊 这个小破孩不仅有趣 似乎还是个傍恩负义的 就顺手从他身上拿了半块 勉强还算值钱的东西当做报酬 谢眼抬眼看着他 愚蠢 明光大师似乎也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笑应的道 说起来还真是有点对不住崔老将军 当年我若不是只拿走半块东西 而是全拿走顺手把那小破孩杀了 说不定就没这么多事了 他虽然说着对不住 但眼底脸上却没有半点愧疚的神色 仿佛还带着几分杏伴的模样 谢眼沉默不语 明光大师看向骆军瑶 外甥媳妇 听了这么多故事 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骆军瑶眨了下眼睛 舅舅 你当年外出遇到了被追杀的于晨 从他那里得到了半块锦鸾符 他不认识你 也不知道那是鸾衣丝的锦鸾符 所以这么多年 才没有人找那半块琉璃 也没人找你麻烦 至于臣不认识 白静荣也不认识啊 明光大师大笑的 连白醋都不认识 白静荣怎么会认识啊 骆军瑶偏着头思索的片刻点头道 也对啊 白静荣就算再厉害 原本也只是白家的大小姐 这于晋呢 生前他不可能接触到卵一丝 自然更不可能认识锦鸾符了 那舅舅又是怎么认识的 算起来 明光大师和白静荣的年龄 出身其实差不多的 如果白静荣不认识锦鸾符 明光大师也不该认识 除非是他有什么别的纪律 还有 如果当年余晨身上是完整的锦鸾符 明光大师为什么只拿走半块呢 明光大师面带微笑的看着骆军瑶道 我是怎么知道的现在不能告诉你 你可以自己想想 骆军瑶翻了个白眼 靠着蟹眼的肩膀不理他了 他对猜谜没什么兴趣 明光大师见状也不在意 将视线移向了蟹眼 直飞 你想到了什么 当年姚家灭门 跟鸾一丝有关 明光大师眼眸一冷 原本还有些慵懒的姿态 也慢慢的变得挺直起来 看着他的模样 谢也没有再追问 点了点头道 看来确实有关 明光大师轻哼了一声 淡淡的道 哼 直飞啊 我忍了这么多年 也算是对得起谢便当年对我的救命之恩 和对姚家的元首之情了 这几年舅舅费了不少功夫 人 也算是差不多凑齐了 这次恐怕要死不少人 到时候你可别跟你伯父和堂兄一样 爱舅舅的事 不仁的话 谢也沉默了半上 方才沉声道 当年姚家的事情 有上英权贵参与 明光大师含笑不语 我知道了 明光大师很快便离开了 临走前他只留下了一句话 有事 派人承西风雅楼找我 最近我不在护国禅寺 送走了明光大师 书房里有些沉默起来 洛俊瑶靠在谢眼怀中 抬眼看看他有些凝重的神色 安慰地握住了他修长的手 谢眼低头看着他 将他更往怀里抱了抱 两人靠在一起 半上都没有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 洛俊瑶才轻声道 是舅舅将白静荣和于晨 引到商庸来的 还有明英格和作案那些人 作案出手抢锦篮服的 不只是白静荣的人 除了齐足以外 至少还有三方人马 一时半刻 连他们都还没有搞明白 到底是哪些人 还有那位迎州方家的大少爷 恐怕也不是真的 自己张扬倒霉 才惹来了杀身之祸 而是被人引导的 谢眼轻声道 瑶瑶别怕 没事 我不怕 我只是担心你 明光大师显然是怀着滔天杀意的 而谢眼不仅是姚家的外孙 还是大盛的摄政王 他真的能让明光大师 将上庸皇城杀得血流成河吗 当年 姚家灭门 真的只是因为姚家的财富吗 洛俊瑶促眉问道 谢眼声音悠远 轻声道 方才宋先生说 赢州方家富甲天下 但是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当年的姚家 才是真正的富可敌国 小妖以为 为什么当初穆王会迎娶姚运 白家为什么要跟远在 信州的姚家联姻 真的只是因为 家世门帝相当吗 确实没想过 我还以为 谢眼低声笑道 都说姚家是书香传家 说得多了 恐怕连书的人自己都信 诗人听得多了 便也想当然地认为 姚家只是底蕴丰厚 家许渊远罢了 其实 姚家当时势力覆盖 信惠清三州之地 在东陵朝末年 是东陵最大的海商 拥有东陵最多的 远洋船队 当时东陵每年海外买卖 姚家独占六成 如今的盈州方家 当年也不过是 姚家麾下的 附属小家族罢了 便是如今 方家的家底 也不到姚家曾经的三成 骆骆隽在脑海中 思索了一下 客观感受了一下 所谓的富可帝国 所以 当初姚家灭门 参与的对我谁啊 高祖不让舅舅报仇 真的只是因为 参与的人太多 影响太大了吗 谢眼沉默了片刻 确实有这个原因 但是 恐怕还有 谢家也参与了其中 骆俊阳一惊 可是 舅舅对高祖 虽然明光大师的语气 听起来对高祖十分不满 但其中 却没有堕大恨意 谢眼摇头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谢家或者说整个大圣 也受到了姚家负名的好处 征战天下是需要很多钱的 当时不仅是白家缺钱 谢家也缺钱 姚家富可敌国 只想偏安抑郁 却没想到 谢眼握着他的手 沉声道 或许姚家最大的错 就是没有野心 也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乱世之中 身怀巨富却不是五倍 在群狼还死之中 姚家就像是一块 诱人啃食的美味鲜肉 在这一点上 当年姚家的当家人 恐怕也需要负上很大的责任 因为明光大师突如其来的宣告 虽然解了一些疑惑 却也让谢眼和骆俊瑶的心情 双双沉重了起来 无论是谁 被告知将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都不会高兴得起来的 哪怕这个人 可以算是他们这一边的 哪怕他们呢 原本也准备动手 刚用过午膳 宫里就来人传了话 说太皇太后 请王爷和王妃入宫一趟 打发了传话的宫人 骆俊瑶和谢眼对视一眼 如今太皇太后 几乎已经无法再管任何事了 除非宫里出了什么大事 太皇太后是不会同事 招两人进宫的 而听传话的内侍说 宫里也并没有出什么事情 就连朱太后 也因为之前的打击 暂时安静了下来 想到上午刚刚离开的明光大师 骆俊瑶忍不住 在心里叹了口气 两人踏入太皇太后 请殿的时候 太皇太后还醒着 看起来精神不错 只是再如何精神不错 也掩盖不了 她越发枯瘦的模样 方才在殿外 遇到长林公主的时候 长林公主双眸微红 神色间难掩疲惫 照顾病人 从来都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 哪怕以太皇太后之尊 许多事情 不需要长林公主 亲自动手 但只是眼睁睁 看着自己最崇敬 爱戴的母亲 受着这样的折磨 对为人子女的人来说 就已经是一种 巨大的心理压力了 知非 瑶瑶 你们来了 太皇太后 有些艰难的招手 施以两人过来坐下 骆俊瑶走到床边坐下 谢眼则坐在了 内侍搬来的椅子里 太皇太后 看了皇公公一眼 皇公公点点头 带着内侍宫女们 推了出去 华丽的寝殿里 只剩下三人 显得有些安静 空气中 仿佛只有太皇太后 长短不齐的呼吸声 长久住着病人的房子里 总是免不了有些味道 哪怕是每天 有人细心打理的寝殿 气味也并不是封好闻 不过此时 并没有人在意这些 皇公公 谢眼轻声道 太皇太后 有些艰难的 朝两人笑了笑 你舅舅 去找你了 谢眼并不意外 点头道 是 太皇太后叹了口气 歇了好一会儿 才有力气继续的 你伯父生前就说 他早晚还是要闹出事来的 若是不让他将这口气出雾了 恐怕他一辈子也过不去 只是 有些事情 你伯父也无能为力呀 当年你伯父得到消息 派了安城郡王 去灵州拦下了白家的人 却不想 那白家只是个幌子 姚家还是 或者该说 盯着姚家的 不仅是白家 白家被安城王拦了 反倒是 晚了一步 什么也没老找 谢眼望着太皇太后 红伯母 当您参与此事 伯父想要保的 如今尚且在世的还有几人 太皇太后叹息道 只有一个人了 民族之仇 此恨逃天 但是 你伯父不能将人交给他 那件事 虽然 不是你伯父所为 但受益的 确实有谢家 那些人当年分了 要价的东西 也 不是为了自己 井殿里一时沉默无声 梁九 谢眼方才轻声问道 不是为了自己 就可以杀人越祸 密人满门吗 太皇太后苦笑着摇摇头 这个问题啊 无论是我 你伯父 还是那人自己 都问过自己 无数次 但是 恐怕谁也没有答案 当年那些个事 谁又说得清楚呢 你伯父 加碰前跟我说 他这一生 杀人无数 从未有过悔意 唯独姚家 他未杀过姚家一人 最愧对的 却是姚家 他压制姚冲 这么多年 护他们半生周全 身后之事 他管不了了 黄伯母召唤之妃 有何吩咐 之妃啊 杀一个人 能借姚郎 毁家灭 祖之恨吗 歇言不答 骆君尧也沉默着 他们谁都明白 不能 从远在齐足的白敬荣 到隐藏在暗处的 鸾一丝和明英格 还有更多尚且不知道身份 却都搅和在其中的人 还有明光大师 早前那句淡淡的 要死不少人 他分明是要所有 跟这件事有牵连的人 统统给姚家陪葬 多年的佛法熏陶 并没有化解明光大师 心中的仇恨 当年高祖皇帝 强压着不让明光大师报仇 或许 也不仅仅是为了 保住那一两个 他不能放弃的人 从太皇太后宫中出来 迎面而来的寒风 让骆俊瑶忍不住 打了个寒颤 卸眼侧身仔细地 为他系好身上的披风 骆俊瑶抬头看着他 终究还是没有说话 过许太皇太后也不知道 叫他们进宫来能说什么 让谢眼继续压制明光大师吗 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谢眼是姚家外孙 明光大师的亲外生 姚家的灭族之仇 只要还有一个姚家人活着 早晚也是要了结的 您放心 最后 谢眼也只能跟太皇太后 说了一声 至于放心什么 如何放心 谁也不知道 承熙 距离明音阁并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小楼 名为风雅楼 这小楼底下是个书寺 不过卖的 并不是什么古籍经典 绝大部分 都是一些画本绘本 甚至还有春宫 避火之类的东西 总之 绝不是个良家女子 和小孩子 应该踏足的地方 只要进去看过一眼的人 再踏出书寺 都会忍不住 对着头顶上 风雅楼的扁额 抽一抽嘴角 坐在风雅楼三楼的窗前 正好可以看到 明音阁主楼的侧面 此时 已经是下午 明音阁前的大街上 行人寥寥 和这附近所有的地方一样 这里的人们 显然更喜欢 沉昏颠倒的生活作息 明音阁大门紧闭 阳光下 那庞然大雾 反倒没有了夜晚的辉煌雄伟 大门口有几个 穿着短打的守卫站着 丝毫看不出 这里夜晚的富力繁华 明光大师 或许应该叫 姚虫 悠然地坐在窗前 看着远处的明音阁大门 他手里拎着一个酒壶 淡淡的酒香 在房间里弥漫 这副模样 实在很难让人 将他与护国禅寺 那位宝像庄严的 德道高僧 联系到一起 身后 突然传了一声轻响 姚虫并未回头 只是淡淡地问道 东西 拿来了 站在他身后的是 一个魁梧惊悍的男人 正是昨晚 折腾了一整晚的王范 王范身上 剁了不少伤痕 浓重的血性味 和酒香交织在一起 让姚虫嫌弃地 皱了皱眉头 王范神色冷立地 盯着姚虫的背影 半上 才伸手从怀里 摸出了一块五彩琉璃 明明沾染了不少血迹 但只是随意地 擦了擦 上面的血迹 就消失无踪了 那五彩琉璃 依然色泽绚丽 光洁无垢 王范看着 回过头来的男人 男人的相貌 比他想象中的 更加俊美 但年龄 似乎也比他 想象中的 要大一些 虽然眼尾的皱纹 丝毫不影响 他的风度 但王范已经知道 这人并不是 他原本以为的 三十来岁的壮年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王范冷声问道 姚虫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只是淡然伸出手 拿来 王范拿着五彩琉璃的手一紧 避开了他伸出来的手 姚虫并不意外 只是微挑了下眉头 你想毁约 王范盯着他道 这个东西值一百万两 或许不止 众所周知 如果一个东西 有不止一个人 愿意出一百万两去买 还有更多的人 愿意为他拼命 那他真正的价值 就远高于一百万两 姚虫倾笑了一声 他值多少钱 是我定的 我说他值一百万两 他才值 如果我说他不值 他就一文不值 王范眼底浮现出怀疑之色 显然 他并不觉得 这个连一百万都不肯出的人 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姚虫站起身来 漫步朝着王范走了过去 王范有些警惕地盯着他 眼前这个男人 明明是个 不会丝毫武功的文人 却莫名地给他一种 危险的感觉 这种感觉 连昨晚在曲放身上 他都没有感觉到过 如果一定要说 有人曾经给过他 危险的感觉的话 大概就是几年前的谢眼 但跟谢眼不同 谢眼给他的感觉 是一把锋芒毕露的绝世宝剑 可以一箭穿心 一箭封喉 无可阻挡的那种 而眼前这人 给他的感觉 却像是某种无形的东西 抓不住 看不见 却莫名地危险 拿来 姚虫走到王范跟前 再次伸出手道 王范依然没有动 姚虫轻哼了一声 王范 我能找到你 自然也能让你 重新回到天牢 对了 以你的罪名 这次应当就不只是 关进天牢 那么简单了吧 王范眼底 闪过一丝怒色 却没有发作 他重重地将东西 塞到姚虫手中 略带警告的道 别忘了你的承诺 姚虫转身 从旁边的桌上 拿起了一个盒子 抛了过去 王范借在手中打开 盒子里装着 厚厚的一碟银票 你拿了这些钱 就可以离开尚庸了 我也建议你 尽快离开尚庸 否则落到 摄政王府手里 可不关我的事 王范倾哼一声 不劳费心 他将银票拿出来 往自己怀里一塞 随手将那装银票的 盒子丢开 转身便走了出去 姚虫摇摇头 不听好人言啊 等到下楼的脚步声消失 姚虫走到另一边的窗口 看到王范从封雅楼的后门离开的背影 才低头摆完这手中的五彩琉璃 公子 穿着一身布衣 看上去已经粘过花甲的书寺掌柜 慢慢走了上来 走到姚虫跟前 恭敬了拱手 姚虫点了点头 随手将五彩琉璃抛给了他 让人送去寿政王府吧 掌柜揭在手中 有些惊讶的道 公子专程让人拿回来 不自己留下吗 姚虫笑了笑 哼 这玩意儿在我手里这么多年 有什么用 一块不值钱的琉璃罢了 当年拿走半块琉璃 其实也是一时兴起 若不是后来 愚晨叛变引起了他的兴趣 他早忘了将这玩意儿丢到哪个鸡脚盖拉去了 直到近两年 查到明英格和鸾一寺的一些线索 他才将这东西从一堆杂物里面挖了出来 那个王范未必会听话离开上庸 如果他被人抓住 我们恐怕会有麻烦 掌柜低声道 他当然不会就这么离开上庸 他那样的人 当年在知妃手里受挫 被迫隐信埋名这么多年已经是极限 即便是忌惮之妃 但是经过了明英格和昨晚的事 也不会轻易离开的 说不定回头啊 就要带人来找我的麻烦 掌柜有些轻蔑的道 草芒斐类哪有信义可言 公子是否暂避一避 谣虫淡淡道 不必 将楼上的匾额换一换吧 说吧 他从袖中取出一个印章递了过去 掌柜神色微变 连忙恭敬地伸出双手接过印章 眉宇间隐隐有激动之色 手下明白了 哼 去吧 是 手下告退 王范离开封哑楼之后 心中的玉器却越发浓烈起来 他有些后悔 方才那么轻易就像那个说声妥协了 这让他觉得十分丢脸和恼怒 明明当时只有两个人在场 但现在回想起来 却有一种全天下人 都看到自己被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读书人 吓到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休脑交加 比当年被卸眼俘虏还要愤怒 他转身想要回去 但走了几步 却又停了下来 阴狠的眼眸 微微地眯起 五彩琉璃 五彩琉璃 到底是什么宝贝呢 昨晚到底有多少人想抢那玩意儿 他也不知道 但自从五彩琉璃到他手上之后 死在他手里的一二流高手 至少有七八个 完全不被他看在眼里的三流高手 更是不在二十一下 更不用说 最后还招出了驱放那样的人物 若不是那些观察来得恰巧 昨晚恐怕也不会那么轻易结束 王范突然阴瑟瑟地笑了一声 他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人 但他进京 也不只是为了他这一件事 王范伸手 从怀中摸出了一块牌子 黑色的乌木牌子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牌子的背面 刻着一个小小的阴子 王范 正在王范想的入神 眉目间隐隐露出争鸣之色的时候 有些突兀的声音 从他背后不远处响起 王范心中一沉 虽然他方才有些走神 但距离这么近 他却直到对方出声才发现 可见来者实力不弱 王范收起手中的乌木令牌 飞快地转身 看向声音的来处 站在不远处街角的 是一个身着电晶布衣的中年男人 一道争鸣的伤痕 破坏了男人原本俊美的容颜 他左边的肩膀下 长袖空荡荡地垂着 显然是缺了条胳膊 在他不远处的地方 陆续又出现了几个人 一个身形窈窕的黑衣女子 那黑衣女子生得极美 神色清冷 明显带着几分异族血统 那黑衣女子两侧 十来不远的地方 站着两个黑衣男子 还有另一边 屋顶上坐着一个白衣公子 虽然今天阳光明媚 天气不错 但在初冬的时候 拿着一把折扇扇风 这脑子多半是有些问题的 这白衣人他昨晚见过 就在明阁 你们是什么人 王范谨慎地问道 坐在屋顶上 大白天翘般的卫世子 笑咪咪地打道 抓你的人 王范 你胆子不小啊 这些年没有人去找你 你就以为自己 可以再上用 大摇大摆地 抛头露面了吗 王范神色扭曲 你们怎么知道我 那个杂种出卖我 王范瞬间想到了一种可能 在心中恨不得 将那个男人千刀万剐 魏长廷并没有 跟着他的胡思乱想 束手就擒吧 束手就擒 王范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就凭你们 残废 女人 废物 至于那两个存在感不高的黑衣人 则直接被他掠过了 摄政王府就只有这些 拿得出手的角色吗 谢言怎么不亲自来 王范傲然道 头一次被人称为废物 魏世子难得额头上青筋暴跳 将手里折扇换了个手 魏世子咬牙明笑道 手下败将哪里用得着 王爷亲自出手 能从我们手里逃出去再说吧 不然江湖传言中 你可就不只是 摄政王的手下败将了 连残废 女人 废物都打不过 魏明秋皱了皱眉 抬头看脸房顶上的魏长亭 问道 说完了吗 魏世子摸了摸鼻子 有些心虚 魏将军 您请 魏明秋年纪比他大 武功比他强 官职比他高 爵位也比他高 最重要的是 这次的主事是魏明秋 他真的就是从户部 撬搬过来凑热闹的 魏明秋一言不发 抬手提起手中箭 就朝着王范掠了过去 他一动 其他的人也有闲着 冷霜朝两个黑衣男子 打了个手势 三人飞快的变换位置 堵住了王范可能逃离的方向 原本王范 并没有将魏明秋放在眼里 毕竟 魏明秋断了一条手臂 而且 在此之前 他确实没有听说过 朝廷有这么一位高手 除非是谢眼那个级别的高手 甚至比谢眼更厉害 否则 王范不认为 一个断臂的人 能对自己构成什么威胁 但是很快的 他就发现自己轻敌了 魏明秋的实力 或许未必比他强 但也绝对不比他弱 这还是他断了一臂的前提之下 最重要的是 有魏明秋缠着他 他根本就无法脱身 他只有一个人 但身边却还有几个对方的人 在虎视眈眈着 心中一沉 随着王范的脸色 越发阴沉 他的心绪也开始有些乱了 心一乱 手下便也会开始乱 而魏明秋依然稳如泰山 这些年的囚禁生涯 虽然对他造成了许多影响 但也让他的心境 越发沉稳起来 他的目标并不是打败王范 他也并不急于证明 自己比对方更强 魏明秋稳了 王范更急了 他已经看出对方的打算 当即手下越发多了几分狠力来 希望能靠着突然的爆发力 重挫对方 然后伺机逃离 魏长廷坐在房顶上 看得津津有味 这位魏将军 当真不愧是骁勇之称啊 即便是被齐族人囚禁了这么多年 还断了一条胳膊 还是非常能打的 反正他惹不起 看了看四周 魏长廷从房顶一跃而下 落到了冷霜的旁边 双双 我们抓紧时间 一会儿人多了不好收场 冷霜瞥了他一眼 提起手中短刀 朝着打斗中的两个人掠了过去 同时还留下了一句 一暗示